桃树传 作者 詹姆斯·斯奈德 序言 常有人问 桃树博士是你见过的最好的讲员吗? 桃树不是 但他挽救了整整一个时代 他与上帝的关系是那样亲密 超出我认识的所有人 他是现代的神秘主义者 将那久已失传的默想之道 当作他人生第一要务 进入桃树博士的世界 敬畏之心必会油然而生 桃树是个很优秀的作家 甚至可说是出类拔萃 因为直到今日 他的文字仍然带着神的高膜 带来的能力 向人们的心灵说话 触及他们最真实的需要 他只用寥寥术语 就能传递出鼠灵的智慧 这实在是令人称奇 他曾对我说 我不仅要为我所做的 是向上帝交账 而且要为我做事的动机交账 他和我说过许多话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 有时 我会匍匐在上帝的宝座前 久久不发一言 不祷告 也不赞美 只是单单地注目于他 以全身心来敬拜他 有些神学生会和我通电话或邮件 我给他们的建议都一样 把桃树的书都买来读 并且要彻底领会 他话语中的含义 能认识桃树真是很大的福气 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 感觉犹如处身于上帝的圣所之中 伦纳德牧师 第一章 桃树其人 我觉得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之中 桃树博士是最值得称道的属灵之人 在我看来 他最大的恩赐 就是拥有先知般的洞察力 他对圣经真理和他那个时代 福音派教会的本质及处境 都有着极深刻的认识 有些人认为他过于严厉 过于冷漠 但他们对他仍然非常尊重 而在那些与他相熟的人看来 他却是一位谦和 慈爱的人 我想他一定是个孤独的人 但历史上那些属灵伟人们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宣道会牧师威廉 布赖恩 如果有人灵命枯干 仿佛苦行于干旱 无水之地 而手边有一本桃树的书 这人就有福了 说这话的人所想到的书 可能正是桃树被公认为 属灵经典的两部著作 可牧神和认识至圣者 又或许他想到的是桃树名下 林林总总共四十余本作品 有些是他自己生前所著 有些则是在他逝世之后 由后人搜集他的讲道 记录及评论编撰而成的 桃树已于1963年与世长辞 但他的属灵影响力仍在继续 他的作品供应着深切 渴慕上帝之人的需要 令他们得到饱足 许多人对桃树的著作耳熟能详 却对作者的生平知之甚少 即使是在桃树生前也是如此 虽然大部分人都很尊敬他 但与他相识和亲近的人并不多 他一直独来独往 这既是出于他的天性 也是他刻意为之 相对于周围的人群 他更愿意与上帝相交 他对上帝极其渴慕 并甘愿为此付上代价 正因如此 他才拥有如此超乎寻常的属灵能力 并为我们留下这么多流芳后世的著作 艾登、威尔逊、桃树 1897年出生于拉荷塞 拉荷塞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群山之中 是一个小村庄 桃树的父亲是个农夫 他的名字是母亲取的 用的是他儿时好友的名字 但桃树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名字 一度宁愿采用缩写A、W 后来则只喜欢用自己的姓桃树 桃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神学培训 但仍于1919年踏上了侍奉的道路 那是他信主的第五个年头 从此他开始了在宣道会44年的服饰 在他侍奉的头31年 他一直在芝加哥南城宣道会担任牧师 表现不俗 他的工作包括牧养、写作、编辑 担任圣经大会讲员和教派领袖的职份 此外,他还是深得许多人信赖的属灵导师 桃树生前就已经被许多人当作二十世纪的先知 当代基督教仿佛一艘在迷雾中航行的巨舰 桃树则在船上奋力驱散迷雾 指名暗交、纠正航向 当各种声音一起涌现 却都言之无误时 大家发现桃树的大声疾呼正是来自上帝 桃树有着敏锐的属灵直觉 他能发现错误 指出错误并抵制错误 他的行动总是及时而果断 他可以仅用寥寥术语 就把别人错误的观点分析得很透彻 无论是写作还是讲道 桃树最愿意服侍的始终是那些可慕上帝的人 他总是专注于最要紧的属灵真理 避免宗教上的夸夸其谈或陈词烂调 他也不关心时下的潮流 听过他讲道的人都会感到 那种与上帝亲密相交的感觉在心头萦绕不去 桃树的一项重要公开事工 就是担任宣道会的官方出版物宣道周刊的主编 宣道周刊后更名为宣道见证 之后又再次更名为宣道生活 在桃树的带领下 宣道周刊的订阅量倍增 与此同时桃树也成了宣道会的发言人 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在面向整个福音派教会说话 因为在这本杂志的读者群中 非宣道会的读者更多 虔诚的祈祷 桃树真正的力量来源是祷告 人们经常评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桃树的全部讲道和文章 都是靠着他火热的祷告得到灵感 他祷告时一有收获 就马上写出讲章 文章 评论 或者以写书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桃树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杰出的变才 他的语言十分生动 而且充满能力 他总是花很长时间精心预备讲章 他的讲道不仅寓意精深 而且气势辉弘 他懂得如何使语言简短 准确 深入心灵 虽然他的嗓音并不洪亮 但是他的信息能穿透灵魂 令人毕生难忘 桃树的写作态度异常认真 因此能写出经典的作品 他在表达风格和力度上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因此他的作品长期以来都深深吸引着读者 在桃树的晚年 穆迪圣经学院在芝加哥的广播电台 录制了一档节目 名为牧师演讲 内容是桃树在芝加哥南城宣道会的讲道 每周播出一次 节目开播以后 桃树就经常受邀到芝加哥地区的各个神学院演讲 这项侍奉令他感到特别开心 桃树在侍奉中不断呼吁福音派基督徒归正 回到圣经的立场上来 因为这才能表明教会忠心于基督和上帝的道 他在分析经文或讲解圣经真理时 总是呼吁信徒在属灵生活中做出必要的决定 最让桃树担忧的是 在他那个时代 有一些挂名基督徒缺乏真正的属灵生命 他认为之所以会存在这一现象 主要是因为教会领袖在开展事工的时候过于急躁 结果反而令人们无法更深 更快地认识上帝 多数教会都忙于搞各种肤浅的活动 没有引人真正认识上帝 认识上帝才是最重要的 但信徒没有留出空间来默想和思考这些属灵的事 桃树认为 信徒必须培养独处和安静的习惯 敬前的心态是认识上帝 了解上帝并与他越来越亲密的秘诀 亲近神也是信徒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桃树的信息不仅深刻 而且极富幽默感 这使得他直指人心的信息 瓶添了一份灵气 在那个时代 许多人觉得他诚实 质朴 非常风趣 可以与孝星 威尔 罗杰斯媲美 人们认为这可能与他青少年时代 成长在宾夕法尼亚的乡村有关 桃树并不古板 他会借用礼语 调侃和嘲讽增强他的表达效果 不过 他那些风趣的笑话 通常都是现场的即兴发挥 因此在文章和著作中较少体现 这对他的读者来说 未免有些遗憾 与神同在的操练 桃树对上帝的敏感充分体现在 日常的敬拜生活中 他把操练与神同在视为生活的重中之重 与神同在这个词是桃树从他钟爱的作家 十七世纪神秘主义者劳伦斯弟兄的著作中 借用过来的 他也把这种操练方式 应用在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中 有一次 他这样写道 我发觉上帝实在是既亲切又慷慨 无论怎样 与他同在都是件放松的事 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恩典 经常令桃树感到惊喜万分 如果不明白桃树对上帝的渴慕 我们就无法明白他的生平和事工 他曾经写道 不源于敬拜的服饰毫无意义 到了神来验收的日子 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只是草木和街 桃树经过反复推敲 得出了他对敬拜的理解 并将此作为他一切侍奉的主导原则 他曾一凡往日文风 用一个很长的长句说明他对敬拜的理解 当你与亘古之奥妙的那一位同在时 你会体验到他所配得的尊崇与威严 令人赞叹的奇妙和无法抗拒的慈爱 哲学家称这位置高者为第一推动力 但我们称他为天赋 敬拜就是用心去体会这种谦卑 却又喜乐的感受 并用合宜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正是激励桃树一生的动力 对上帝的渴慕促使他展开对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研究 这些人对上帝的认识 以及他们对上帝全心全意的爱 都深深吸引着桃树 他发觉自己似乎与他们心灵相通 于是如饥似渴地研读他们的作品 希望能回应这些问题 他们对于上帝究竟知道多少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在桃树的思想里 寻求通往上帝的道路是最为重要的 他发觉自己完全可以理解这些人的挣扎与得胜 直到某一天 人们开始将他与他们归为一类 对此桃树不以为伍 反倒欣然接受 随着年月流逝 桃树罗列出的上帝的朋友的名单也越来越长 他最大的乐趣 莫过于使被人遗忘的敬前作家重见天日 他喜欢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神秘主义者介绍给朋友们 而且让更多的公众认识这些人 桃树并非完人 他也有他的问题 倾向于离群所居的性格 再加上紧凑的日程安排 使得他较少有时间陪伴妻儿 他是个牧师 却极少花时间在信徒的个人牧养上 或许是缺乏这方面的兴趣 所以他就把这些工作扔给了其他人 有时 当他揭穿别人的虚伪或骄傲时 难免会伤害到他们 当然 他并不是故意要惹恼他们 他为人也并不刻薄 但他还是经常因为这类事情 而向人赔罪 终其一生 桃树都对他的主保持忠心 当他的侍奉生涯临近终结之时 他曾要求教会为他个人的挣扎祷告 他请求说 出于我们这一时代的需要 请为我祷告 使我甘愿为我所追求的灵命高度摆上自己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桃树心得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福音派运动中 桃树是一颗新星 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势头很足 从那时起 他就为宣道会的官方刊物宣道周刊撰写文章 并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杂志为此邀他开辟专栏 名为桃树心得 从此以后他连续五年 每周都发表一篇专栏文章 桃树的文章虽然很短 但内容发人深省 有时还很幽默 在宣道会内部常被人津津乐道 蒙宣道会准许 我们在每章的结尾都会选摘 桃树心得专栏短文中的一些片段 以想读者 我很喜欢教堂里的管风琴 当新派牧师在讲台上炫耀他渊博的学识 和对上帝的怀疑时 我总是津津有味地数着风琴馆 想象调音台后面究竟是谁的手在操控一切 塞缪尔·伯格斯是国际积淀会主席 他生前是为好讲员 他的一篇讲章非常发人深省 题目是《无名的门徒》 讲的都是圣经中默默无名的英雄儿女 多么荣耀的群体啊 虽然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但是他们的事迹得以流芳百世 在从不打盹也从不忘事的至圣者那里 有着另一卷书 那些无名英雄的名字和事迹都在其上记着呢 默默无名而事迹永存 总好过鼎鼎大名却一事无成 有些人养成了坏习惯 每当读《圣经遇到不懂的地方》 就立刻跑去问人 这种习惯很危险 这样的人早晚吃大亏 我没有轻看教导恩赐的重要性 但我也要警告你们 这种盲信别人的习惯不可取 就算你们相信的是好人 也是如此 其实只要花几分钟恳切祷告 你所得到的亮光 往往就能胜过读一小时解经书 最好的方法是先求问上帝这些经文的含义 再去请教有教导恩赐的人 他们可能会在经文中发现一些你所忽略的细节 第二章 家庭背景 桃树敏感地意识到 上帝出于对世人的爱而托付给教会的宝贵属灵传统 正因为虚假的信仰和世俗化的侵蚀 变得后继无人 岌岌可危 因此他呼吁福音派基督徒归正 回到正统 符合圣经 强调属灵经历和内在生命的立场上来 因为这是教会忠于上帝和他的道实应有的表现 宣道会前主席路易斯 金博士 崔甫民牧师是宣道会中前往中国及东南亚宣交的先驱 每当有人请教他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宣交士时 他总是回答 在一个良好的家庭中长大 桃树很喜欢这句话 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和祖辈的影响很大 虽然祖父吉尔伯特 桃树在桃树出生之前就已经离世 但桃树的性格中有许多方面明显来自祖父的遗传 吉尔伯特 桃树1810年在英国出生 桃树这个姓氏来源于苏格兰一种叫做Fizzle的疏羊毛工具 这种工具的形状很像狗的獠牙 所以又称为Teaser或Telzer 这个词的词形变化之后就成了姓氏桃树 桃树曾半开玩笑地说 他弄清自己姓氏的起源后就学会了谦卑 原来若不是上帝的恩典 他只是个羊毛梳子而已 吉尔伯特从小就跟着乡亲们移民到了美国 他在纽约州北部站稳脚跟后就结了婚 但他的第一任妻子很快就过世了 于是他又迁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克利尔菲尔德郡 并在那里遇见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来自威斯特摩兰郡的玛格丽特 维福 两人于1850年成婚 吉尔伯特和妻子在他们的定居地建起了第一幢房子 后来大家用他的姓氏给当地命名 叫做桃树镇 后又改桃树转 家庭被警名为牛宝 他俩共育有八个孩子 四男四女 吉尔伯特和当地许多人一样 当起了伐木工 他在冬季伐木 再在春季把原木绑成木伐 沿着萨斯奎哈纳河顺流而下 卖给沿途的木材厂 随着桃树镇日益繁荣 吉尔伯特开始担心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好 他不希望孩子在镇上长大 认为农村才适合孩子成长 尤其是南海 所以吉尔伯特在镇子边上买了一个农场 举家搬迁到那里 他把农场交给儿子们打理 自己仍住在镇上 只在周末回家 他并不指望靠农场赚钱 只希望儿子们别在镇上惹是生非 相间绅士 吉尔伯特每次回农场 都会带回一大堆报纸 杂志和书 周末常常花在看书上 以至于邻居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做相间绅士 他不在乎邻居的看法和闲言碎语 既然认定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家庭 那别人怎么看 他也就无所谓了 吉尔伯特是不是基督徒 信仰状况怎么样 都已经无法查考 但他太太玛格丽特 确实是个信仰虔诚 律己慎言的长老会基督徒 虽然住在乡下 不太方便经常去聚会 但他仍坚持教导孩子们 属灵的价值观 吉尔伯特把事业和家庭分得很清楚 所以 即使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 他们也还是不太了解 他的生意状况 只知道他每星期都要出门做生意 经常一连几星期 甚至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 美国内战结束后 南方开始了战后重建 对木材的需求源源不断 吉尔伯特为此盲开了 1878年春季 当他乘木筏向下游运输原木时 由于水流湍急 一条大木筏速度太快 撞上了他乘坐的木筏 把他撞入了冰冷的河水中 他逆水而死 家里人不知道 吉尔伯特到底有多少钱 所以没分到任何遗产 他只留下了那座农场 还有农场里辛苦的农活 出世时 只有一个叫雅各的儿子在家 这个儿子继承了整个农场 雅各 桃树娶了临阵的年轻姑娘 普鲁登斯 杰克逊为妻 这位姑娘从来没有乡村生活的经历 为了浪漫和爱情 他甘愿下嫁 而农场所能给他的 只是艰苦的劳作 以及随着岁月流逝 陆续出生的六个子女 艾登 威尔逊 桃树是他的第三个孩子 桃树心得 我坚信 任何人所掌握或能掌握的知识 都不会对我们的信仰 根基构成真正的威胁 纯正的学术研究所能做的 就是把教会注释上的苔藓清除干净 真正跟从基督的人不会问 不接受这个真理的话 会有什么损失 他会说 这就是真理的道路 不管前方有几多风雨 我都要在上帝的帮助下前行 有一位老人即将离世 在弥留之际 他仍然刚硬不信 上帝的仆人前去探望他 他却抱以鄙视的眼神 这情景真令人伤心 如此看来 在神的国度里 谦卑是极其重要的 上帝的荣耀 便是全宇宙和谐美好的宝障 只有当智慧的 被造物人类尊崇上帝的时候 那安舒的日子 才能从主面前来到 第三章 农场中的童年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 桃树就开始影响我的生命 我曾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 马哈菲营会中听他讲道 他的讲道风格独特 所传达的真理 在我心里深深扎根 并且伴随着我日渐成长 直到我有机会再次聆听他的教导 宣道会前主席大卫 兰博博士 在宾夕法尼亚州 偏远山区的农场 雅各 桃树全家迎来了二十世纪 当时天下成平 美国还没有建立所得税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 世界还没有被拖入动荡的深渊 那个时代农民赚钱很少 但好在农场的出产 足以使全家人自给自足 每逢周六 普鲁登斯就带着自家的鸡蛋 肉类和农产品前往邻近的店家 交换咖啡 糖之类的生活用品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 但普鲁登斯仍省夏前去观赏 著名歌剧演唱家 爱玛丽塔 加利科西的演出 他对美好事物的欣赏 和对卓越的追求 影响了桃树未来 在属灵领域的探索 家中不断有孩子出生 先是男孩曾妮 之后是女孩埃兮兮 桃树是第三个孩子 在他之后出生的 还有米尔德里德 玛格丽特和修 桃树孩童时期 长得又瘦又小 他和妈妈的感情很好 总是尽量帮着做一些家务 妈妈每天最辛苦的工作之一 就是挤牛奶 当时没有挤奶机 挤牛奶全靠人工 桃树小时候很怕奶牛 他家有投奶牛头上长脚 显得很凶 只要瞄他一眼 他就怕得不敢靠近 但问题是长脚的奶牛 也需要挤奶 所以姐姐哀兮兮出了个招 他对桃树说 我们这么办 我抓住牛的脚 让他没法扭头看你 你就可以放心 给他挤奶了 这招很管用 于是姐弟俩共同协作 就连给长脚的奶牛挤奶 也不在话下了 桃树小时候是个淘气包 经常莫名其妙跟人伴嘴 没少欺负两个妹妹 只是他不太敢欺负姐姐爱兮兮 或许是因为姐姐个子高 桃树担心真要打起架来 站不了上风吧 桃树不仅在家里淘气 在外也调皮捣蛋 他家农场和邻居家农场的边界上 长着一棵大苹果树 有一次 桃树和姐姐一起上树玩耍 骑上树叉之后 他就开始使劲晃来晃去地折腾 可能是闲着举动还不够惊天动地吧 他又放开喉咙 大声唱起来 像我这样的淘气包 能不能进天堂 能不能呀能不能 突然天地间传来一声爆喝 你要是想进天堂 就别捣蛋瞎惹祸 举目四顾 周围看不见人 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 两个小孩心里有些发怵 不敢吱声 没过多久 一位愤怒的邻居 从灌木丛中冲了过来 桃树马上认出来 原来是他欺负过的小孩的妈妈 这下怎么办好 想跑吧 他不敢从高高的树上往下跳 不跑吧 谁知道这位火冒三丈的女人会怎么修理他 桃树在树上真是左右为难 多年之后 埃兮兮对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桃树被那个女人臭骂了一通 这算是她活该吧 女人骂累后就回家了 桃树这才安全下了树 下树的时候还小心着不要挂破衣服 虽然挨了骂 桃树的脾性仍旧没改 她依旧调皮捣蛋 惹是生非 动物爱好者 小桃树也有好的一面 她很喜欢动物 农场里养猪 每年圣诞节 前夕父亲都会把猪卖掉 好换钱过年 有一年 母猪产仔实在太多 乳汁不够 桃树发现一只小猪 由于营养不良 而骨瘦如柴 桃树对爸爸说 这只小猪总是争不到吃的 快要饿死了 真可怜 于是她到商店买了只奶瓶 亲自喂养它 还给它取名叫米奇 很快 米奇就成了桃树家庭中的一员 整天跟在孩子们后面跑 像只小狗一样 爸爸雅各每天清晨喂马的时候 米奇都在后面跟着 希望能够分得一勺玉米 哪怕是得到一点落在地上的马料也好 妈妈普鲁登斯一大早喂完鸡 带着鸡蛋回家的时候 第一个迎接她的一定是米奇 普鲁登斯会和米奇打招呼 早上好 米奇 而米奇则发出一阵哼哼声 像是在说 早上好 于是米奇的猪言猪鱼 也成了家里人讨论的乐此不疲的话题 上学不多 在那个时代 宾夕法尼亚州偏远地区的孩子 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 桃树家附近有所学校叫树林小学 取这个校名是因为学校边上有片松树林 桃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认字 她也上过几回音乐课 但发现自己缺乏音乐天赋 于是就把学音乐的机会让给了妹妹 十多岁的时候 桃树参加过一个漫画寒寿班 虽然没能结业 却显露出她的绘画天分 她的漫画既幽默又尖锐 熟悉她的人都清楚 这正符合她做人的风格 桃树小时候听到的事情 大多数都来自她那迷信 脾气不好 说话刻薄的外婆 这位老太太对于解梦之说 深信不疑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就是从她那本百读不厌的解梦书中 找出昨晚梦境的含义 她也迷信狗要是不停地叫 就会有人生病之类的兆头 桃树的奶奶玛格丽特和外婆 完全不一样 她经常向孩子们 讲述上帝的故事 在桃树心里 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她也教育孩子 金钱不是万能的 装到脑子里的知识 才最有用 桃树一家的农场生活 和当时那个地区的其他农家 并无不同 他们家是很典型的农村家庭 家人之间关系亲密 他们共同工作 共同娱乐 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只是年轻人心中 总有着不可磨灭的梦想 农村的生活既艰辛又单调 实在叫人提不起兴致 年轻人总盼着 能走出宾夕法尼亚州的山沟沟 去外面闯一闯 桃树和姐姐艾西西 两人经常坐在古仓外的原木上 幻想离家出走 虽然只是想想而已 但这些美丽的憧憬 足以安慰孩子们的心灵 每到星期天 只要农活还放得下 全家就会歇一天 大家一起看书 他们很少上教堂 一是因为当地教堂不多 离得又远 二是因为农场的活多 常顾不过来 桃树很喜欢星期天下午的读书时间 他把能找到的书都读了个遍 雅各是个勤劳顾家的男人 他很有责任感 也值得尊敬 从各方面来说 都是个好父亲 也是个好丈夫 普鲁登斯在前一年的春天 生下了最小的孩子修 雅各想讨 太太的欢心 他想 要是他能在炎热的夏季 喝上一杯冰水 该会多高兴啊 那是1906年 冰箱还没有发明 要想在夏天喝上一杯冰水 就得兴师洞中 冬天 河流结冰的时候 农夫们在河中取冰 把冰用木屑小心包好 做足隔热措施 然后保存到农场中相对阴凉的冷库中 雅各在冬天费尽心机 存好了冰块 他想着太太惊喜的神情 不禁满心欢喜 可惜的是 当酷暑来临 雅各满怀希望地跑去冷库 取冰的时候 却发现 所有精心保存的冰块 都已经融化了 那一刻 雅各心中的沮丧 实在是旁人难以体会的 就在同一年 打击接二连三地来 有一天 普鲁登斯维全家烤面包 他先仔细地把炉灶的火调好 又检查了炉灰的余温 最后才把面团放到烤箱中 他让艾西西帮忙照看 我要去花园干些活 你帮我看着炉灶 大概过一小时 等面包烤好了 就把他们从烤箱中取出来 明白了吗 普鲁登斯觉得 女儿已经十四岁了 做这点小事 没问题 就自个儿去花园忙活了 那阵子外婆 正在他们家里小住 老太太跑去厨房 闻到了烤面包的香味 艾西西 你妈妈在烤面包吗 是的 外婆 我正看着呢 面包好了后 我就拿出来 于是 老太太开始抱怨 这样能行吗 这火候够不够 得多放些柴火才行 她跑去伐木厂 装了满围裙的松木 然后一股脑全倒进了炉灶里 这时炉灶里煤炭烧得正旺 干柴一进来 火苗立即就往上窜 使得烟囱的温度过热 烧着了厨房顶上的木瓦 于是厨房浓烟滚滚 十岁的桃树正在外面干农活 很快发觉农场里弥漫着农烟 并且随风扩散开来 她抬头张望 发现厨房的屋顶着火了 于是立即跑向厨房 正碰见埃兮兮从里面冲出来 埃兮兮对桃树大声叫道 房子着火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们得赶快抢一些东西出来 快 于是她俩又冲进房子 竭尽全力想抢救出一些东西 其他家人也都赶来帮忙 在房子二楼的楼梯中间 有几袋刚在墨坟厂里墨好的面粉 埃兮兮对桃树说 来 我们一起搬点面粉出来 一袋面粉有将近七公斤重 他俩一人抬一边 使劲把一袋面粉挪到了前院 然后又往回冲 想再抢一袋出来 可是 他们进到门廊的时候 碰上了外婆 老太太正从自个儿的房间 往外运东西 她看到埃兮兮就叫 埃兮兮 快过来帮我搬一下 埃兮兮照办之后 还想回到存面粉的地方 再抢一袋面粉出来 但外婆又从二楼自己的房间 爆出了一堆东西 让埃兮兮帮忙搬 就这样 埃兮兮一直在帮外婆搬着搬呢 等到火越烧越大 再想抢救其他物品 已经来不及 整个房子都烧毁了 同一时刻 桃树正护着两个弟弟妹妹 把他们转移到屋子前的小土坡上 安排他们在木头上坐好 这个地方远离火场 很安全 同时对整个火场的状况 一览无疑 她让弟弟妹妹把头低下 直到危险过去 哪个孩子 想要抬头看失火的情形 桃树就把她的头压下去 她警告他们 不要抬头看 否则你会难过的 据埃兮兮说 桃树曾梦见过这场大火 并告诉家人 一旦失火她 打算怎么做 等到火灾真的发生 埃兮兮才想起这时来 原来桃树事先早有预备 在烧毁的地基上 他们重建了房屋 又住了五年 但生活已经面目全非 前往阿克伦 大火之后 桃树的大哥 曾尼急于自立 他听说在俄亥俄州 阿克伦的固特异橡胶公司 有工作机会 就离开农场 前往阿克伦打工 雅各刚在大火中倾家荡产 现在又遭逢长子远走 一再地打击之下 他实在抗不住了 那年秋季 他出现精神衰弱症状 到了冬季 又因为急性忧郁症住院治疗 虽然第二年春季 他的病情好转 暂时出了院 但之后的几年 他大多是在医院度过的 于是 少年桃树用自己瘦弱的肩膀 扛起了打理农场的重任 他从邻居家借了一头驴 使唤着干农活 多年之后 埃西西回忆那段时期 从那时起 桃树长大了 曾妮送来消息 说在阿克伦有许多工作机会 埃西西和桃树都很想去城里打工 于是经常和妈妈商量 离开农场的事 普鲁登斯理解孩子们的远大抱负 但他也清除雅各对农场的热爱 他们能够说服爸爸放弃农场吗 雅各虽然疾病缠身 但头脑还是清楚的 他心里有数 以他的身体状况 他再也无法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了 他不想为了农场而拖累家人 于是痛下决心 将农场低价出手 然后举家迁往阿克伦 这下桃树可高兴了 桃树心得 从我幼年起 上帝的恩典就伴随着我 这恩典在我活着的时候 会继续伴随我 在我进入永生之后 仍然会伴随我 这我毫不怀疑 上帝给过我的丰盛供应 已经足够我赞美他一千年的了 所以就算他从明天开始 不再赐福于我 也不再爱我 就为着我之前所得到的恩典 我仍要不停地感谢他 仍要含着眼泪 对他发出真诚的感谢 基督徒遭遇属灵征战时的感受 就好像在国外宣交 虽然说着很浪漫 实际经历时 却枯燥乏味 约翰 福克斯的名著 训道时能带给读者美好的阅读享受 但不知这些训道者训道时 是否像我们阅读时那样津津有味 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工 丝毫没有影响到上帝对我们的爱 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亘古不变的 而不是任何事情激发的 十字架不能使上帝更爱我们一点 也不能使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和怜悯 上帝不是因为十字架才爱我们 他先爱了我们 才安排了十字架成为我们唯一的拯救 旁人眼中的桃树同年岁月 桃树在修还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和小伙伴一起去小溪游泳 妈妈是不准修靠近溪边的 因为修时再太小了而且不会游泳 桃树先是做了一个小木筏 把弟弟放在木筏中间 认为这样他就既不会落水也不会弄湿衣服 然后他就和别的孩子一起在水里玩开了 但修突然从木筏上站了起来 然后滑倒掉到水中沉了下去 幸亏米尔德里德及时赶到 他马上跳下水游向了修落水的地方 修很快冒出了头 在水中仰头张望 胡乱挣扎 米尔德里德抓住了他 把他就往岸边 然后拖上岸 由于过度惊慌 米尔德里德开始尖叫 他死了 我知道他死掉了 其实修活得好好的 正哆嗦着站起身来 抖落身上的水珠 这时桃树也赶到了岸边 他抓住米尔德里德使劲摇晃了几下 才使他恢复神志 然后他俩开始犯愁 要怎么向妈妈交代 他俩自己不敢回家 等弟弟身上稍微干了一点 他们就派他回去探风 小夕离家不远 修很快就到家了 他到家后一声不吭 鬼鬼祟祟 十分反常 我发现修的头发居然是湿的 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修害怕得低着头 但就是不肯招 又过了一会儿 桃树和米尔德里德也回家了 我们逼着他俩招供 他们不得不讲述了这个传奇故事 修从湿滑的木筏上 掉下去 差点溺死 事情真相大白 哥哥承尼爱好马术 他特别喜欢爸爸从小养大的一匹快马 马名叫弗朗西斯 他总是在干完农活之后 骑着弗朗西斯练习跨越障碍物 有一天 桃树求承尼让他也骑一次马 承尼那天不知怎么昏了头 居然答应了 他把桃树抱到马背上 然后让马跑了起来 马早已按捺不住 跑得飞快 桃树不会骑马 不懂怎么控制马的速度 只好用膝盖把马越加越紧 免得掉下来 于是弗朗西斯得到指令 高高越起 跳过了第一道障碍 但问题是 马过去了 人却没能过去 桃树从马上摔下 掉进了路旁的水沟里 他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吓得不轻 满脸沮丧 后来 曾尼开始教桃树骑马 没过多久 桃树就知道 如何驾驭弗朗西斯了 桃树小时候 经常用盒子 射陷阱捕捉小动物 但他总是精心设计 使盒盖在动物 完全进入纸盒后才落下 免得动物受伤 有一次他捉住一只 非常可爱的小土拨鼠 于是带回家 和兄弟姐妹 一起把他当宠物养着 这只土拨鼠可以半蹲着站起身来 用钱找吃东西 小孩子们都很喜欢 土拨鼠长大之后 桃树找到有其他土拨鼠出没的田野 就把它放回了大自然 姐姐爱兮兮 桃树博士成长在宾夕法尼亚州 拉荷塞的偏远乡村 所以非常热爱大自然 有一次 我俩一起从俄亥俄州的奥维尔 开车前往纽约州的奈阿克 为了给他一个惊喜 我特地经过了拉荷塞 我们在他亲戚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 又开车去看他家以前的农场 房子已经没有了 但股仓还在 在那里桃树独自散了画布 回忆而时的生活 然后我们在驱车离开 打开阿 随时随地看书 同宫兼好友弗兰克 伯特伦 米勒 在我正式加入教会的那个主日 正巧桃树担任领卫员 他把我领到前排就做 我那时还是个羞答答的乡下姑娘 和她走在一起 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我偷偷对邻座的女孩子说 比走红毯还紧张 结果被她听见了 她那时18岁 穿着体面 英俊潇洒 而我还没满15岁呢 主日下午 在教堂的接待厅 有个专为青年人举办的休闲活动 我和一个好友一起去参加 在那里和桃树正式相识 妻子爱达 第四章 最初的可目 认识桃树博士的人都会同意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描述他的性格特征的话 这个词一定是自律 无疑 大家所看到的桃树和过去 许多神秘主义者一样 过着孤独的生活 但桃树自己觉得 他在操练与神同在时 得到的是与上帝之间最深的友谊 只是在那个时代 愿意投身于同样操练的人 寥寥无几 我从他的讲道之中学到的 以及在宣道见证杂志 担任他的兼职助理期间学到的功课 都使我毕生难忘 虽然他已离我们而去十七年了 但至今 我仍常引述他说过的话 并在我生活的许多方面 效法他纯全的榜样 1912年 俄亥俄州的阿克伦既繁华又忙碌 即将开战的欧洲 有着很大战备物资需求 带动了阿克伦这一橡胶中心的工业发展 这个城市因而变得欣欣向荣 同工兼好友大卫 恩洛 1912年 俄亥俄州的阿克伦既繁华又忙碌 即将开战的欧洲 有着很大战备物资需求 带动了阿克伦这一橡胶中心的工业发展 这个城市因而变得欣欣向荣 来到阿克伦是桃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既标志着一个成长时期的结束 也标志着另一个时期的开始 这个15岁的乡下孩子就在这里长大成人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维克斯堡和太平洋铁路公司当售货员 向乘客出售糖果、花生、书籍之类的物品 这份工作的收入微薄全靠提成 并且他爱书如痴 总是甘坐着读书 而不愿向人兜售 所以更赚不了什么钱 据此看来 销售实在不是他的护照 后来他和姐姐艾西西 在顾特艺橡胶公司找到了差事 陶树的工作是把天然橡胶用手工切割成小块 他上的是夜班 由于工作比较枯燥 他总是在切割的时候 在面前放一本诗集 一边工作一边背诵诗歌 陶树觉得 虽然工厂的工作单调乏味 但总比在宾夕法尼亚的拉荷赛务农要强得多 就是这个想法 激励他在顾特艺努力工作 除此之外 陶树第一次可以自己独立赚钱了 赚的工资不仅可以供应家里的需要 还可以略于一些做自己的零花钱 这让他的自尊心和独立感都得到了建造 那时陶树的父亲五十岁出头 身体状况仍然不佳 难以承担日常的工作 因此除了卖农场换来的那点钱 家里主要是靠孩子们上班的工资维持开支 为了能使家里多一份收入 普鲁登斯留宿了一些短期房客 通常都是刚搬到这里来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在找到固定的住所之前 需要先找个临时住处凑合一阵子 陶树在与房客打交道的过程中 很快学会了看人的本事 自那以后 他几乎完全可以凭直觉 对人做出判断 而且几准无比 陶树发现阿克伦的生活非常激动人心 充满各种各样的机会 他甚至还跑去上了一天高中 老师把他介绍给全班同学后 他心里隐隐觉得自己通过自学 可以学得更好 就再也没回去过 那一天也成了他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一天 之后 他刻苦自学 饱览群书 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另外 陶树全家 在阿克伦生活的最大收获 可能是他们 从此可以稳定地上教堂聚会了 阿克伦有许多教会 陶树家附近就有好几家 陶树开始在离家不远的 美以美会恩典堂聚会 他想把两个妹妹一起带去 但是妹妹们都不愿意 理由是他们没有像样的衣服 不过 在第二个主日 陶树就得意洋洋地带着两个妹妹走进了教堂 他们都穿着新买的漂亮衣服 绝至信主 陶树在离世之前 曾讲述自己信主过程 我多次感谢上帝 因为在我刚刚十七岁 还是个未曾受教的年轻人的时候 圣灵就以美妙而迷人的方式 在我的心中动工 当时我们家隔壁有个邻居姓霍尔曼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 只尊称他为霍尔曼先生 我听说他是个基督徒 但是他一直没有向我传过福音 有一天 当我和这个友善的邻居一起走在路上时 他突然按住我的肩膀 对我说 你知道吗 我一直很想知道 你是不是基督徒 很想知道你有没有信主 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和你讨论一下这件事 对于这样的邀请 我委婉地拒绝了 霍尔曼先生 我还没有信耶稣 不过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会很认真地考虑的 后来 在桃树搬到阿克伦的第三年 也就是1915年的一个下午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发现街对面有一群人 簇拥着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似乎在对他们演讲 但听不清说什么 桃树好奇地跑到街对面凑热闹 这位老人的德国口音很重 所以最开始桃树根本没听懂 他又努力听了一会儿 才捕捉到了一些信息 这时他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老人在讲道 居然就这样在街边讲道 桃树的心里犯嘀咕 这人找不到肯让他讲道的教诲吗 今天又不是星期天 他为什么这么起劲呢 但听着听着 这位年迈街头不到家所传的道 开始在他的心里动工 这位老不到家有那么几句话 是桃树的心头一震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才能得救 就呼求上帝吧 你只需要呼求上帝说 上帝 求你开恩 可怜我这罪人 只要这样 你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 这几句话桃树之前从未听到过 现在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令他感到心头好像有火焰燃烧 这些话唤醒了他心中对上帝深切的渴怒 他慢慢往家走去 老人的话在他心中反复回想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才能得救 只需要呼求上帝说 上帝 求你开恩 可怜我这罪人 点击查看 更多好看的书 桃树回到家之后 静止跑到家里的阁楼上 让自己安静思考 并且与神摔跤 没有人知道在1915年的那个下午 阁楼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从那天起 桃树重生得救 成了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 他踏上了渴慕神的旅程 桃树觉知信主之后 生命的许多方面都有了改变 他变得有些愤世嫉俗 不愿随从不可知论者 或无神论者的想法 几乎是转眼之间 他的生命方向就有了奇妙的转变 因为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 一个全新的世界 向他打开了大门 这个世界的奥妙 使他穷尽一生 甚至在永恒里都无法一一探索的 后来桃树回忆说 当时他太年轻 大概是由于上帝的保守 他才没有因为极度空虚 而精神崩溃 因此 桃树从觉知信主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渴慕神以及属神的知识 永不知足 桃树全家总共有八个人 再加上房客 因此住得非常挤 桃树想在家里 腾出个单独与上帝同在的空间 用来祷告 读经 言经 最后 他发现地下室的锅炉后面 还有一小块地方没有用 于是他占用了这地方 把它打扫干净 整得很舒服 这个小地方成了桃树 远离人群和世俗事物的清静之地 他可以花很长时间 在那里祷告 读经 默想 许多年后 埃兮兮仍然记得 有一次他去地下室拿罐头 结果听到 从锅炉后面 传来一阵呻吟 把他吓坏了 后来他才明白 这声音 是他弟弟在祷告中 与上帝摔跤时发出的 这样独自进行灵修 后来成为桃树的终身习惯 在他生命中 没有任何事情 比认识上帝更重要 失败的冒险 桃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对新鲜事物 有着强烈的探究欲望 好奇心很强 有着抑制不住的冒险精神 这一性格造就了他人生中 最富戏剧性的一次经历 但也使得这本传记 差点就到此为止 就在桃树信主之后不久 他和朋友共同拟定了一个汤姆 索亚式的冒险计划 做个木筏 沿河而下 一直航行到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 如果可能 就继续前行到新奥尔良 他们利用晚上的时间制造木筏 并完善这个计划 桃树把这件事情瞒着妈妈 因为知道他绝不会允许儿子做这种蠢事 经过几个星期的策划和筹备 已经是万事俱备了 当天夜晚 桃树偷偷从他的卧室爬窗出去 和朋友在河岸边会合 他俩把衣物 河流地图 食物等所有必需品都装上木筏 一切就绪之后 两人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 把木筏推进河流 然后驶离岸边 启程展开航行 想要亲自见识一下 这个大千世界 一轮明月从云层中露出来 月光照得河面波光淋淋 河水向他们低声诉说远方的传奇 夜色沉静而安宁 这是多么美妙的开始啊 完全符合他俩对冒险生活的所有梦想 于是他俩划着筏子连夜航行 享受着这个美好的夜晚 天色渐小 两人停下筏子 在岸边烹饪刚刚捕获的鲜鱼当做早餐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享受吗 很快 他们又回到法子上 继续漂流之旅 阳光驱散了水面上的尘雾 气温渐渐升高 浪头也越来越高 而且越往下游水流越急 由于连夜滑奖 他俩的肌肉开始疲劳 甚至有拉伤 两人变得精疲力竭 这使他们只能努力使木筏不要沉默 再也无力控制木筏的方向 木筏开始在水流中打转 当他们还有力气的时候 控制木筏避开礁石是没问题的 但现在两人都疲惫不堪 只能听天由命了 于是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木筏撞在了一堆礁石上 破损得很厉害 接着他们又撞上了另一块礁石 这下整个木筏都散了架 筏子上的人和物品 都被掀到了寒冷的河水中 好在他俩的水性都很好 没有淹死 奋力由上岸之后 他们最后看了一眼那个筏子 他已经完全散架了 只剩下一根根木头 在河水中翻滚 在这次事故中 他们失去了带出来的所有东西 他俩无计可失 只能徒步走回阿克伦 路很长 两人都为失败感到羞愧 于是闷头走路 一声不吭 桃树心中又羞愧又内疚 觉得实在无脸面对家人 见到了家人该怎么交代呢 而且要交代什么呢 他最不敢面对的 就是自己最爱的妈妈 因为最不想伤害他 可是回去后 妈妈将会有怎样的反应 想到这一切 他便没有回家 而是在城里找了个新地方住下 并且换了份新工作 就这样一晃几个星期过去了 桃树把自己封闭起来 认识的人一个也不见 可是有一天 当他下班回住处的时候 刚转过一个街角 便迎头撞上了哥哥层尼 曾尼大吃一惊 叫了起来 这不是桃树吗 你死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 妈妈因为担心你 都急出病来了 他不给弟弟答话的机会 接着说道 你最好今天就给我回家 我会告诉妈妈 今天碰到你了 要是你赶不回家 我就来把你救回去 听懂了吗 你这愣小子 桃树最后还是回了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是他所做过的最艰难 而且最不好意思的事情 但最终 这件事对他来说成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让他今后在侍奉中对也有失败经历的人充满同情 这件事同时也净化了他的心思意念 使他不再着迷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自此以后 桃树又不一样了 他的心安稳了下来 把他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转向了对属灵事物的追求 桃树的家人也注意到了他生命的改变 有一天 桃树的妈妈正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桃树从地下室他的圣所里走出来 妈妈 你知道我爱你 自从我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之后 我就完全改变了 你是否也愿意将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呢 于是就在厨房里 桃树带领他的妈妈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救主 和主耶稣建立了关系 之后 桃树又像小时候长寿他欺负的两个妹妹传讲主耶稣基督 妹妹们也发觉 桃树的生命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点击去除弹窗 桃树在弟兄会的教堂接受了敬礼 但临近的美以美慧恩典堂对他的灵命成长帮助很大 他也成了这个教会里非常活跃的一员 加入美以美慧的决定完全出于偶然 不过他竟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 坠入情网 艾达 塞西利亚 豹兹那时才十五岁 是一个刚从乡下进城的少女 她和另外几个主内的弟兄姐妹正式加入教会 成为教会的会友 桃树受教会指派 在入会仪式中负责将她领到前排 当艾达知道她的领位员是一个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的少年时 显得非常的害羞 落座之后 她忍不住对坐在身边的朋友窃窃私语 比走红毯还紧张 桃树虽然不是故意偷听 但还是听见了这句话 于是艾达就更加害羞了 在上午的礼拜结束之后 教会里的年轻人组织了一次活动 他们先是分成小组茶经 茶经结束后也参 然后在教会的接待厅里 自由交通分享 桃树充分把握了这次机会 邀请艾达和她一起参加下午的聚会 艾达不同意 不行 我要回家 妈妈在等我 但桃树不肯放弃 好吧 那边装了个电话 你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 告诉她有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晚些时候可以把你送回家 艾达忍不住笑了 桃树的死缠烂打取得了效果 艾达留了下来 之后桃树送她回家 那天以后 桃树就不停往艾达家打电话 艾达生于1899年 父母在俄亥俄州布里亭的农村地区务农 艾达的父亲雅各 豹兹拥有德国和瑞士的血统 豹兹家族原本是有爱会的一支 而有爱会是在德美进信会运动中建立的宗派 该宗派的成员由于主张施行尽礼 而被称为丹克尔人 雅各脱离有爱会后 他的父亲约翰和母亲萨拉 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 雅各的妹妹仍然留在有爱会 并嫁给了教会的会友 因此 父母将家族的农场给了妹妹 艾达的母亲凯特 布朗宁、豹兹拥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 他的祖先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 曾组织过邦克山战斗的鲁福斯 普特南将军 这位将军后来向西迁移 并开拓了俄亥俄州的玛利埃塔 作为居住地 艾达的父母都受过教育 并要求家里的孩子 至少接受高中以上的教育 艾达从小喜欢读诗歌 而且自己写诗 他有不少作品 在当地的报纸发表过 在艾达家农场的角落里 有一个小小的卫理会教堂 艾达和母亲凯特 稳定地在那个教堂聚会 艾达也是在那个教会的 布道会上回应了呼召 将她的生命交托 给了耶稣基督 当时阿克伦的工业非常繁荣 当地橡胶厂人手紧缺 甚至不惜聘用妇女和同工 豹兹一家希望能在其中得意 因此举家搬迁 这和当时的许多家庭情况类似 豹兹一家搬到了阿克伦东边的 顾特义高地 这是顾特义公司为了帮助公司员工 尽快安家而提供的居住点 凯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不仅在家庭生活中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 并且经常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做见证 他做见证的性质如此之高 以至于有些人觉得他太唠叨了 但无论如何 他影响了许多人 其中包括桃树 爱达对妈妈非常崇拜 对他的教导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他觉得妈妈是妇女的榜样 各方面都值得学习 凯特非常认真地为爱达的婚姻祷告 求上帝使爱达和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建立婚约 并且这位基督徒最好愿意全职侍奉 他一见桃树就感到非常满意 他借给桃树一些属灵书籍 建议他购买一本斯科菲尔德注释本 圣经并认真查考 圣灵充满 桃树信主一年半之后 在和凯特一起祷告时 经历了圣灵充满 凯特对他说 年轻人 你必须屈膝在上帝面前 并且向自己死 圣灵才会充满你 他以亲身经历向桃树做了见证 并且耐心地把这个道理详细解释给桃树听 有一天晚上 在他家里 桃树在沙发前跪下 和凯特一起祷告 他立即感到被圣灵充满 后来 有一次桃树在讲道时 回忆起自己被圣灵充满的经历 那时我十九岁 正在热切祷告的时候 被圣灵的大能浇灌 接受了圣灵的喜 我非常清楚 上帝在我里面做的是什么 在那个时刻 外界的一切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 在感动和信心之中 我得以从万事的虚空中超脱出来 并转向那最重要的事 让永活上帝的圣灵完全掌管我 上帝为了他自己的缘故 借着我的事工所成就的一切事情 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 都源自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 所以我要为基督身体的属灵生命祷告 也要为永恒的圣灵 借着上帝的儿女们 他的器皿 所行的永恒事工祷告 后来桃树以文字的形式 对圣灵充满这一主题 有了进一步的描述 让阅读的体验更美好一点 据我所知 无论是在新约还是旧约里 或是圣徒的见证中 都找不到任何被圣灵充满 自己却不知道的例子 也没有人会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的 更没有人是被圣灵逐渐充满的 许多半信半疑的人 都像亚当躲在三棵树后面那样 躲在谎言之中 将自己隐藏起来 不愿与上帝同在 但这几棵树实在 不是什么好的掩护 如果有人不知道 他是否曾被圣灵充满过 那么他就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如果有人希望自己 逐渐被圣灵充满 那么他就永远不会被圣灵充满 有哪个丈母娘 不希望接受这样的女婿 成为家中的一员呢 在陶树和艾达初次见面后的第三年 1918年4月26日 也就是他生日的前五天 他俩正式结为夫妻 陶树心得 从宗教的妄想中 得到解脱的唯一方法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生命的主 在一切的事情上顺服他 向真理降服 让他得着我们 顺服和降服 确实是无比困难的 但对真信徒而言是必须的 人生的每一步 都在上帝的安排之下 所以真信徒的生活 是完全有保障的 对他来说 遭遇不幸这样的事 是不可能的 除了上帝指定的时间 谁也不能使他 提前离开世界一分钟 上帝要他走的时候 也没有谁能使他在世界 多留一秒 他不会在红尘中 独自流浪 也不是时空的弃儿 而是主所宠爱的圣徒 主特别的关爱 伴随着他 对于十字架 许多见解是不恰当的 并且这些错误的见解 引申出了有害的教导 其中之一 就是认为 基督急于受死 为要及时抓住上帝 愤怒的臂膀 好使惩罚不落在我们头上 这种见解并不出自圣经 而是人因自己的有限不明白 救赎的奥秘 却要强解 于是得出异想天开的结论 我们之所以得救 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 与另一个位格 发生了对抗 而是独一上帝的三个位格 在永恒里共同的工作 这工作是和谐 荣耀的 我们的陋习 使我们与上帝之间 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陋习 就是我们宁愿自己设立准则 也不愿遵守 上帝早已为我们制定的准则 我们虽然嘴上很强硬 表示眼泪并不能令我们混淆是非 但恐怕 我们的内心 常因为拥抱了带泪的异端 而充满负罪感 我们任凭属肉体的同情心泛滥 结果站在了对抗上帝的人本主义阵营里 第五章 踏上侍奉之路 我是在桃树墓会的芝加哥南城 宣道会成长的 这段经历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 就是喜欢安静的敬拜 可求更多认识上帝 爱唱优秀的圣诗 爱读敬前圣徒的名著 对多数讲道都不满意 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讲道 宣道会牧师大卫 木耳 1918年4月26日 桃树和艾达在美伊美慧恩典堂许下婚事 正式结为夫妻 那时的桃树受教育程度低 英语讲得不好 还经常夹杂着宾夕法尼亚方言 不过是一个在顾特意上班的普通工人 爱达以为他俩会这样 一直靠工厂的工资养家糊口 绝想不到桃树会成为 享誉世界的牧者和广受尊敬的基督教作家 尽管如此 桃树未来的发展方向此时也已略见端倪 结婚之前 他曾特地向工厂请假 和姐夫约翰 杰弗斯一起前往弗吉尼亚州西部的 芒特普莱森特 参加一个为期数周的短宣活动 通过这次短宣 有许多人重生得救 结婚一个半月之后 桃树和姐夫重返芒特普莱森特 而且带上了妻子爱达 他们整个夏天都在挨家挨户传福音 几乎每晚都借用山区的学校开不到会 还在亨廷顿利用帐篷举办聚会 有许多人通过他们的事工信主 这次宣交经历 令年轻的桃树夫妻非常开心 爱达回忆说 桃树信主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受的教育也很少 他是完全依靠上帝来做成这些事工的 就在此时 桃树接到了入武通之书 要求他前往俄亥俄州的 其利科西兵营报道 其实再过一个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结束了 但当时谁也无法准确估计后来的局势 所以这份通知书完全打乱了他俩的计划 令他们烦躁不安 桃树夫妇除了口袋里的几张灵钞之外 几乎是一文不明 要是桃树参军报国去了 把爱达留在弗吉尼亚 可该怎么办呢 爱达回忆说 我那时才十八岁 最开始我以为自己只能一个人留在那里了 所以我坚持要回娘家 多亏当地基督徒的接迹 他俩才有钱买了两张火车票 一张给桃树去奇利科西军队报到 另一张给爱达回阿克伦 这次旅行异常艰苦 令夫妻俩记忆深刻 火车上不能睡 所以他俩只能整夜坐着 在俄亥俄州的克诺瓦转车的时候 又等了很久 爱达回忆说 到了阿克伦的巴尔的魔火车站后 我俩互相告别 桃树继续前往奇利科西 我身无分文 先回了娘家 再赶去上班 1918年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签署了 所以桃树在军队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就提早退役 回家过圣诞节 爱达的妈妈凯特和其他几个人一起 在顾特一高地的社区中建了一个小型五旬节派教会 凯特偶尔会邀请女婿前往正道 早期传道生涯 桃树在讲道上的进步让爱达感到很欣慰 他评价说 虽然他的英语还是很差 而且掺了许多宾夕法尼亚方言 但好像听到的人并不是太在意 我觉得我丈夫讲道很棒 所以我尽全力支持他的服饰 那阵子桃树还是个相当积极的街头步道家 几乎每晚他都去参加街头的福音聚会 虽然他的英语还不是很地道 但至少已经可以侍奉了 他从中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每一每慧恩典堂不太认可桃树的新方向 当然他们既不反对传福音 也不反对教会会友参加侍奉 但他们认为街头不是步道的理想场所 而且有志于全职侍奉的人 应该先去大学和神学院接受装备 与此同时 桃树认识了好几位街头步道者 他们都说自己是附近宣道会的会友 原来宣道会有好几个经常上街步道的小队 和桃树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工 桃树心想 虽说这个教会名字很拗口 但其中的成员都和他志同道合 特别有传福音的负担 于是桃树夫妇打算去这个教会看看 去了之后 他俩和塞缪尔 杰罗牧师进行了交流 就是这位牧师组织年轻人参加传福音小队到街头步道的 回家的路上 桃树对爱达说 我很喜欢这个教会 我们从今天起就参加这个教会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 很快桃树和爱达就积极投入到宣道会的教会生活和侍奉中去 并且听到了一些在每一每会恩典堂没有听过的教导 比如四重福音 即耶稣基督是救赎主 使我们成圣的主 医治者 再来之王 再比如生命尽身 等等 小两口十分渴慕上帝 他俩抱着欢喜的心情在这里畅饮圣经教导的甘全 杰罗牧师还允许桃树借阅他的藏书 并让他在教会讲道 点击去除弹窗 教会发现桃树夫妇对信仰十分认真 因此尽可能支持和鼓励他们 当时宣道会正在积极考虑 执堂 建立新的教会需要有更多传道人 所以总会一直在物色合适的人选 很快 阿克伦教会的领袖就把桃树推荐给了宣道会 美国中部地区的监督哈利 舒曼牧师 在弗吉尼亚州西部的施工 弗吉尼亚州西部的斯通伍德 宣道会正在物色年轻传道人 该教会1916年游园爱尔兰 派往非洲的宣教士罗伯特 坎宁安牧师建立 1916年夏天 坎宁安牧师在克拉克斯堡周边 开展代职宣教工作 这个教会就是他为福音劳苦的果实 教会造了一个小房子做教堂 只有一个房间 连地下室都没有 通过舒曼牧师的推荐 坎宁安牧师知道了桃树这个年轻人 于是他邀请桃树参加教会举办的 为期两周的福音营 桃树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 但大家发现他真的非常热心 而且有为主得人的热情 他在营会上努力传福音 并接出不少果子 教会总结了他这两周侍奉的情况之后 决定邀请他担任传道人 桃树接受了这份邀请 从此开始在宣道会全职侍奉 桃树在接受这份邀请时 压根没想到回阿克伦和爱达商量一下 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 艾伦说 他就这么二话不说的去了 也不想想把我一个人留在娘家怎么办 我那时还在上班呢 结果还是我给他写了封信 告诉他我和父母要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 然后我会去克拉克斯堡和他会合 斯通伍德宣道会在桃树带领下的增长 引起了摩根敦宣道会的关注 摩根敦宣道会虽然也是个小教会 但总比加斯通伍德宣道会要大一些 而且更有增长潜力 他们刚完成了建堂工作 正摩拳擦掌的要对当地社区开展大型的福音步道施工 1921年 摩根敦宣道会向桃树发出邀请 他接受了 于是从1921年12月4日起 桃树开始了在摩根敦的侍奉工作 当时基于平信心生活的理念 宣道会的许多教会并不向传道人支付工资 而是采取所谓自由奉献的方式 教会会有从他们的十一奉献及其他奉献中抽取一部分 送给传道人作为生活补助 传道人全家的生活就是靠这些奉献维持的 桃树家里那时钢天丁 后来他们共生了六子一女 这么大一家子的吃穿住行都是凭着祷告和信心之取的 上帝总是及时供应他们 有时候眼看着快段吹了 正好教会的会友路过 还顺道带来了一包食物 于是全家就会为这顿饭感谢上帝 虽然日子过得艰难 桃树却感到很光荣 因为它是回应上帝的呼召过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有人认为顺服上帝很难呢 难道上帝没有应许会供应信徒的日常所需吗 有一次 桃树写道 每一个凭信心生活和侍奉过的人 都会想起上帝曾如何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和太太在全职侍奉的早期 要是没能在饮食和其他事情上完全信靠上帝 恐怕早就饿死了 我们确信上帝可以赐给他的儿女金钱 但我们若是单单为了钱而兴高采烈 却不归荣耀给上帝这位赏赐者 就太不像话了 桃树在早期侍奉生涯中 学习到的信靠上帝的功课 在他以后的日子显得尤其宝贵 他一生都没有背离对金钱和物质的正确态度 有依有识就当知足 桃树没有依靠写作或其他任何事工发家致富 而是放弃了大部分板税收入 即使在侍奉生涯的巅峰时期 桃树的收入也是很微薄的 不是教会不愿意向他支付更高的薪酬 而是桃树总觉得已经够用了 他在教会之外的地方讲道后收到奉献时 往往会转赠给公益组织 多年以后 教会治理委员会把为他加薪的事情列入了一层 开会讨论时 桃树要求离席 离开前还郑重提醒治理委员会他家里一无所缺 因此 治理委员会不了解他家里的拮据情况 也在所难免了 宣道会不仅在早期以这样特殊的方式 供应许多传道人 现在还有一个仍在遵循的传统 传道人只有在经过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侍奉 并得到认可后 才会被案例为牧师 桃树在斯通伍德侍奉一年之后 地区圣旨委员会约见了他 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对这位年轻传道人心存疑惑 因为从他在弗吉尼亚西部山区的侍奉中 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潜力 不过他们并没有轻易否定他 1920年8月18日 在克利夫兰的比尤拉海滩圣经会议中心 圣旨委员会正式案例桃树为牧师 圣旨之曰 桃树不敢轻看他领受的圣旨 接受案例之后 他找了一个废弃的营地 在那里默想 祷告 向上帝倾心吐一 后来 他把当时自己在上帝面前许下的誓言 整理出来 发表在宣道生活上 他整理出的誓言如下 主啊 我因听见你的声音而害怕 在这凶险严峻的时刻 你竟呼召我去执行这奇妙而可谓的使命 你的大能将要振动万国和天地 唯有根基巩固的功成方能屹立不到 小月月 你不喜欢我吗 为什么还不理我理我 哦 主啊 我的主啊 你竟弯腰垂顾我 赐给我这样的荣耀 使我做你的仆人 这荣耀的职份 是无人能够自取的 唯有你护照的人能得到 就如亚伦一样 你竟定我为你的使者 拆派我将你的信息 传扬给那些内心刚硬 有耳不听之谜 他们既已拒绝了你这位主人 我并不指望 他们会接受我这个仆人 我的上帝 我不会再哀叹 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中虚度光阴 因为负责的是你 而不是我 你竟对我说 我认识你 次之分于你 使你分别为胜 你竟还对我说 你要到一切 我拆你去的地方 传讲一切 我要你说的话 我是谁 怎么敢与你辩论呢 怎么敢质疑 你以君王的权柄 做出的决定 所以就这样吧 求你照你的意思成就 而非我的意思 我深深知道 你是先知和使徒的上帝 我若是尊敬你 你也必尊敬我 因此 求你帮助我 使我谨守这庄严的誓言 使我在今后的生活和侍奉中 都尊你为大 无论得失生死 一生不为此事 上帝啊 时候已到 求你做工 因为仇敌闯入你的牧场 羊被撕裂 羊群被驱散 假牧人却吃笑说 没有危险 对这大难视若无睹 当狼逼近 要杀戮毁坏之时 羊群却被故宫哄骗 跟从他们 而且笃信不移 因此我恳求你 赐我锐利的双眼 以便发现仇敌的踪迹 赐我智慧 使我得看见 赐我勇气 使我忠实传扬我所见的 使我的声音 像你的声音 这样你的羊 即使患病 也能认出这声音 并且跟从你 主耶稣 我为我属灵的预备 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按手在我头上 告我做你新约的先知 求你使我不要 失去先知的呼召 沦落为宗教文士 求你保守我 使我远离诅咒 不像新派牧师那样 传讲黑暗的谎言 求你保守我 使我远离诅咒 好让我坚持真理不妥协 不装模作样 不把护照当作工作 求你保守我 让我不以教会的大小 受欢迎程度 或奉献的多少 来判断教会成功与否 求你帮助我 铭记我的职份 我不是推销员 也不是宗教文士 而是你的先知 求你使我成为众人的仆人 医好我的灵魂 使我远离肉体的私欲 和野心 求你保守我 使我不想要讨人的喜悦 你既拯救我脱离万事的束缚 也求你使我不要终日 无所事事 上帝呀 向我显明你的可畏 在我与黑暗的疆域 势力 掌权者征战之时 求你领我到祷告的那时 求你保守我 使我不沾染贪淫好食 和晚睡晚起的恶习 求你教导我自律的功课 好让我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我甘愿在此生之中 承担繁重的工作 领取微薄的公价 我不求生活安逸 即使有人寻求好走的人生道路 我也要努力不被捷径所吸引 我要在努力不论断他们的同时 走那条难走的路 我要对反对我的人有所准备 当反对生来临时 我要平静接受 或许你的仆人会跌倒 愿那时你仁慈的百姓仍然支持我 并把我从跌倒的阴影中拯救出来 这样我将深深感恩 求你教导我 使我能以无损我的灵性 或属灵能力的方式 使用我所领受的一切 若是出于你的慷慨 使我在你的教会中受到尊敬 求你让我记得自己的不配 这样的尊敬是你的赏赐 我本不配领受你的些许恩典 众人如果对我认识更深 如同我对自己的认识的话 必然不会给予我如此尊敬 他们或会尊敬更配得尊敬的人 天地的主 无论我未来的年月是长是短 无论你何时取走我的生命 我都将它完全奉献给你 无论你是要我在大人物之前站立 还是去服侍底层的贫穷人 我都愿意 选择权不在我 我不擅作主张 我是你的仆人 我遵行你的旨意 你的旨意甘甜 好过世上的地位 财物和名誉 我选择顺服你的旨意 胜过天地间的一切 虽然我蒙尼拣选 接受了这份神圣之高的护照 但求你让我时刻牢记 我不过是尘土所造之人 有着与生俱来的缺点和血气 因此我的救主 我的上帝啊 我向你祈求 求你保守我 使我不要再希望 祝福别人时 反而给别人带来伤害 求你将你的大能 借着圣灵充满我 好让我在这大能中 不仅宣扬你的公义 更宣扬你自己 在我上有能力之时 我都会广为传扬 你救恩的大爱 亲爱的主啊 待我年纪老迈 身体衰残 疲惫 无力前行之时 请为我在天上 预备一个地方 好让我在永恒的荣耀之中 得与你的圣徒同列 阿们 桃树心得 我发现大多数基督徒 在日常交谈中 彼此造就很少 损害很多 很少人能够一直交谈 而不把话题降格到 有害无益的地步 就我个人而言 我在基督徒团契生活中 获得的益处很少 并且我相信 迄今为止 别人在团契生活中 从我这里得到的益处 也极其有限 有些传道人 已经发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 幸福妙方 这一简单方法 就是平信心生活 平信心生活 就不会有经济困难 因为它只需向上帝负责 而上帝则负责 它的日用饮食 上帝的仆人是靠着玛纳生活 因此顺服这种安排的人 是不会饿死的 只要信心能达到的地方 就会有玛纳 越早向上帝的旨意投降 就能越快享受它的祝福 第六章 新手牧师 陶树是真正的当代先知 他不惧怕任何个人或团体 讲道时直指听众的良知和意愿 可能有人读他发表在宣道周刊 和其他媒体上的评论时 觉得他很喜欢在写作中指摘别人 但如果你总结他那些犀利的评论和观点 会发现他常常是对的 罗伯特·库克博士 陶树从弗吉尼亚州西部的摩根敦 转往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南城宣道会 并在那里一直侍奉到1924年 他继续参与社区的传福音工作 并经常受邀在别的教会讲道 当地十分流行举办暑期圣经大会 陶树经常在这样的聚会中向年轻人传福音 陶树在托莱多侍奉的日子很短暂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可能是他父亲的来访 父亲留给陶树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完美 雅各是位严妇 陶树从小到大不知挨过父亲多少走 而且在陶树的少年时代 父亲因焦虑症而长期住院 无力养家 这给家里人 特别是他的太太 陶树的母亲 带来很大的压力 陶树增先后 向母亲和其他家人传福音 他们也都信了主 但雅各始终游离在救恩之外 这次来托莱多 雅各去听了陶树的讲道 不料竟大受震动 接受了福音 聚会结束时 陶树邀请愿意信主的人走到台前 在众人面前公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他父亲从座上站起 走到前面 跪倒在地 将他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 雅各的生命立即有了很大变化 从那时起 他不再一样了 陶树的妹妹记得 打那之后 父亲的嘴里经常哼唱着圣诗 他最喜欢的圣诗 就是当点名诗 几年之后 他的葬礼上就用了这首圣诗 1924年12月 是桃树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自此 他在印第安那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宣道会 开始了为期四年的侍奉 这家教会与临近的另一家宣道会合作 出版了一份月刊 该刊1925年1月 发布了关于这位新任牧师的消息 本教会对艾登、威尔逊、桃树牧师 发出牧会邀请 他本人已欣然接受 桃树已履任本教会的新任牧师 并于12月7日的主日上午 首次在教会正道 桃树牧师虽然年轻 但信仰成熟 及有智慧符合传道人的三重素养要求 及拥有圣灵内住的能力 熟悉圣经知识 能够有力地传讲属灵信息 地区监督哈利、舒曼牧师和本教会前任牧师 罗伯特、格林沃尔德均极力推荐 教会治理委员会认为 桃树牧师能来我教会牧会 实属我教会之荣幸 这段文字既可能是教会秘书 认真琢磨出来的文稿 也可能是牧者委员会的主席 如释重负之后写的 当然 无论如何 这真实地反映了教会会友的心声 他们由衷喜爱这位理性 思想深刻的年轻牧师 在牧养印第安奈波利斯教会之前 桃树侍奉的都是小型教会 他的工作重点是向社区中为信主的群众传福音 因此他多数讲道都是不到性质的 那时他的榜样是保罗雷德 雷德是二十世纪初非常活跃的步道家 接替宣信博士担任宣道会的主席 桃树在不同场合听过雷德的步道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 接过了雷德传福音的负担 也学习了雷德独特的讲道风格 但印第安奈波利斯的教会和他之前侍奉的教会不同 这个教会已经颇具规模 惠众期待从牧师每周的讲道中得到牧养 因此桃树必须钻研圣经 向上帝敞开自己 才能与惠众分享上帝的丰盛 桃树仍然会接到邀请去别的地方讲道 但是渐渐的人们要求他主日讲道的题目 不再是步道性质的 或者仅仅是针对年轻人的 而是关于圣经的教导 因此他施工的重心开始转变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非变不可了 在印第安奈波利斯 桃树信主之后 养成的努力学习的好习惯 开始有了回报 当时还没有发明收音机 电视机更是联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桃树把工作之余的时间 都用在了寻求上帝上 他认为亲自认识上帝 而得到的知识 是其他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在其他方面 他也同样认为 应该努力取得第一手的知识 桃树有着难以满足的求知欲 他自创了一套学习方法 如饥似渴的博览群书 他渊博的学识 都是从阅读中获得的 书重 现在还有人记得 桃树那时是图书馆的常客 每逢周一和周三 人们总会看见桃树抱着一大堆书去图书馆 他要先把这些书还了 然后再借同样多的书回家 教会会友到这个年轻牧师家里拜访时 他总是猫在二楼啃书 当时的一位会友说 你就算把房子拆了 桃树也不知道 桃树对于祷告和学习是如此投入 以至于有人开始为他担心 担心他追求上帝勤勉过度 会把整个人搞垮 雷蒙德、麦卡菲多年担任桃树的助理牧师 他记得桃树曾向他讲述过这些早年的经历 当时宣道会有些与他同龄的牧师 觉得他陷得太深了 还经常为此批评他 麦卡菲说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 桃树总是会笑着说 现在他们肯听我讲到了吧 桃树有个与众不同的能力 就是能够快速消化读书所得到的知识 他不仅爱阅读 还爱思考 他经常提出忠告说 用在思考上的时间和精力 应该是用在阅读上的十倍 这正是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功课 独立思考 并得出不受其他人干扰的结论 在谈到他那段时期的侍奉时 当年的一位会友表示 桃树15分钟的讲道中所含的信息 比许多讲员一小时的讲道还要丰富 虽然桃树事工的重心有所转移 但不代表他放弃了早年对福音步道的热爱 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发现了许多传福音的机会 桃树和临近宣道会的牧师弗兰克 米勒经常一起在工厂午休的时间 举办露天步道会 对于两位年轻的牧师来说 这是很好的锻炼 许多工人喜欢在他们讲道的时候 瞎起哄 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 想让他们下不来台 刚开展这项事工时 桃树碰到这种情况会有些慌乱 但他经常可以集中生智 控制住场面 几次下来 他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这样的辩论 并且每个棘手的问题 他几乎都能应答如流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年月里 桃树兽被人称为老爸牧师的爱德华 怀特赛德的影响越来越深 怀特赛德牧师极大的献身于祷告 他不是以讲道文明 而是以祷告为人所知 被称为匹兹堡的祈祷者 怀特赛德牧师培养了大批的年轻人 把他们拆派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南部地区建立教会 回过头看 这位属灵伟人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是大的难以估量 怀特赛德的祷告生活对桃树有很大的激励 他1927年8月8日离世后 桃树用了整整一周挨到这位属灵伟人 印第安纳波利斯教会的现状 迫使桃树拓宽了讲道题材 使他的讲道有了长足的进步 并且很快因此声明确起 不仅如此 在这里侍奉还使他开始挑战写作 曾刊登他就任消息的教会月刊《生命之光》 每次初刊时都会按惯例刊登一篇牧师的正道文章 这就要求桃树将自己的思考 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为了这些文章 他煞费苦心 努力推敲 希望能使读者受到足够强烈的震撼 他在那段期间磨练出的写作技巧 最终为他在基督教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初入文坛 很快 《生命之光》月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 桃树心得 这些精辟的短文 取材于桃树的讲道和他的研究成果 桃树心得很快成为月刊上广受欢迎的栏目 甚至其他地区的教会和牧师也希望一睹为快 于是刊物的订阅量上升了 刊物大受欢迎后 却招致了当地一些牧师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份刊物在与宣道会官方刊物宣道周刊竞争 在这场愚蠢的争议中 桃树成了靶心 他因此更出名了 印第安奈波利斯教会对桃树的服饰反响非常热烈 而桃树也期望有所报答 他是个有报复的牧师 心气很高 一心希望为上帝做更大的事 他看到教会在稳定增长 心里很是高兴 那段时期他家里也在不断添丁 儿子已经生了好几个 桃树很喜欢印第安奈波利斯的教会和会友 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侍奉一辈子 但桃树在那里的侍奉并不总是风平浪静 他也经历到狂风大浪 桃树回忆说 曾有一位有钱没脑子的人离开教会 并在街角另建了一座教堂 他说他无意针对我 只是想要一个更大的 更有发展的教会 这人说这话 是在皮里阳秋的批评桃树工作做得不到位 桃树很难过 他后来自我检讨说 我那时还太年轻 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头上 就到上帝面前哭诉 上帝引导桃树去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在那段经文中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 他降领他们到他预备的地方去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 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但上帝又接着说 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我要渐渐地把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等到你的人数加多 承受内地为业 上帝通过这段经文向他说话 小子 要是我现在就把更大的侍奉交给你 你根本担不起 所以我要从你这里慢慢地拿走一些 不过将来我还会再慢慢地加添给你 从那以后 桃树发现 自己的事工开始渐渐增多 经过这次严酷的考验 他写出了得着属灵能力的五个誓愿 那位有钱人 殷切希望能建立一个有大发展的教会 后来怎么样了呢 那家教会确实是在发展 桃树说 然后又加了一句 是往地底下发展呢 桃树心得 牧师在主日讲道的时候 应该保持平时的本色 而不是装腔做事 虽然他的讲道内容 不能和日常交谈的内容一样 但讲道时的语气和举止应该一如平常 除了祷告之外 可能没有任何教义 比信心更引人关注了 同样 也没有任何教义 比它更少被人了解 我们现在的问题 在于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现今的趋势就是 我们大量堆积各种互不相关的事实 却缺乏一个统一的理念 给这些事实赋予意义 那些小巧玲珑 精致优雅的文摘类杂志 总喜欢刊登 只要有梦想 就一定会实现之类的文章 以激励大家的信心 结果大家读得多 见得少 从许多方面来看 这比愚昧更可恶 历史上的先知和宗教改革家 是为数不多的 有坚定信仰的人 他们极其专注于自己的事工 集中的精力 为他们的生活 添添了更多力量 第七章 新的机遇 那天我如约去了桃树的办公室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他的办公室 和我想得很不一样 房间不大 家具一般 虽然整个房间 感觉灰蒙蒙的 但挺有生活气息 桃树穿着他标志性的 外套加毛衣 和矮可亲 他带我到处转了转 问了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我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对桃树的畏惧之心也消失了 从那以后 我知道了 桃树是各属灵伟人 但他还是挺容易接近的 基斯 贝利博士 桃树长期在宣道会侍奉 宣道会也深深影响了他 这个宗派是由宣信博士 在缅因州创立的 创立时 宣信正在纽约一家名为 福音会墓教会的独立教会墓会 因此这个新的宗派 早期主要以纽约和多伦多为轴线 集中在美洲的东北地区发展 偶尔会影响别的地区 宣信博士是时候 芝加哥的保罗 雷德旭任宣道会主席 他鼓励成立已32年的宣道会向西拓展 并任命罗伯特 布朗为西部地区监督 负责密西西比和以西的广大地区 罗伯特 布朗是个出色的传道人 对传福音和宣教很有热情 并且忠于职守 是负责这项事工的不二人选 后来 布朗因主持世界第一个宗教类电台节目 而享誉全球 该节目由伍德曼保险公司资助 1923年4月8日 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 WOW电台首播 并最终成为全世界播出时间 最长的电台节目 话说回来 布朗上任之后的头一件事 就是在芝加哥建立教会 为此 他租下当地师范大学的礼堂 在艾克勒等几位宣教士的协助下 一连举办了六周的福音聚会 芝加哥的教会是1922年3月2日正式成立的 布朗担任第一任教会领袖 接着是费林 梅尔泽和约瑟 霍夫 他们在南城购买了一个大型车库 把它改建为礼拜堂 并取名为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 后来 教会的会友增长至80人左右 在当时算是宣道会中规模较大的教会 根据当时宣道会的普遍做法 教会只在主日的下午和晚上有敬拜 这是为了不与其他宗派上午的主日敬拜时间产生冲突 那时的宣道会觉得自己还算不上是个宗派 他们只是呼吁在各宗派中有普世宣交负担 并渴望与上帝同行的基督徒加入他们 因此 宣道会的支持者们来自各个宗派 并仍然定期参加他们自己宗派的聚会 约瑟、霍夫离任之后 南城福音礼拜堂的牧师职位有了空缺 布朗负责为教会物色适合的牧师 他马上想到了陶树 布朗和陶树是在宣道会的会议上相识的 陶树的讲道令他印象深刻 他俩虽然性格迥异 却成了朋友 得知布朗向芝加哥教会推荐陶树后 教会里的一对年轻夫妇也感到很兴奋 因为他们曾在暑期圣经营会中听过陶树讲道 芝加哥教会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牧会的陶树 写了好几封信 邀请他来芝加哥牧会 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教会很复兴 会众也非常关照这位年轻牧师 所以他无意离开 把这些邮件都随手扔了 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 芝加哥教会求贤之心甚切 不停地给陶树写信 最终陶树不得不答应他们 某个主日去芝加哥讲道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 陶树赶在三点的主日敬拜之前抵达了教会 那次主日敬拜中 负责主持的弟兄名叫弗朗西斯 蔡斯是一位商业广告艺术家 他和陶树握手致意 并简单介绍了敬拜的流程 之后两人上台 开始了当天的敬拜 蔡斯后来回忆到 陶树其貌不扬 身材矮小 一头茂密的乌发 脚穿高帮 搭扣皮鞋 配细长的黑色领带 他的穿着在芝加哥显得比较吐气 轮到陶树讲道时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神色自若地走上讲台 毫不客套 直接向会众宣布了正道题目 上帝的名人堂 正道经文是西伯来书十一章 会众很快忘记了他寒酸的外表 被他的讲道深深吸引了 陶树讲道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很新鲜 他的嗓音和语气很有魅力 语言简洁却有气势 讲道内容能使会众饥渴的 灵性的饱足 陶树的讲道深深触动了每一个人 聚会结束之后 几位资深会友和治理委员会成员悄悄而语 千万别让他给跑了 但教会的盛情邀请 没有换来陶树的积极回应 当时美国总统卡尔文 库利奇刚刚拒绝了连任 他发表的声明 我不会就任 正被各大报纸大肆炒作 成为头版头条新闻 那天下午的崇拜结束后 治理委员会顺理成章地和陶树商量 邀请他来募会的事 结果总统的名言被他拿来当挡箭牌 我不会就任 那天的晚间敬拜和下午的敬拜一样 令人印象深刻 陶树在晚堂的正道主题是死里复活 这次正道令会众更加相信 他就是教会牧师的不二人选 无论如何都要请他留下牧会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是什么使得陶树最终下定决心 去芝加哥教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 陶树感觉到他的事工 渐渐有了新的方向 规模也越来越大 可能他认为芝加哥教会的邀请 是这转变的一部分 所以他后来再次前往芝加哥 而且这次态度变得更开放 他不仅在教会讲道 而且和治理委员会开了一次会 并花了些时间 为他那一大家子人找房子 陶树在与治理委员会的会议中 明确了他侍奉的重心 他不希望承担日常探访工作 因为他的事工需要长时间地学习 研究 祷告和默想 既然他要在主日为养主的养群 那么就无法把平时的时间用来探访他们 虽然陶树提出的条件不一般 但治理委员会仍然认为 他是教会牧师的不二人选 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和祷告 治理委员会答应了陶树的条件 并向他发出正式邀请 这一次陶树接受了 委员会很高兴 他们立即给会员名册上的所有人 发出邮件通知 我们选定他 他接受了 并将在1928年11月4日正式上任 他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 艾登 威尔逊 桃树牧师 但这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桃树牧师 仍然顾虑重重 虽然他在向印第安纳波利斯教会辞职时 表达了真挚的歉意 但内心仍然没有平安 他担心自己的做法过于草率 觉得很过意不去 也不确定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全家人开始为搬家准备行李 可是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但最终 陶树带着妻儿和行李 向住了四年的牧师宿舍看了最后一眼 便开着他那辆1925年的奥克兰轿车 驶向芝加哥 多年之后 陶树向弗朗西斯 蔡斯谈起这段经历时说 当我驶离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区之后 再想到这个决定 我的灵力突然变得火热起来 内心中充满了甜美的平安 我终于明白了 我确实是在照上帝的旨意而行 陶树即将踏上上帝为他安排的生命旅途 陶树心得 在棒球比赛中 球员出局后会自动离开赛场 坐在板凳上观看比赛 不再参与 如果这一规则适用于教会的治理委员会成员的话 那就太好了 不久之前 有位传道人哗众取宠地宣布 下个主日晚间敬拜的正道题目是 可别把衬衣撕开 正道经文是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正道的主题是悔改 正是这样的事情使人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 传道人竟以如此轻浮的方式宣讲如此严肃的主题 简直不可宽恕 是时候了 基督徒应该对这种小丑戏般传讲福音的方式 郑重其事地表示反对 一位听过目的正道的人曾说 他是我所见过最恳切的讲员 恳切至极 正是目的端正的态度 令他的正道信息有吸引力 没有生命的解经 就跟完全没有圣经一样 必定会使教会衰亡 传道人的信息必须有生命 才能产生效果 他必须通过信息警示 唤醒 挑战会众 他必须发出上帝当前发出的 针对特定群体的声音 不仅如此 他还必须发出先知性的预言 传道人必须是个先知 旁人眼中的桃树 记忆片段 我离开比尤拉海滩圣经会议中心 赶往另一个会场演讲 正出门的时候 遇见了桃树 他问我要去哪儿 我回答 去奥科伯吉会议中心 然后又补充 我们在那里 一定会为你这边的事工祷告的 桃树回答 哈利 你这只是客套话呢 还是当真打算这么做 桃树教会成员哈利 波斯特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本地基督徒教育界领袖的会议 由梅维斯 维德曼赞助 在桃树博士的教会召开 借此机会 梅维斯想让桃树这个大作家给大家说几句 于是他请桃树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作家 桃树的话切中要害 让我毕生难忘 他说 要成为好作家只有一招 就是有东西值得写 脑袋要是空的 怎么写得出来 宣道会青少年事工部长厄尔斯旺森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 到桃树的教会访问 发现他真的很幽默 他要求我带一家印第安人一起去 于是我从威斯康星州的奥奈达印第安自留地 邀请了一个三口芝加童去 桃树非常喜欢那个印第安小孩 他把小孩从妈妈的手上接过去 抱上讲台让大家看 然后再把孩子交还给母亲 接着向惠仲介绍我 我那时是个大块头 比较胖 我上台时说 为什么桃树博士没有把我也抱上台呢 大家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于是大家哄堂大笑 桃树更是笑得弯了腰 那次聚会就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开始了 袁宣道会行政人员基斯 贝利博士 很少有人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桃树通过关怀计划 资助过一个德国家庭 后来这家人的生活渐有起色 于是关怀计划希望他转而资助另一个家庭 他们知道桃树是基督教的牧师 于是问他是否可以资助天主教家庭 桃树的回答是 都是需要帮助的人 这有什么区别呢 桃树在芝加哥教会的会友斯坦 在一次纪念宣信博士圣师作品的特别敬拜中 一位知名牧师向大家分享信息 随着敬拜的进行 这位牧师被音乐感动得难以自持 甚至无法继续讲道 我正坐在桃树旁边 他侧过身子对我说 像这种事情 要是每五年发生一次的话 我倒还可以接受 桃树的朋友 芝加哥教会会有哈利、波斯特 桃树说 他读书时 每当读到上帝对他讲话的部分 就和上书开始默想 聆听上帝的话语 而不再听人的话语 所以很显然 很多书他都没有读完 桃树在芝加哥的教会会有斯坦、莱蒙 虽然桃树擅长的是文学 但他对其他艺术领域也很感兴趣 他晚年喜欢上了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 曾表示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 演奏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 他晚上经常躺在床上 听古典音乐 我还记得他说 他很喜欢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 居然还说听这首曲子 能让他放松下来 这我实在想不通 助理牧师雷蒙德 卖咖啡 桃树讲道和写作的重心都是上帝 他没时间了解那些宗教贩子 大稿宣传来提升统计数据的新把戏 他喜欢梭罗 并且敬佩这位作家 也和梭罗一样 我行我素 因此 在那个时代的信仰浪潮里 他和许多人的步调总是不一致 芝加哥穆迪纪念教会 传道人沃伦 威尔斯比 我记得 桃树有一次展现出低调的智慧 当时我和他一起听一位传道人讲道 这位传道人的口才很好 讲道也很感人 只是在讲道时 他不断提醒听众 他在讲伟大的真理 永恒的真理 讲道结束后 桃树博士带着我 走向这位传道人 向他提出一个宝贵的建议 他说 小伙子 你完全不必告诉听众 你在传讲伟大的真理 因为真理自己会说话 真正的伟大 是不容置疑的 林肯在《格底斯堡》演说中 不会要求大家牢记 《格底斯堡》 这个地名的意义 他也曾告诫过我 不能轻浮 传讲上帝的真理 也不能改动真理 以迎合人的口味 他深深相信 上帝的真理本来就是威严 永恒 奇妙 无以伦比的 只要把这真理 一清二楚地教导出来 就可以了 我觉得 这正是他的秘诀 他了不起的地方 就在这里 他可以以非常美妙 而简单的方式 将真理表达出来 宣道会牧师 及同工威廉 布赖恩 陶树博士 有一次去纽约开三天会 会议期间 他和朋友在繁华的时代广场闹事聚餐 结账时 服务员问 打算一起结吗 虽然当时信用卡还没普及 但在纽约 一个人付账之后 由公司报销 也是件很寻常的事 但陶树他们只有微薄的出差今天 所以每当服务员这么问时 陶树很干脆地说 各付各的 我们没带账房先生 算不清总账中 每人应该承担的金额 而且 这种情况下 你想让谁来请客呢 神学博士 宣道会牧师 陶树好友罗伯特 巴特尔 陶树很爱听 慈维默博士和马克思 赖克博士等人的演讲 他那时已经获得了 两三个荣誉博士学位 所以在教会里 大家开始称呼他 博士 但他总是会说 我只是个见习生 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 每个人听到这话 都不禁玩耳一笑 陶树好友 芝加哥教会会有 芝加哥教会会有 陶树好 芝加哥教会会有 富朗西斯 蔡斯 千万别以为陶树出版的作品 只是照搬他的讲道录音 蒋章只是陶树著作的开端 他会很仔细并且用心地 把蒋章改编成书稿 他认为作者写的时候越辛苦 读者读的时候就越容易 他撰写书稿和报刊文章的时候 会戴一副绿色的遮光眼罩 因为他的眼睛很怕光 他总是身穿毛衣 坐在椅子上 抬着胳膊在手提打字机上敲字 桌上还背着一本为是词典 陶树在芝加哥教会的助理牧师 雷蒙德 卖咖啡聊点轻松的话题吧 陶树博士讨厌电动割草机 有一回在比尤拉海滩会议中心 陶树餐后站在露台上 看着园艺工人用电动割草机修剪草坪 这些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 我当时正巧站在桃树旁边 他转过身来 向我发表了关于电动割草机的长天大论 听得我目瞪口呆 没想到他的语言艺术 即使运用在这么一点小事上 也是如此令人叹为观止 宣道会青少年事工部长厄尔斯旺森 第八章 芝加哥岁月 他非常体恤教会的长老 主日学教师等同工 他总是热情地表达对教会同工的赞赏 并且信赖他们将事务决策 教会管理 执行教会纪律等许多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他们 在这一点上 没有哪个牧师能与他相比 宣道会前任主席路易斯 金博士 当桃树从印第安纳波利斯 驾车西行前往芝加哥的时候 绝对想不到他会在那里住三十一年 也绝对想不到位于七世大街和联合火车站路口的南城福音礼拜堂 后来会成为他最主要的服饰场所 上帝有时会将他的仆人安放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桃树后来渐渐明白 上帝把他放在了芝加哥 1928年 芝加哥拥有三百三十万人口 是继纽约、伦敦、柏林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城市 在富裕程度方面 更是仅次于纽约 位居世界第二 在那个美元币值很高的时代 芝加哥以拥有至少一百名百万富翁为荣 在这些富豪中 位居前列的有阿木尔、菲尔德、麦考密克、帕尔默、普尔曼等 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 芝加哥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兴建了湖滨公园、林印大道、森林保护区等公共区域 芝加哥既是工业重镇 也是交通枢纽 共有七个火车客运站 每天进出列车超过一千列 铁路系统可直达整个北美 芝加哥还主导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业、商业和服务业 这座都市的市容之壮观 财富之集中、权势之鼎盛 在当时唯有纽约可与之媲美 福华都市 芝加哥是个大都市 穆迪圣经学院有卢本、托里博士和雅各、格雷博士等名师 教师阵容群星璀璨 对热爱福音的人来说 这就像磁铁一样 吸引力极强 穆迪纪念教会更是群鹰会翠、托里、保罗、雷德、狄克逊、菲尔波特、艾恩赛等众多名牧均在那里募会 此外 惠顿学院培养了大批福音派传道人 其中许多都在大芝加哥地区侍奉 二十世纪早期 大量移民涌入芝加哥 有德国人、波兰人、波西米亚人、斯洛伐克人、爱尔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 以及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人 这些移民大多是男性 因为美国的工资比自己国家高得多 才远付重洋钱来淘金 有的人省吃俭用 打算赚够了五百美元就回国享福 还有的人则是一有钱 马上就往家里寄 长期留下来的移民形成了二三十年代稳定的工人阶级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庞大移民潮的增长开始停滞 到了1923年 非熟练工的数量大幅缩减 与此同时 芝加哥地价飞涨 城市逐渐向西扩张 禁酒令催生了一个新的暴力行业 吸引许多心狠手辣的能人投身其中 并发了大财 芝加哥就是这个非法行业 黑暗面低最好证明 当时这个城市以罪恶之都闻名天下 艾尔 卡鹏就是城市的犯罪之王 而像芝加哥市长 外号大家伙比尔的汤普森等这些政界大佬 更是腐败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 在1926至1930年的五年间 黑帮火并造成了约200名无辜者死亡 相比之下 敲诈勒索案件和工人暴动的影响不过而耳 芝加哥永远有着两幅连孔 作家内尔森 阿尔杰恩在他的经典作品《芝加哥》 一座成长中的城市中写到 一张是给赢家看的 一张是给输家看的 一张是给骗子看的 一张是给本分人看的 一张是给强者看的 一张是给弱者看的 而芝加哥著名诗人斯特兹 特克尔则对这个城市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芝加哥就是美国梦的缩影 而且更极端也更绚丽 1928年 陶树一家开着那辆中心耿耿的 1925年产奥克兰轿车 穿越南部城郊的大片工业区 抵达目的地 此时迎接他们的 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没过多久 陶树的大明就在芝加哥的福音派 基督徒中传开了 那些希望自己的心意和灵命 得到更新的人 都被他的讲道吸引 芝加哥的公共交通系统 非常发达 来教会很方便 因此不论远近 大家都来聆听 这位杰出讲员的教导 就连神学院的教授们 也慕名而来 并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学生 有一些新加入的基督徒 原本是当时主流教会的会友 因不满本教会缺乏圣经教导 出于对上帝知道的渴慕 专程到这里来 加餐 甚至有些人连着参加下午和晚上 两场崇拜 稳定增长 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的增长速度 不是特别快 但是很稳定 我们这位年轻的牧师 也在逐步成长 教会下午 两点开始主日学 三点开始主日敬拜 晚上七点半有专门传福音的敬拜 那时 有许多人上午在附近 参加荷兰改革宗教会的敬拜 下午和晚上到桃树的教会参加聚会 在这个教会 桃树的意向是让人们来到这里 经历上帝的同在 圣灵在教会中运行 对此 有位会友是这么说的 你一走进教会的门 就能感觉到 有时候 一些在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 听过桃树讲道的学生 会邀请他去学生聚会讲道 他总是乐意接受 很少拒绝 桃树在学生中影响力很大 学生们非常敬爱他 他也十分关爱学生 传记作家大卫 范特写道 许多年轻人都回应了桃树全职侍奉的呼召 他们的身影后来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和拆会中 桃树的讲道吸引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加入教会 并担任教会领袖 这些人承担起了大部分支离工作 使得桃树可以从日常的事物中腾出手来 专注于教会的属灵事工 在能干的教会领袖带领下 教会主日学在周边社区的影响不断扩大 参加人数增加到五百左右 教会里的姐妹们会在每周三全天聚会 及时获悉海外宣交的进展 并为宣道会的国际事工祷告 教会的音乐事工非常出色 赢得许多赞誉 桃树本人并不擅长音乐 所以对于教会师般的稳定服饰 他感到十分欣慰 斯特拉顿、舒菲尔特和雷蒙德 麦卡菲在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 负责音乐事工长达十五年之久 对教会的主日敬拜 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教会的复活节 音乐会多次被全国性电台转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 从一个组织松散的非正规教会 渐渐发展成为机构健全 羽翼丰满的教会 教会对宣教和深度灵性生活的注重不变 但组织结构有了改变 于是南城福音礼拜堂 更名为南城宣道会 以顺应组织结构的变化 与此同时 教会人数大大增长 已经超出负荷 每次主日敬拜 都是人满为患 设施先进的教堂 教会的隔壁正好有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屋 教会计划买下它之后拆除 再在原址新建一座教堂 而原堂则改做基督教教育 许多会友认为 这个建堂计划过于宏大 因而存有疑虑 但支持该计划的会友仍然占大多数 因此计划最终得以通过 为建堂委员会开了绿灯 教会立即着手发行债券为建堂融资 很快就把钱凑齐了 教会治理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 蔡斯负责新堂的设计 他们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懈努力 力求把新堂造得尽善尽美 当时宣教生活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 对南城宣道会新堂施工工地上的 七部涂层和窗台上的七部护墙 不惜一美之词 这在今天看来有些滑稽 但在1941年正式落成的时候 这个浅灰色砖结构建筑 的确算得上是建筑风格现代 内外装修闪亮 花在教堂设计和施工上的 每一笔建堂经费都没有浪费 建成后的教堂可容纳八百人 并配备包厢和八十座的施班砖席 教堂采用嵌入式西顶灯 以确保灯光均匀漫射到所有席位 为了给参加敬拜的会众带来家的感觉 教会没有采用橡木长椅 而采用柔软舒适的剧院座椅 考虑到芝加哥的夏季比较炎热 教会可以在盛夏的日子里 用大冰块制造冷气 然后通过暖气管在室内循环制冷 母婴室前面装有玻璃 带小孩的妈妈们在母婴室里 也可以参与主日敬拜 而不必担心小孩的哭闹会影响别人 后来有许多教会采纳了这一创意 教会的地下室有许多桌椅齐全的教室 再加上原来的老教堂 主日学的容量一下子达到一千二百人 这是一幢领先于时代的教堂 在施工过程中就已经成为街坊邻居们 津津乐道的谈资 教堂建成后的几年内 许多其他教会的治理委员会成员 都专程前往芝加哥参观 为自己教会的建堂计划积累经验 芝加哥有许多相信圣经 教导圣经的基要派教会 许多人认为南城宣道会是这些教会的中间力量 为着教会的新堂落成和教会所获得的口碑 陶树感到很自豪 教会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庆祝新堂的落成 陶树邀请了宣道会的领袖 还有芝加哥其他教会的重要人物前来参观 并急不可耐地向大家炫耀新教堂 各大教会的领袖纷纷就建堂成功向陶树道贺 并为教会的未来发展祈福 忙碌的一周终于结束了 星期一上午 在位于教堂楼梯尽头 主席台后面的办公室里 陶树心中不禁得意 这个宾夕法尼亚的香巴佬 如今在美国的第二大城市里功成名就 多年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 突然间陶树很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心被上帝重重击打了 上帝严厉地责备了他的心思意念 陶树在那个星期一上午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管教 我们不得而知 他只在他的书中吐露过一次 而且只是简单地说 当他经历了上帝之后 他一声不吭 马上把整座教堂的所有房间都走了一遍 并把它交还给上帝 于是这个教堂不再属于陶树 他心中的另一个偶像被破除了 如果上帝要他走 他可以随时离开芝加哥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 陶树的事工日渐发展 同时他的名望也日渐增加 许多人邀请他在特会 暑期圣经学校和各种聚会上演讲 大家都知道他对上帝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所以包括年轻传道人葛培里和政治家马可 哈特菲尔德在内的许多人 都曾去他那里虚心求教 战争年代中的服饰 那段战火纷飞的年月 对桃树而言是格外沉重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教会的年轻人 一个个奔赴战场 其中也包括他的长子洛厄尔 他常常在凌晨四点半起床 和教会的年轻人共进早餐 然后陪着他们走向电车站 目送他们踏上征程 他恳求上帝使他们平安归来 当他们中任何一人承受苦难时 他也跟着受苦 弗朗西斯 蔡斯感慨地回忆道 他那几年总是脸色铁青 面容憔悴 尤其当知道儿子洛厄尔正在意大利战场 浴血奋战时 就更加如此 我有时会过来陪陪他 然后我俩一起祷告 整个二战期间 桃树六个儿子中 有三人被征召服役 并且英勇负伤 洛厄尔加入的是陆军的反坦克作战单位 他参加过北非 登陆萨勒诺 北进意大利和强度拉皮多和等诸多战役 其中强度拉皮多和战役 是二战中最激烈 也最具争议性的战役之一 他在此战中英勇负伤 桃树的第二个儿子弗雷斯特 人们常称呼他的昵称巴德 巴德二战中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于1946年退役 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他又应召入伍 1950年11月6日 巴德在长津湖战役中负伤 桃树的第三子爱登二战期间 在海军航空兵服役 他的军衔是炮械一等士官 在反潜航空母舰上 担任鱼雷轰炸机的后方炮手 太平洋战争期间 他在执行任务时遭遇日军防空炮火而负伤 桃树的第四子温德尔在海军服役 第五子雷利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不过他俩的服役期都不长 也都没有上过战场 战了又河 胡了又战 不管世界如何纷纷扰扰 桃树都坚守在他的讲台上 喂养他的羊群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人 这人认为每个星期都去教堂 聆听上帝的话语是没有必要的 他觉得人一旦信了上帝 就应该赶快转移方向 去获取更多成就 他强词夺理地辩解到 农夫们孵化小鸡的时候 只孵一次就够了 等到小鸡孵出来后 他就把小鸡装框 运到市场卖掉 没有人会每个星期 都在那儿敷小鸡 桃树从他的话里 找到了一个大破绽 耶稣基督并没有对彼得说 你孵化我的小鸡 他说的是你喂养我的羊 喂养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 只要养还活着 你就要满有爱心 持之以恒地喂养他们 照此说来 桃树真是上帝羊群的 忠心牧者 他在芝加哥31年的 侍奉生涯中 宣讲的信息涵盖了 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称义 成圣 上帝的属性 敬拜上帝等 他常常在讲道中 同时引用旧约和新约的经文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他都坚持传讲 使用且能够满足人们 属灵需求的信息 桃树在芝加哥的名声 因着一档电台节目 而更加广传 穆迪圣经学院有一个下属电台 该电台在星期六上午 有一档节目名为《查经正道》 原本的讲员威尔博 史密斯接受了美国西岸的一个教职邀请 不得不离开芝加哥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 电台邀请桃树接手 《查经正道》节目 实际是在桃树所在教会的《查经》学习中 现场录制的 他在带领《查经》学习时 从来不坐着讲道 而是像面对全体会众一样 站着宣讲信息 许多当地的牧师很喜欢这个节目 并且定期收听 这个节目成了电台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芝加哥改变了桃树和他的事工 而桃树也改变了芝加哥 或者说至少改变了这里的福音派群体 纵然芝加哥充满罪恶过犯 但桃树对他仍然充满热爱 在这座城市里 在我手指触及的每一个地方 我都能感受到他的脉搏跳动 如果上帝要桃树离开芝加哥 他愿意照办 但就他个人而言 他对芝加哥的喜爱是很清楚的 教会会众被他喂得饱饱的 当然也希望他一直留在那里 桃树心得 我们会借着救赎的恩典与基督完全联合 这联合是如此的完全 以至于世人对我们的本能回应 会和主耶稣到成肉身时 他们对他的回应一样 是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 引来了撒旦的攻击 是人不会特别在乎我们信的是什么 也会对我们的信仰表达网开一面 但有一样是他们无法容忍的 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的灵 我们虽然信了 却不肯顺服 结果什么都变得混乱不堪 我们自己也不断受挫 沮丧 这就好比只有一只翅膀的小鸟 却转着圈拍打翅膀 想要飞翔 而且还给自己鼓劲说 既然羽毛剑子都可以在空中旋转 我们也一定可以复兴的 许多大型教会转向了新派 是因为教会领袖不再坚持基要真理 但也有许多教会走向分裂 是因为过分关注戏之末节 持守交托给圣徒的真道 不仅意味着要努力维护基督教教义中的主要信条 同时也意味着要努力维护所有教义 彼此之间及整体上的平衡 在戏之末节上钻牛角尖是自寻烦恼 对基要真理视而不见是自寻死路 第九章 讲道 桃树是个自学成才的语言文学巨匠 他对语言艺术的掌握先有棋匹 许多人包括不少大学的学生都慕名来听他的讲道 他们注意到桃树绝对不仅是个语言大师 他对上帝的了解以及他的属灵经验也都是真才实学 同工兼好友罗伯特、巴特尔牧师 桃树最主要的工作是讲道 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讲台展开的 比如写作就是讲道的延伸 他通过讲道和写作 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自己对上帝的渴慕 桃树以他独树一致的讲道风格 在三四十年代的芝加哥地区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一般讲员在讲道中会严谨地解释经文含义 技巧性地总结经文要点 但桃树不同 他直接带着听众一起进入到与上帝的同在之中 这就是他讲道的目的 他的终极目标 他的讲道从不搅柔造作 他认为修辞方法 比如为了押韵而刻意修饰词句等 会使讲道变得过于造作 因此不愿采用 任何可能分散听众对信息的注意力 或有爱听众认识上帝的元素 他都会毫不手软地去掉 他的讲章温暖清新 就像在日光之下怒放的鲜花 散发迷人的香气 令闻香之人心中愉悦 他不愿像平庸的传道人那样泛泛而谈 所以他为蒋章付出了大量心血 他也不愿自己的蒋章平庸乏味 所以他调整蒋章的结构 让蒋章更像一篇专栏文章 他喜欢教导属灵原则 而不是老生常谈经文示意 他身上闪耀着一种圣洁的光辉 圣洁和权柄 当他走上讲台开始讲道时 听众会感到他就像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亚伦 他已经在上帝面前为百姓求告过上帝 现在他准备向百姓说话 并为百姓祝福 桃树的父亲有一次评价说 你讲得到总是听得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桃树在讲道前要花很长时间精心预备 他把要点认真地写在一片长约二十五厘米 宽约二十厘米的纸上 然后把纸对折 加在圣经中 他主要靠祷告预备讲章 他的讲章是祷告的结经 他用讲章宣告他在祷告中的得着 桃树认为 有一些真理被忽视了 因此应该在教导中加以强调 包括普世宣教 先知预言 属灵医治 分别为圣 圣灵的工作 内心的洁净 基督的内住 敬拜上帝的重要性 以及胜过人的软弱和罪的试探等等 他认为教导师应该勇敢坚持 新约时代教会的传统 独树一致地讲道风格 麦卡飞曾担任桃树的助理多年 由于桃树自己没车 所以在那段日子里 麦卡飞常常开着车在 他去周边各地讲道 他应该是听桃树讲道最多的人 通常 桃树上车不久 就会拿出一本书来读 经常读华兹 魏斯里 费奈隆 弗雷德里克 费博等人的著作 每当他读了几行书之后 就会把书搁在膝盖上 开始侃侃而谈 他俩在旅途中 曾详细探讨过 莎士比亚剧作的每个情节 桃树在聊天中 还经常说起 博恩的诗作塔姆 欧香特是如何感人肺腑 华兹华斯的山水田原诗 是如何一存高远 弥尔顿的文笔 是如何出神入化 气势磅礴 麦卡飞评价说 桃树通过敬拜来 桃野灵性 通过哲学和文学名著 来桃野情怀 桃树在讲道时 就好像一只 斩翅欲飞的雄鹰 最初几分钟 他从翅膀下探出头来 闪烁双眼观察四周 接下来的几分钟 他展开双翼 摆动尾巴 又过了十分钟左右 他一下子腾空而起 在天际间翱翔 他总是稳稳地 站立在讲台后面 极少四处走动 也不手舞足蹈 他讲道时语气平稳 情绪稳定 他擅长通过措辞 加强语气 强调重点 桃树在讲道中 总是右手持圣经 左手持讲道大纲 有时他会不知不觉松开手 把圣经放在讲台上 麦卡菲说 我观察到 每当桃树出现这个动作时 就表明他突然醒悟到一些 他在预备讲章时 没有留意到的信息 所以这时就要 特别留意听讲了 目的圣经学院的雅阁 格雷曾经提到过 在他生平所认识的人中 能够一边讲道 一边思考得寥寥无几 而桃树就是其中之一 人们在听桃树讲道时 经常感到他滔滔不绝 就像是打开的水龙头 要等到水流够了 才能关上 他通常先读一段简短的经文 作为开场白 然后说 现在我要开始讲解了 接着听众便完全沉浸在 他的讲道里 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 直到他突然说好了 时间已到 今晚就讲到这里 桃树对于讲道的态度 从来都是不急不缓 他不愿受到时间和日期的束缚 他要跟随的是上帝的云柱 而不是日程安排 约翰福音是他最喜欢的 圣经书卷之一 他曾用了整整三年时间 讲解这一卷书 惠众并不厌烦 也不觉得他续道 因为桃树十分有力地 向惠众宣讲活泼 精彩甚至使人震撼的永恒真理 有地放食 精心准备 桃树几乎无时无刻 不再预备奖章 在有轨电车 火车 汽车上 他只要一坐下 就会立刻掏出一本什么 有时是一本读了一半的书 有时是一本活页笔记本 这样他就可以随时记下一些讲稿 他总是无休无止地阅读 学习 思考 写作 有时候 桃树提前两至三星期 就可以把讲章的大纲预备好 但也有时候 感动来得并不容易 他会为了一段经文或一个词 而冥思苦想 一旦想清楚了 他说 表达的时候 就会如同行云流水 桃树从来不讲肤浅的道 他所有的讲章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旧的 他有一种能力 能够使听众 在上帝话语的光照下自我反省 他还逼着听众和他一起思考 肤浅的人是不会喜欢桃树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认识上帝 就会爱他 人们常常觉得他传讲的信息 力量十足 并且一气呵成 他们甚至盼着他能缓一缓 好让他们多少喘口气 桃树的原则是 在安排讲道日程的时候 安排一段时间 连续讲完一段经文 一卷圣经或一个主题 他在约翰福音系列讲道中 就是这么做的 他认为这样能够使他系统的预备奖章 他强调传道人在学习和阅读的时候 应该有地方使 随着年月的增长 桃树对书的胃口越来越大 藏书的数量也增加了 每当他受邀去别的大城市讲道时 他经常会抽空逛旧书店 在浩如烟海的旧书堆中淘宝 他偏爱冷屁的书 藏书中有不少是一般的爱书人 压根没听说过的 他爱读神学 历史 哲学 诗歌 文学等方面的著作 他钟爱古籍 特别是早期教父和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著作 在所有的书中 圣经是他眼中最尊贵的 也是他读得最勤的 他有四十余种版本的圣经 希望能够借助词典和经文 所以弄清所有有争议之词的词源和含义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背诵经文 对圣经烂熟于心 因而也能准确地引用经文 陶树很早就明白 只有培养对语言的敏感 浅词造句精准 讲到才能更好 他厌烦那些他称为死词的词汇 也明确地反对套话 他担任宣道生活主编后 编辑了一份禁用词汇清单 一一列上了那些他认为被滥用 或缺乏使用价值的单词和短语 他坚持稿件中不能出现这些 否则不能刊发 陶树平常说话的嗓门不高 而且鼻音浓重 他觉得发声有待改善 于是按照自己的典型思路 去书店买了许多关于发声训练的书 学习发声控制法 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本 米尔顿的诗乐园 从教堂借了一个乐谱架 经常把这本书放在谱架上大声朗读 为的是练声以及学习声音控制 这本书他至少朗读了四遍 他还用吹气球的方法锻炼肺活量 他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气球 以便随时练习 他这么努力 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 而是要更好的侍奉上帝 按部就班的敬拜敬拜 聚会对于桃树来说 是重中之重 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事先计划周详 以及认真祷告 他对于事先没有很好的预备 临时冬天稀凑的敬拜 嗤之以鼻 他曾说 经过祷告和计划和计划的敬拜程序 与在敬拜中享受喜乐 自由 这两者之间是毫不冲突的 经过祷告的 有计划的敬拜 其好处在于可以令人心存敬畏 避免招致非议 桃树坚持敬拜 必须按部就班 却有一个例外 就是从不事先选好回应的圣事 桃树希望圣灵在最后的时刻感动他们 使大家知道该唱哪首歌 在南城宣道会侍奉时 他在台上讲道 卖咖啡就负责选择回应的圣事 后来卖咖啡在南城宣道会的侍奉 告一段落 离去前 桃树曾向他坦白说 他其实一直有个小小的习惯 每当我讲完到坐下 我会在心中暗自猜测 不知道他这回会选哪首圣诗呢 我猜得经常和你选的一样 桃树在讲道时非常有控制力 不会任由情感冲昏头脑 听众能够感到 他的讲道有上帝的恩高 同时也会感到这位先知 被先知的灵长管着 桃树在讲道中采用的比喻 有时充满崎岖 给人感觉像在新的圣经译本里 突然读到一句很另类的翻译 他的比喻总是恰到好处 听众一下就能明白 他要表达的意思 桃树博学多时 因此即使是私下谈话 他说的话也常常充满寓意 桃树讲道非常直率 并且一针见血 他向听众传达生命的法则 呼召大家直面又真又活的上帝 成为主的门徒 他不讲那种处心积虑 吸引浅薄之人的道 所以也确实吸引不了那些人 来听他讲道的人 若不是就此信了主 就是觉得上帝的道过于锐利 而不愿再来 在他的芝加哥教会 上午主日敬拜的人数 总是在400至500之间 桃树很少在讲道结束时 呼召人们信主 虽然他不是特别反对这种做法 但他自己不倾向这么做 因为他对于人们 在这种场合中的回应 多少有些怀疑 偶尔在主日晚间的步道聚会中 他也会告诉听众 在我右手边有个房间 待会儿有人会在房间里 打开电灯等待 如果你愿意做绝质祷告的话 他们会在那里接待你 仅此而已 有个主日 在一次充满能力地讲道之后 桃树告诉会众说 我明白 如果现在做信主护照 可能会有许多人表示愿意 但我担心 我这么做事出于血气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聚会结束后 什么都不要说 直接往家赶 然后在你的卧室或客厅里 拿出圣经 一边读 一边问上帝 上帝啊 你想告诉我什么呢 虽然当场站出来 觉知信主的人并不多 但这不表示上帝的灵 没有工作 很多次 桃树离开教会 刚进家门就接到电话 有人告诉他自己 在听到之后信了主 这正是桃树所希望的 因为这样的尾身决定 不是出于一时冲动 而是经过仔细考量的 桃树很关心人 是否与耶稣基督 真实地建立了关系 于是 在桃树的教会中 信主的人不断加添 直言不讳的讲员 桃树经常接受各个宗派的邀请 担任赢会讲员 多年来 他的日程安排都十分紧凑 很多人看到他 竟然能忙得过来 都大呼不可思议 其实和很多寻回讲员一样 桃树也有他的出差奖章 桃树经常在大会中讲那些 他在自己教会中讲过 结果特别蒙福的奖章 在一次赢会期间 桃树和路易斯 金博士夫妇共进晚餐 金博士的太太 一丝帖是在宣道会中成长的 于是桃树询问金太太 您有没有听过我的一篇讲道 叫做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嗯 听过 金太太回答说 怎么了 哦 我在想 桃树若有所思地答道 您觉得我在今晚 讲这篇道合不合适呢 我觉得挺适合的 这篇道我已经讲过三十二遍了 桃树说 要是今晚再讲一遍 那就是第三十三遍 于是那天晚上 桃树再一次讲了这篇道 并且令听众印象深刻 在必要时桃树会变得异常严厉 有一次桃树受邀在一所圣洁教会的 县堂礼上讲道 在桃树看来 整个县堂仪式十分冗长 并且过于轻浮 其中 有个节目更令桃树觉得难以容忍 有个女生三人小组 献唱了一组世俗流行歌曲选段 当轮到桃树讲道时 他没有讲他预备好的奖章 你们这些圣洁的子民究竟是怎么回事 桃树用这句话作为他讲道的开场白 你们本来不是有标准的吗 可现在 要是你们自己不说 有谁能知道 你们竟然是基督徒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只有桃树做得出来 他把整个教会批判了一通 给了他们一次刻骨铭心的属灵管教 桃树从来不会给人留情面 他在讲道时 从不会为了再次受邀而留有余地 他曾和伦敦著名讲员中马田提过 他几乎已经把全国所有的 大型圣经营会都得罪便了 他们再也不会请他去讲道 桃树看中的不是个人名誉 他的目的是指高举耶稣基督 并奉上帝的名讲道 至于结果如何 那不是他能管得了的 但与此同时 桃树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 指明道性地抨击那些偏离正道的教会或个人 如果我们因为反对某个宗派的所作所为 而抨击他们的话 就等于是发动了一场小型战争 所以我们不妨以更宽阔的思路处理他们的偏差 不需指明道性 只要指出弊端 并警告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 我们只要把属灵的法则和其中的原则摆明 并指出他们如何违背了信仰 就可以放心 因为有智慧的人自然会明白该如何对号入座 有些年轻的神学生 有机会与桃树单独交流 这些人大多是在桃树的教会聚会的 其中有个学生 在与桃树讨论时趁机请教桃树整理文件的要诀 你真的对这个感兴趣 桃树问他 在这个学生给出肯定的答复后 桃树打开他书桌最底下的抽屉让他看 抽屉里放着一大堆纸 我妈就是这样搞定的 桃树常常教神学生讲道 乐此不疲 他认为牧师最重要的职份是讲道 因为照他看来从古到今 教会正是借着讲道使万人归向耶稣的 讲道始于祷告 真正的讲道都是从祷告开始的 桃树教导神学生说 不管传道人有多大的学问 只要讲章不是经过祷告得来的 就不是来自上帝的 不要为了讲道而生编硬凑讲章 因为传道人的话必须是来自上帝的 一个人在讲道时 是上帝在向听众说话 桃树自己没有接受过太多正规教育 但他认定传道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 他把传道人比作艺术家 艺术家的工作是和水彩 油彩 岩石 黄金 琉璃 大理石打交道 而传道人的工作是和一种称为 人的材料打交道 艺术家懂得什么是抽象的美 他把美表现在具体 可见的作品上 传道人认识耶稣基督 他要让人在生活中看见耶稣 艺术家有天赋 传道人有圣灵 艺术家从同行那里获得灵感 传道人在祷告中获得感动 艺术家的工具是画笔 凿子 喷枪 传道人的工具是语言 艺术家必须把工具用得得心应手 传道人也是如此 在入门阶段可能会手忙脚乱 但夜惊于琴 只要坚持不懈 就一定会游刃有余 陶树认为 每个传道人都必须培养 有选择的读书的习惯 千万别去读所谓的好书 他告诫说 每年都会出版许多好书 但这些书大多是老调重弹 换汤不换药 所以我们最好回到经典 在经典中学习长进 应该读清教徒的名著和神秘主义者的著作 再读些好诗吧 把它们背下来 我们可以从名著中学会表达 陶树推荐了一些文学大师作为研究对象 希望大家多读这些人的作品 以提高语言能力 约翰 班杨的西墨如金 约瑟夫 爱迪生的清新雅致 米尔顿的华丽和深刻 狄更斯的妙曲横生 培根的简名 庄重 陶树还推荐斯蒂文森 约翰 罗斯金 托马斯 卡莱尔 霍桑等大师 以及华兹华斯 布莱恩特 布莱克 祭祠 雪莱等人的诗作 培养对词的敏感 他告诫学生 要重视词和用词效果 要有本好的词点 碰到生僻的单词 就查词点学会它 好增加你的词汇量 有些人担心知道的词太多 讲出来的话 别人会听不懂 其实正相反 词汇量大 说话才会严谨 正确措辞是必须掌握的本领 陶树总是能用正确的词 把话讲到点子上 这是他讲到的标志之一 有一回陶树和儿子 温德尔吃饭 温德尔告诉他 有一些平庸的牧师讲道时 他听不太明白 这些人讲得太抽象了 而且意思模棱两可 于是陶树评论神学教育说 他们先是要求新生 列出所有词意明确的词 然后再教他们一些 永远不会得罪人的空谈或套话 最后要求他们绝不使用 那些词意明确的词 接下来他突发奇想 提议说神学生必须到店里去卖土豆削皮刀 直到学会和人沟通为止 陶树心得 传道人首先应该关注人 而不是理念 我们发现许多聪明人对人很冷漠 对理念却很热衷 这样真是很糟糕 这些人可能一辈子忙于传播宗教理念 却缺乏对人的爱 真是如此 有些人说话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令人敬佩的 但是也有些人言谈粗鲁 却误以为自己是直截了大 并且还沾沾自喜 问题是他说什么都直截了大 没有温柔的时候 人间所有的悲欢 到他嘴里都变得直截了大 或许他死的时候 人们就应该把他直截了当地埋了 没准这对于他是最仁慈的呢 愿上帝使我们的欢笑和泪水 像活水的泉源一样 涌流不息 很多传道人会为着修订本 圣经的注释而感恩不已 在遇到麻烦时 这实在是一份大礼 但是如果某个教导 必须借助圣经注释的支撑 才能站住脚 我就对他持怀疑态度 如果教导没有足够明确的经文支持 就最好放弃 因为这个教导很有可能是错的 人类的一切盼望都源自一个假设 就是人性可以从就有的样子转变到应有的样子 要是人性顽梗不变的话 这世上一切的盼望就都破灭了 希望是我搞错了 因为我得知教会走偏 又重拾了对圣日 月份 节期的热衷 要是真有这事 就让我们一起反对吧 是基督付上了极重的代价 才救我们脱离这恶 使我们得到自由 所以我们不能再受这恶的束缚了 第十章 写作 陶树头脑敏捷 总是在不断思考 他在外套的口袋里装着一本折扣垫 买来的活页本 还有几支圆珠笔 好随时随地把想法和点子记下来 他时刻惦记着怎么写宣道见证 社论 怎么著书或预备奖章 麦卡菲牧师 陶树总共写过九本书 有人只读过他的畅销书 可慕神 得知他还写过别的书 并且这些书仍在出版时 就会觉得非常惊喜 也有人在年度基督教出版物目录中发现 略于陶树名下的书林林总总有近四十本 所以得知陶树才写了九本书时 也觉得不可思议 陶树在有生之年确实写了九本书 展翅 这是陶树为宣道会的创建人宣信写的传记 容我的百姓去 这是关于著名宣交士翟府民的故事 翟府民是宣道会插往印度支那籍印尼宣交的先驱 他在二战结束前夕死于日军的集中营 可牧神这是陶树的第一本灵修书籍 也是最著名的一本 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至今仍广受欢迎 超然的经历 陶树在书中向我们发出挑战 你是否愿意让圣灵迈进你心门 复兴你的灵性 午夜的复兴 这是陶树在宣道生活发表的摄论选集 由陶树本人改写并重新编辑 一人之根 这是陶树在宣道生活发表的摄论选集 由陶树本人改写并重新编辑 生命尽深的奥秘 这是陶树为一份很重要的 基督教期刊撰写的系列文章合集 改编后以书籍的方式出版 神与人 这是第三本由陶树本人亲自改写 并重新编辑的社论集 也是最后一本 认识至圣者 这本书汇集了陶树对上帝属性的研究成果 有人认为这是他在文学上的巅峰之作 除以上九本书之外 陶树还编译过奥秘派诗歌选集 陶树好守穷精 从十海中挖掘出了许多神秘主义者圣徒 并将他们引为同道中人 惺惺相惜之余 他还选录了他们的部分诗作 编辑成奥秘派诗歌选集出版 其余三十余本书或是收录了他之前 未以书籍形式出版过的社论 或是整理自他的讲道录音 这些讲道录音是他在芝加哥和多伦多教会的会友 偶尔录下来的 写作和讲 到陶树在世时一直不允许别人整理他的讲道录音 并以书的形式出版 他的理由是讲道和写作是两码事 哈破 罗出版社 有一位管理人 多年来一直希望将陶树在宣道生活上发表的社论结集出版 陶树屡次拒绝 他的理由是自己没有时间改写 那个人劝他说 这些社论可以一字不改 但陶树仍然拒绝 理由是自己的就作水准太业余 陶树曾为印第安纳波利斯教会的月刊撰写过一些文章 但他真正踏入文坛的第一步 应该是为宣道生活写作 后来他还负责该刊的两个谈心小品类专栏 《良言》和《滴水藏海》 他也在其他福音派基督教杂志上发表文章 陶树对于写作 特别是著书 是丝毫不敢轻慢的 他经常忠告那些有志于文字事工的作家 不要轻易著书 只有那些发自内心 不吐不快的想法才真正值得成书 等你觉得不得不写时再写吧 他自己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不少编辑向他约书约稿 但他很少答应 陶树曾应邀在芝加哥一个基督徒作家年会中发言 负责人与陶树见面时 向他解释了召开大会的初衷 陶树博士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 鼓励出入文坛的作家提高写作技巧 对此陶树不置可否 只是微微点头 结果陶树的发言 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 因为他斩钉截铁地表示 他认为用小说传福音是很不合适的 这对于那些用小说传递基督真理的作家来说 这无疑是当头一霸 他首先承认 他观点少有人认同 接下来 他就滔滔不绝地对效法世界的邪教 娱乐化的邪教 追星的邪教展开抨击 他指责现在的基督徒作家不再坚持创新 却过于效法这个世界的风潮 他还指出 有一种破坏力很大的异端 就是把宗教信仰当成一项娱乐 使得一些信仰类小说变得脱离现实 搅柔造作 漏洞百出 他还强烈反对在文学作品中用信主的名流 显贵大作文章 并援引圣依格那丢的名言强调这一观点 注目基督 不要让其他任何人迷了你的眼 他演讲的最终结论是 写虚构类的小说根本就是大错特错 是犯罪 和基督教文学这样的高尚艺术相比 虚构小说简直是俗不可耐 陶树讲完这通话 大会负责人气得不轻 结果还得绞尽脑汁为他打圆场 说好话 陶树绝不为了追逐名利而著书 他从事文字事工 完全是因为内心的负担 他要把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信息传递给众人 在超然的经历 一书的序言中 他这样解释 教会对我的注目和在我心中 涌动的新鲜的属灵能力 都使我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 不管有没有人读 我都要把它写出来 不是为了别的 而是为了卸下我心头的重担 陶树的每一本书都是这样写成的 他先是感到上帝交托给他特别的信息 也就是教会里常说的负担 有时候 这种负担转变为系列讲道 他不仅在自己的教会分享 还在各种不同场合向其他人分享 但若那负担越来越重 压得他喘不过起来 他就知道该提笔写作了 这些书就是他写作的成果 经典之作 陶树感受到日渐沉重的写作负担时 接到一个前往德克萨斯州 麦卡伦讲道的邀请 这个城市位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十分偏远 他认为这正是一个机会 因为从芝加哥搭火车 前往麦卡伦的旅途漫长 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及写作 陶树在拉萨尔街火车站上车 一进入软卧车厢 他就要求列车服务员 为他提供一个小书桌 然后在大约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开始动笔 列车服务员敲包箱门提醒他 晚餐供应马上要结束了 是否需要为您拿一些吃的呢 好啊 陶树回答说 给我一些烤面包和茶水就行了 他只吃了一点烤面包 喝了一点茶来补充体力 然后继续奋笔集书 写了一整页 在那个夜晚 他纹丝涌动 如有神注 文具如流水般从笔下倾泻而出 第二天清晨 当列车缓缓驶入迈卡轮时 可慕神的初稿已经写成 可慕神这本书的主题是人如何在上帝那里使心中的可慕得着满足 陶树从各种角度展开 阐述几大重点 上帝 人与上帝的关系 以及如何维持这一关系 有一位书评家如此评论 该书风格自然洒脱 文字深入浅出 作者陶树昔末如今 风格独到 部分章节文风沉稳 冷静 全书篇幅虽短 但内容深刻 能够启发读者深思 唤起读者盼望 可慕神一书以清新而独特的文笔 向二十世纪的教会传递了十分透彻的信息 陶树因此一举成名 至今仍有众多拥顿 但1948年时 只有少部分的福音派作家和读者推崇这本书 可慕神的成功令陶树感到十分欣喜 有一位读者来信向陶树表达了对该书的由衷赞赏 陶树在回信中写道 读完您的来信 我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 既觉得欣慰 又感到战惊 因为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本书中所含的祝福 甚至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 故此我都不敢声称 上帝如此祝福这本书 是因为他垂听了我的祷告 陶树的文字正是源自自己灵里的挣扎 它的书发型量那么大 影响力持续那么长久 原因或许就是在此吧 可慕神后来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亚美尼亚文 中文 荷兰文 德文 希腊文 印度的古吉拉特文 北印度文 日文 坦桑尼亚的奇速古马文 韩文 印度的马拉第文 葡萄牙文 罗马尼亚文 西班牙文等 总发型量无法准确统计 但仅英文版本的发型量 就已经远超百万 陶树写作总是不辞劳苦 他常说 作者写的时候越辛苦 读者读的时候越容易 他总是一门心思反复推敲 直到每个句子都完全满意为止 他逐字逐句朗读作品 检查有没有重复或不准确的地方 他昔末如今 表述精准 文章句句朱击 桃树的办公室位于南城 宣道会二楼礼台后面 许多来访的客人都很惊讶 因为房间很小 而且还堆满了书 在办公室中央放着他的书桌 桌上摆满了他的常用书 以便随时翻阅 为师词典总是打开着 放在手边 书桌上还有个台灯 每天 桃树西装笔艇 搭上脏乱差的公共电车 到居家八公里外的教会上班 到办公室后 他总会换上一条旧裤子 免得弄皱 剑客用的西裤 他把这条旧裤子 称为祷告专用裤 他总是戴着一副 有色的无边框眼镜 佛案工作时 则会换上一副绿色护目镜 这样的眼镜 当时在新闻工作人员中 很流行 他工作时 总会套上一件砍肩 在手臂上 估好橡皮筋 以免卷起的衬衫袖子滑落 那间小办公室里 诞生了许多讲章 书籍 社论 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 让别人去为那些肤浅 无聊 琐碎的文章 而煞费苦心吧 桃树在写作时超脱于世间纷乱的潮流之外 集中经历关注人如何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 以及影响这关系的原则 要在这一主题上持续写出优秀的作品 必须刻苦研读 并横切祷告 桃树的著作得以传释 说明它正是如此写作的 在读桃树的书时 读者经常忍不住停下来 捧起圣经 重新认识和思考上帝 有一位读者说 个人的圣洁 对上帝的敬拜 每天对上帝百分百的顺服 在这些事情上 桃树成为我们良心的守护者 哈破 罗出版社用了整整七年来劝说桃树 希望他给他们写本书 但桃树就是不答应 说他对未赚钱 出书没兴趣 有一天 桃树的儿子弗雷斯特和温德儿 请老爸吃饭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儿子们提起说 他们很想让自己的孩子 知道有一家著名的出版社 出版了爷爷的书 这样他们会为爷爷感到骄傲 桃树当时没有表态 但最终妥协了 与哈破 罗出版社合作出版了 认识至圣者一书 桃树文章的出稿通常是手写的 他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掌控文字 然后他用自己那台 老师赫姆斯手提打字机敲出第二稿 最终稿通常是由他的秘书打出来的 桃树有时也会问问秘书 对他的文章有什么意见 有一位秘书相当考验桃树的忍耐功夫 但桃树一直没把他换掉 一次桃树给了这位秘书一篇文章的手稿 让他打出来 桃树来取打印稿的时候 充满期待地问他 你觉得这篇文章怎么样 哎呀 桃树博士 这位女士道歉说 我就是把他打了出来 但是没读 不知道好不好 桃树只好点点头 黯然离去 桃树心得 负责主持每周聚会的同工很不容易 他必须在讲道前宣读经文 要字要清楚 让会众听得明白 声音还要响亮 让所有人都听得到 他还要非常认真的听讲道 然后抢在会众一起读回应经文前抓起圣经 手忙脚乱翻出几段能用得上的经文 刚才讲员把他自己的观点凌驾于圣经之上 他得赶紧趁这个机会补回来 世风如此 我们就要包容一切 以免自己显得小肚鸡肠 所以仁慈的信徒们 怎会忍心看到亚甲 死去 他们宁可牺牲教会今后的健康 也要呵护过犯和罪恶 甚至还以基督之爱的名义这么做 我们该如何感激沉默的大多数正是他们撑起了教会 他们不仅承担了大量的祷告工作 还支付了大部分的账单 要不是他们 没有哪个牧师或是神学院可以撑得下去 他们是宣教的主要力量 他们是上帝的小兵 打的仗最多 获得的勋章却最少 教会里的大明星在今世已经得到了许多荣耀 而这些平凡的基督徒则需要敬后主的再来 到了那时必有惊喜 有些人保持着良好的宗教习惯 但没有什么比宗教习惯更能唬人的了 据我所知 只有两样东西 你觉得他死了 他却还能活过来 其中一样是乌龟 另一样就是宗教习惯 比方说 许多人多年来 一直保持谢饭祷告的习惯 但他们的祷告没有一次出于真心 其实生命早已死去 但习惯还在苟延残喘 不过发出些无谓的呻吟 旁人眼中的桃树 忠告善道 桃树的主要职份是讲道 而不是牧养 所以找他咨询具体问题的人很少 我去找过他一次 我那时是个神学生 希望在芝加哥地区 找一个助理牧师的侍奉机会 但当我去找宣道会的牧区监督时 他表示 我们和神学院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我又找到桃树 向他声明说 我是宣道会的忠诚会友 并且希望继续留在这个宗派里 但毕竟宣道会不是上帝的天国 所以如果这个教会不肯收我 我就只好另谋他图 桃树劝我不要着急 两周以后 他给了我一个助理牧师的工作 斯坦来蒙牧师 我要去尼亚克学院读神学了 但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纠结 在临走之前 我专门找桃树博士请教 就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之争 您能向我提供一些意见吗 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小伙子 当你去了神学院后 会发现同学们 没日没夜地躲在屋子里 为着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 争个不休 我告诉你 克利夫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在那里与上帝相会 四年之后 你会发现 自己已经到了终点线 而你的同学们还在起跑线 因为和你相比 他们花了更多的心思钻 这个牛角尖 并且最终不会得出什么像样的结论 所以 别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缠 你真正要学习的 是认识上帝 尽管我当时觉得桃树没有给出确定的结论 对我帮助不大 但还是仔细听了他的意见 后来 我明白了他话中的深意 便一直铭记在心 从此不忘 克利夫 维斯特根牧师 我和克利夫即将在桃树的教会接受任命 从事宣教方面的工作 聚会开始前 他送了我俩两句忠告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句话 却充分显示了他的幽默风趣和慧眼识人的本领 桃树走来时 我和克利夫正站在走道中 他先是对克利夫说 记得呀 生活并不总是那么一本正经的 接着他转过来 附着我的耳朵悄悄说 你可别信我刚才说的话 斯坦来蒙牧师 第十一章 主编 他的文字历久迷心 就是今天读起来 仍然感到新鲜 不管别人如何绞尽脑汁地写那些肤浅 无聊 琐碎的文章 他只管认真钻研和祷告 所以他的文章和著作 总能够触及人心的最深处 宣道会前主席内森贝利博士 陶树1946年当选为宣道会副主席 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 主席哈利 舒曼那时已经垂垂牢矣 陶树曾向好友忏悔 有时候 我看到亲爱的舒曼弟兄 步履蹒跚地走过纽约时代广场 就不免担心 说不定自己哪一天 就给架上了主席的职位 陶树忧心一旦舒曼过世 他就不得不自动就任宣道会主席 他为此忧心忡忡 内心饱受煎熬 因此任期一满 就立即辞职 并为舒曼仍然健在 而暗自庆幸 1950年 也就是可慕神问世两年后 陶树得到一个新任务 宣道会任命他为其官方刊物宣道周刊的主编 在宣道会的年度总结会上 大会提名陶树担任主编 认为他文风清晰有力 以独树一帜的方式传扬 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信息 会获得所有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认可 他们实在不乏先知之明 自1882年创刊后 宣道周刊的主编一直由在职人士兼任 这是首任主编宣信确定的用人原则 宣信本人就既担任 纽约市福音教会的幕会工作 又兼任宣道会的主席 陶树也一样 担任主编 也没有撇下芝加哥教会的幕会工作 他雷打不动地继续讲道 其他事工也不减少 于是 南城宣道会二楼礼台后面的那间小办公室 也就成了宣道周刊杂志的主编办公室 有人希望他卸任南城宣道会牧师的职务 全新主编宣道周刊 陶树坚决不从 我绝不能放下我的牧师职份 他向朋友解释说 每个星期都要面对同一批会众讲道 这确实有压力 但这种压力能使我更加自律 没有这种压力 我反而会提不起劲来 而且要是不讲道的话 我就会缺乏文章素材 我可以一边预备讲章 一边撰写社论和杂志文章 事情就这么定了 许多人觉得七刊部是个死气沉沉的部门 但陶树要使他焕然一新 他上任后首先为杂志定了基调 并于1950年6月3日 在该刊上发表了文章做出声明 这是他就任后的第一期 在时代大潮中左冲右突 奋勇向前的弄朝儿们总是能有所斩获 要是走得慢一些 难免会吃亏 但我们应当有宽阔的胸襟和长远的眼光 因为吃了苦 终将有所回报 真正的基督徒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于身外之物 他们并不特别在意 作为主编 陶树负责撰写社论 这项工作需要不断地产生创意 并且投入非常大的精力 他常常在快要结稿时 匆忙赶回办公室 而且都火烧没毛了 还毫无灵感 严格要求打造标杆刊物 如何获得灵感 每个作家各有妙招 陶树的招是拿起圣经和诗歌本 走到办公室角落的沙发旁 屈膝敬拜上帝 他会诵读经文 轻声唱诗 或朗读圣诗 他最爱以撒 华兹和查理 魏斯里的圣诗 还说过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跪着唱一首宣信的圣诗 他在上帝面前敞开心扉 很快进入到与上帝的同在中 这时文思就会涌现 于是他拿起笔 像写作《可慕神》那样 尽量把全涌而来的思路记下来 这样只要各把小时 他就能完成两三份 甚至四份社论的初稿 然后他在精心润色 发表在刊物上 陶树十分重视文体 还是个完美主义者 他认为 他主编的这份刊物理应成为宗教类刊物的标杆 使别人可以效法他们而得益 他坚持刊物的版面设计必须清晰而有美感 采用的图片必须是最优秀的 文字必须专业 行文必须庄重洒脱 而且要尽全力避免别角的幽默 恶俗的趣味 未经证实的报道 牵强的比喻 雍师俗句和空话套话 这份刊物应该亲切 洒脱 友善 平易近人 采用口语也未尝不可 陶树对宣道周刊的要求异常严苛 没有一期是他真正满意的 他也从不认为哪一期刊物能算得上是差不多行了 若不是尽善尽美 他就不会满足 有一件事真假莫辩 但到现在还偶尔有人提起 当时有一位女士写信给陶树 评价了她为期刊部带来的各项革新 她最后写道 但是我希望 您不要改变杂志的尺寸 因为这个尺寸不仅对我正合适 对我的小鸟来说也是如此 这样的大小用来垫鸟笼再合适不过了 照这封读者来信看 每一本期刊的结局就是成为废纸 话虽如此 这份周刊在宣道会内部仍然很受欢迎 这主要是因为桃树那些一针见血 充满先知洞见的社论 世上众多刊物之中 可能只有这份刊物的读者是冲着社论去的 许多完全不知道宣道会是怎么回事的读者 只是为了读桃树写的社论 以及他那些令人积节赞叹的文章 就订阅了这份期刊 所以是桃树造就了这份期刊 与此同时 这份期刊也造就了桃树 正是他为桃树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他就当代议题畅所欲言 这使他的影响力远超自己的教会和宗派 使他担当了一代属灵领袖的重任 他不懈呼吁信徒归正 回到圣经的立场 因为这才表明教会中心于基督和上帝的道 他探索并认同纯正的基督教信仰 他属于教会全体 桃树的社论文章 也在英国一些刊物上同步发表 伦敦的信仰生活杂志主编斯蒂文森 在桃树去世时说 他对这个时代的观察和见解 不仅适用于他的国家 也适用于英国 因此他的文章和书籍在英国也很受欢迎 但工作压力也差点要了桃树的命 他在担任主编两年后 有一次突发心脏病 虽然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 但医生仍然严令他休息数月 他只得遵从医嘱 忙碌工作的代价 事务繁忙这个词 已经不足以形容桃树的生活状态 桃树先后在芝加哥和多伦多的宣道会幕会 担任宣道会官方刊物的主编 担任全国各主要圣经大会的讲员 每周在穆迪圣经学院的芝加哥电台讲道 还写了好几本书 他身兼多职 还能忙而不乱 信心十足 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他的身体不怎么好 工作这么忙 压力这么大 他怎么能撑得住 1952年 他终因压力过大心脏病发作 不得不病休数月 他的好友罗伯特 巴特尔博士是佛罗里达州首个宣道会教会的牧师 该教会位于奥兰多 于是桃树去了那里 在好友处安心养病 1952年12月10日 宣道生活周刊发表了一份读者通告 请各位读者 为我们的主编桃树博士祷告 他除了担任本刊主编外 还要在教会担任牧师 在过去两年半中 他过度操劳 一直处于体力透支状态 11月22日 星期六 桃树博士在电台录制完节目后 身体不适 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的检查结果表明 他的心脏负担过重 但好在尚未造成气质性损伤 根据医嘱 他必须静养 绝对不能工作 请祷告求上帝尽快医治他 使他重新得力 1954年 桃树在宣道生活的 第一个主编任期结束 桃树没有说明原因 但他此时确实萌生了退役 或许是由于健康问题 这下宣道会总部的同工们 可急坏了 有一位同工威廉 斯莫利写信给桃树 言辞恳切地劝他三思 我由衷感到 斯莫利在信中写道 您在七刊部的服饰 对我们的宗派是莫大的祝福 对我们的事工也有着极大的促进 但桃树回信说 他辞职的决心已定 我很难过 因为让众多好友失望了 可能你们觉得我辜负了大家的期待 但我的难处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即使是你们这样的好友 也难以尽知 真心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的厚爱 以及对我的工作 无私而深切的关心 虽然桃树已经表明了退役 但当年的教会治理委员会 仍推举他续任杂志的主编 桃树最终还是接受了 他继续担任了九年主编 直到1963年适事时为止 提出半刊宗旨 1960年3月 桃树在宣道会期刊部的会议中提出了以下指导原则 作为半刊宗旨 一、宣道建政期刊部 虽是宣道会的官方机构 但我们是为全社会的福祉 而受聘出版本刊 因此 不得将本刊公器私用 宣传某方观点 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宗教斗争 二、引导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改良 是本刊意向的一部分 我们将以建设性的方式 即通过鼓励而非抨击 来实现这一意向 我们应慢慢前行 不追求速度 对不认同的事物心存忍耐 直至改变发生 三、我们必须重视宣道会与 其他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 因此 凡事应当首先为本刊的作者 编辑和出版人考虑 必须认真确保引用资料的可靠性 确保姓名和头衔正确 确保资料获准引用及刊登 应尊重版权 在引用外部资料时 应正确注明出处 四、本刊应始终坚持 普世教会的立场 有些基督徒对事物的看法 虽与我们略有差异 但不得在本刊中出现 任何贬损他们的观念 或行为方式的内容 所谓普世教会的立场 以其广度而言 应包容一切真信徒 以其限制而言 不应容忍任何形式的叛教 五、本刊甘愿 实实在在地服 是普世教会 因此要认真面对真理 各个层面的议题 本刊的选题在一个时段内 必须涵盖整全的 基督教信仰议题 并注意题材的平衡 同时我们应不忘却 所领受的特别护照 即提醒读者重视一些被忽视的真理 如先知预言 分别为圣 圣灵的工作 内心的洁净 胜过老我和罪性 基督的内住 敬拜的重要性 勇敢遵循新约的典范 普世宣教等 六、我们应立志成为 基督教刊物中的标杆 这样其他基督教出版物 就可以因效法 我们而得意 宣道见证 应在以下各个方面 做到尽善尽美 清晰美观的版面设计 优秀的图片和美术设计 专业的文学水准 一丝不苟的语法标准 期刊应采用 庄重洒脱的文风 避免别角的幽默 品味上更要避免恶俗 同时应避免的是 卖弄学问 调书带 语气不正经 令人尴尬的比喻 雍师俗句 以及未经证实的报道 文章的比调应亲切 洒脱 友好 文字应平易近人 不妨口语化 七、我们必须 坚持不懈地提高期刊的水准 时时刻刻严格的自我反省 任何时候都不得沾沾自喜 应及时找出错误并予以纠正 千万不能觉得差不多就行了 因为若非尽善尽美 就是不行 法国作家弗罗拜曾说过 是上本没有所谓的同意词 每个词汇都有其独特的含义 我们在写作时 必须找到这些正确的词汇 并加以运用 面对反对声音 桃树也曾面对少数宣道会人士的批评 他这个人不太关心别人 如何给他贴标签 他关注的是神学实践 而不是描述 马克思 赖克是一位在穆迪圣经学院 执教的犹太拉比 他向朋友评价桃树说 他爱上帝 并被圣灵充满 虽然他并不用我们的术语 但他确实是被圣灵充满 只要属灵经历是真实的 桃树并不在乎应该使用哪些专用名词 在桃树领导下的宣道会官方期刊 对宣道会以外的人士持开放态度 但并非宣道会内部所有传道人 都认可他的这种态度 这些人也不认可桃树为刊物确定的半刊原则 他们认为这份刊物作为宣道会的内部刊物 应该主要关注宣道会自己的事物 他们抗议说桃树不应向全世界讲话 而应单单针对宣道会 另外桃树出于自己的兴趣 而大量采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作品 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这些抗议在1960年达到了顶峰 甚至有人要求停刊一年 然后作为宣道会内部刊物恢复出版 这等于公开反对桃树担任期刊主编 这项行动最终失败了 桃树仍然在任 但是这些要他下台的呼声 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伤痛 后来他悄悄对朋友说 这样也好 我心中又倒下了一个偶像 宣道会的这份期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十分风行 订阅量大增 质量也不断提高 虽然桃树当时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但他写作和讲到的质量未见下降 精力也仍然充沛 这正是桃树所希望的 他曾这么请求会众 请为我带导 使我不要变成那种牧师 在年迈体衰时 只能拿着个文件夹到处传 里面装满了褪色的简报 用来显摆自己当年的成就 桃树心得 步道会经常是乱哄哄 急匆匆 目道有觉知信主时多是泪汪汪 我们是不是以为这样上帝的工作 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眼巴巴 盼着别人赶快 过关 所以即使他们还在黑暗中 也要催着他们赶快 相信 赞美主 无论步道会组织多么完善 宣传多么到位 除非他的效果 是一周甚至一年后 仍然可以持续的 否则我们就要敢于不满足 圣灵想要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团契 他也想和我们交谈 就像基督与他的门徒 在加利利海边那样交谈 倘若有一天 我们能放弃错误的观念 和傻乎乎的害怕 容许圣灵这么做 那么那一天 就是我们全新的开始 因为从那以后 我们将进入那位永不失败的 致圣者荣耀的同在 再不会孤单 第十二章 祷告 和陶树一起祷告 是一种很特别的经历 他第一次邀请 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起祷告时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次我俩先讨论了一些 他最近默想的经文 然后他提议开始祷告 我那时很年轻 于是留心观察 他是怎么做的 好照着学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走到办公室中间 然后跪倒在地 我吃了一惊 然后学着他的样 跪在了地上 就这样和他一起 面对面祷告了半小时 身边也没个桌子椅子 可以靠一下 这一幕 我至今印象深刻 属灵操练中 采取的这种祷告姿势 能使我祷告时更加专注 不至于心源一马 罗伯特·沃克博士 在宣导会全体大会的 一次事务性会议中 各位与会者 埋头审议各项决议 修正案 以及修正案的修正案 忙得不可开交 单调乏味的讨论 使得桃树越来越不耐烦 终于他再也安纳不住 像坐在身边的麦卡飞 转过头去 他对麦卡飞而语道 走吧 趁着我还没失去信心 咱俩一起找个房间 祷告如何 精彩的讲道和优秀的文章 为桃树赢得了许多赞誉 这些成就实在应归功于 他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 桃树最爱与上帝同在 胜过世上的一切 而祷告正是他这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 他不仅在讲道中教导大家祷告 也在生活中身体力行 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 记下自己和别人的祷告事项 而且这些事项 往往与属灵的是有关 桃树的祷告和他的讲道一样 诚实 坦率 幽默 火热 他的祷告深刻影响着他的讲道 因为他所讲的道 正是他在祷告中的得着 他的祷告也影响着他的生活 人们经常说 桃树是个祷告的人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来自于他的祷告 桃树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祷告 在祷告中与上帝摔跤 他实实在在地践行 与上帝同在地教导 经常躲开家人和朋友 在独处中与上帝交流 与上帝相对时 他经常浑然忘却时间的流逝 上帝同在地祷告 卖咖啡每星期二 四、六上午都会用半小时 和桃树一起祷告 卖咖啡到办公室后 桃树会朗读一段 他最近读到的文字 圣经经文、圣诗、主内的文章或诗作 接下来 他俩就以着椅子跪下祷告 桃树在祷告时有时举目望天 有时匍匐在地 当他匍匐在地时 会在地毯上靠近脸的地方 铺一张纸 以免吸入灰尘 卖咖啡对一次祷告的经历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桃树以着椅子屈膝下跪 摘下眼镜放在椅子上 他紧握双手 闭着眼镜仰头祈祷 上帝呀 我们在你的面前 上帝的临在瞬时充满了整个屋子 我们两人都静默无言地敬拜上帝 心中感到十分喜乐 体验着上帝的奇妙 抒发着对上帝的崇敬 那个时刻真是无法忘记 我永远也不愿忘记 有一次 麦卡菲正在祷告 听见桃树那边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 他忍不住睁开眼睛瞄了一下 发现桃树正用铅笔写东西 原来卖咖啡祷告的时候 桃树突然心有所感 就马上提笔记录下来 桃树定期与教会同工一起祷告 在一次同工祷告会中 桃树身体微微前倾 与上帝深切交谈 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 于是桃树暂停了祷告 跑去接电话 一讲就是二十多分钟 打来电话的是一位传道人 桃树给了他好多指导和建议 比如多休息 度个假什么的 问题是他自己从来没这么做过 桃树让别人去度假 自己却从来不度假 所以教会同工坐在那儿 一边听一边偷笑 桃树挂上电话 就回来继续祷告 他居然还能接得上刚才祷告的话头 继续祈祷说 上帝呀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一回 桃树和路易斯 金博士及另外两位牧师相约 一起花半天的时间祷告 其中一位牧师在祷告和讲道时经常语不经人死不休 并以此闻名 这位牧师在祷告中提到了一位阻碍宣教工作的政治领袖 如果你无法改变他 这位传道人祷告说 就请让他直接死掉 然后带他去天堂吧 祷告结束后 桃树把金博士拉到一旁 你听到他上午是怎么祷告的吗 他一脸受伤的表情 带他去天堂 他是不是根本不信耶稣啊 那可不是祷告 那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向上帝提出要求 这样怎么行呢 在上帝面前讲话一定要虔诚 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在和上帝说话 而不是和人说话呀 注目于上帝 桃树认为 祷告是人能够得到的职份中最神圣的一项 当桃树祷告的时候 人们经常感到仿佛上帝就在他身边 甚至有时候 有人会忍不住睁开眼睛找找看 桃树的祷告内容往往具体而细致 把生活中的小事也带到上帝面前 有一回金博士去拜访桃树 正赶上桃树要出门 为教会买几个特型灯泡 离开办公室前 桃树跪下 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 上帝呀 你知道 我们是完全不懂该怎么挑灯泡的 然后 他用非常自然的口气和方式 为了买灯泡这样一件日常小事 向上帝求智慧 桃树特别愿意参与暑期圣经大会 或各种营会 每年都会花大量时间参与这些聚会的侍奉 他觉得这样的大会气氛非常有助于祷告 也有益于与上帝亲近 在参加大会时 一般情况下 他都会在清晨道附近的林子里去 找个地方 以着一棵倒下的树木跪下 敬拜上帝 祈祷 有时 他会找个人一起在野地里祈祷 这时桃树通常会事先介绍一些 与进入上帝同在相关的事情 这对他来讲是非常实际 也非常直接的 接下来 他会问 好了 我们应该祷告些什么呢 于是他俩简短地讨论一下需要祷告的事项 之后一般由桃树做开始的祷告 罗伯特 巴特尔是桃树的好友 他们也常常一同担任大会的讲员 有一天早上下起了雨 桃树和巴特尔就临时改在桃树的房间祷告 他俩在一个婴儿床的两头分别跪下 年轻人 桃树问 我们今天祷告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听到的人祷告 于是两人聊起了祷告的内容 和该为谁祷告 不知不觉中 桃树又谈起了上帝 道成肉身 三一真神的荣耀和主权 圣洁 天堂 天使 永生 教会 教会在世上的使命等等 滔滔不绝 他俩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只是深深感受到上帝同在的奇妙 等到他俩真正准备祷告的时候 午餐的铃声响了 哎呀 这下惨了 巴特尔埋怨说 我们还没开始祷告呢 就该吃午饭了 年轻人 我们已经祷告了呀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整个早上所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和祷告是差不多的 有时候 桃树会和巴特尔一起穿过树林 找个地方向远方眺望 这时桃树会深深地吸一口气 然后认真地对巴特尔说 年轻人 我要成为这个世代最爱上帝的人 有一次 桃树在房间祷告时忘记了时间 该他讲道时 大家却找不到人 不得不临时另找讲员代替 等到桃树终于现身时 他只好解释说 他有个更重要的约会 极美的自由 桃树在祷告时 会把一切的人和事都忘却 单单注目于上帝 他遵循神秘主义灵修大师们的教导 正是他们给了他示范 使他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操练与上帝同在 桃树学以致用 成就不凡 他认为敬拜与祷告密不可分 当你与亘古之奥妙的那一位 同在时 你会体验到他所配得的尊崇与威严 令人赞叹的奇妙和无法抗拒的慈爱 哲学家称 这位至高者为第一推动力 但我们称他为天赋 敬拜就是用你的心去体会这种谦卑 却又喜乐的感受 并用合一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敬拜是桃树行事为人的推动力 主导着他生活和侍奉的方方面面 不源于敬拜的服事毫无意义 到了神来验收的日子 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只是草木和街 如果自己教会的同工和会友 由于忙碌而无法真正敬拜上帝 桃树就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 他写道 我们这个世代不仅伟大的圣徒寥寥无几 甚至连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也不多见 这是为什么呢 我相信至少有一部分原因 是我们不肯花时间慢慢培养对上帝的认识 所以在各种活动的组织安排上 我们应该留下足够的时间独处和默想 以培育属灵的果实 桃树非常喜欢圣诗 他的藏书中有许多古典圣诗集 他经常在赶路的时候 默想古典圣诗的歌词 有人向桃树请教时 他经常会建议说 去买本圣诗集吧 不过千万别买出版了 还不到一百年的 他在芝加哥的教会并不使用 宣道会的基督徒生命圣诗 而是使用一本和畔弟兄会教会的圣诗集 桃树觉得这本圣诗集收录了 更多他喜爱的圣诗佳作 更好一些 当他听到惠众颂唱这些圣诗时 心里总是十分开心 他曾在宣道生活中向刚信主的基督徒提供建议 除了圣经之外 最有价值的书就是好的圣诗集 刚信主的基督徒应该花一整年的时间 存着祷告的心 认真默想华兹和魏斯里的圣诗 单靠这个就能成为不错的神学家 他又补充说 在那以后应该以兼容并序 不偏不倚的心态 学习清教徒和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作品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一定会有奇妙的收获 将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 这正是桃树多年以来的亲身体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桃树将一位爱尔兰的水管公 引为自己的同道中人 这位水管公名叫汤姆 海尔和桃树年纪相仿 也是一位传道人 海尔成为了桃树的写作题材 出现在他为宣道生活 撰写的几篇文章中 这几篇文章后来汇集成书 以封堵破口的祈祷者为名出版 汤姆和桃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但他俩都有对上帝深沉的爱 并且都将上帝看为至宝 因此惺惺相惜 有一回海尔来芝加哥 正好桃树的教会 组织了一次通宵进食祷告会 于是海尔也参加了 半夜时 海尔觉得口渴 就离开祷告会去拿了杯茶喝 教会的一些会友 因而觉得海尔不够敬钱 但桃树并不这样认为 他在这一举动中 看到了海尔在主里 所享受的极美的自由 回爱尔兰之前 海尔在芝加哥稍作停留 向大家告别 海尔啊 桃树猜到 我想你是急着回爱尔兰讲道吧 不是 海尔用他浓重的爱尔兰腔回答说 我计划取消 接下来这半年的所有计划 趁着还有机会 用这段时间好好 为我在基督台前要受的审判 做预备 海尔的这种态度 桃树自己也深深认同 桃树心得 美国的每个城市 在每一个主日所做的祷告 若是能有千分之一 蒙上帝应允 全世界最伟大的 复兴起不是会以光的速度到来吗 我们似乎已经对祷告 时辰大海 见惯不怪了 虽然上帝仍然垂听我们的祷告 虽然他的一切应许仍然有效 我们却始终步履蹒跚 有人能告诉我们 这是为什么吗 我实在是太天真了 居然相信那些 红极一时的男明星的 各种胡闹之举 已经让人们对这些人彻底死心 还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了 各种电影给我们带来的扭曲心态 事实证明 我过于乐观了 这些问题就像瘧疾一样 会一再复发 上帝所默示的圣经 最首要的功用 就是使罪人在上帝的旨意下 无条件投降 若没有达到这一目的 其他果效都无法持久 那些读圣经的人 或许会称赞那些充满寓意的描写 勇敢无畏的人物和慷慨激昂的言语 也可能乐于阅读一些诗般美妙的经文 并陶醉于其中的生活智慧 但他若不能在生活中 完全顺服圣经的权威 就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益处 旁人眼中的桃树 优秀地传到人 我仍然记得桃树讲道时的样子 他习惯点着脚 因为他个头矮 所以总是点着脚讲道 点脚已经成了他讲道的一部分 我对他讲道时拿圣经的样子印象很深 他在刚开始讲道时 总是把圣经停放在讲台上 严格按照讲道大纲讲解 大约15分钟到20分钟后 他会拿起圣经 用一只手捧着 离开讲台 伸板挺得笔直 继续讲大约15分钟 之后 他会再把圣经放回讲台 后退两步 这时就再也不需要依靠 讲道大纲的提醒了 现在他在更高之处 与他毕生追随的上帝同在 他可以更挥洒自如地阐明真道了 克利夫·维斯特根牧师 我还是个年轻传道人的时候 第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 参加全体大会 当时我一想到能够听陶树博士讲道 就兴奋不已 当他讲道结束要做总结的时候 整个会场的气氛一片沸腾 我看惯了讲员在讲道后发出觉知护照 所以一心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回应信主 但陶树显然不打算这么做 他以特有的风格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说 你不需要在这里大声宣告你的决定 你只需要回家之后活出你的决定 说完这句话 他就宣布聚会结束 陶树这个忠告深深打动了我 令我刻骨铭心 三十五年过去了 我仍然丝毫不敢忘记 他的忠告仍在不时向我发出挑战 提醒我脚踏实地地活出信仰 阿尔 斯旺森牧师 第十三章 神秘主义者和先知 在一次晚餐上 钟马田医生和我谈起了基督教神秘主义者 并告诉我一件趣事 经他允许 我在此转述给大家 他说 几年前我和陶树一起参加一个大会 我十分欣赏他的事工 也很享受和他之间的交流 一天他对我说 钟马田啊 我俩在属灵的世上立场接近 但我们是殊途同归 于是我问他 这话怎么说 他回答 是这样的 你走的是清教徒路线 我走的是神秘主义者路线 你知道吗 他说得很对 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沃伦 威尔斯比 陶树对上帝所怀有的热情 驱使他去了解基督教神秘主义者 当时这个群体的著作 即使是在牧师们的圈子里 了解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但陶树发现 不管这些属灵先贤的神学 有着怎样的缺陷 他们都难以自已地深爱着上帝 陶树出于对上帝同样的渴慕 觉得自己有责任 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这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思想 就如金丝银线般穿插在桃树的讲道中 他引述他们的文字 介绍他们 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 并且积极效法他们去生活 他汲取他们的精神 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力量 这些人 他说他们认识上帝 我想了解他们对于上帝知道多少 还有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完全理解这些先贤的挣扎和得胜 所以许多人也把他与他们归为一类 对于这样的评价 他从不以为武 对上帝尾身 随着年月流逝 陶树罗列出的上帝的朋友的名单 也越来越长 他最大的乐趣 莫过于使被人遗忘的 敬前作家重见天日 他喜欢把自己最新发现的 神秘主义者介绍给大家 他很小心地指出 他虽然佩服这些人 却并不完全同意 他们的一切教导或行为 不过 这些人对上帝的伪身 以及他们分享 自己属灵见解的能力 却是陶树深以为然的 有一次在讲道中 陶树将诺威奇的朱利安 称为自己的女朋友 他的这种表达方式 让许多人感到不对劲 我是这么觉得的 陶树对此辩解说 管一个五百多年前死去的人 叫女朋友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从朱利安的著作中 感受到他对上帝的虔诚和火热 正与他对上帝的追求 志同道合 他在奥秘派诗歌集 一书的引言中这么解释 神秘主义者这个词 指的是一些圣经后时代的人 他们与圣经时代的圣徒 有相同的个人属灵经验 并以此而广为人知 我认为福音派神秘主义者 指的是通过福音进入到 与上帝的亲密团契之中的人 他的神学观念不偏不倚 正符合圣经的教导 他行走在真理的天路上 这条天路 历代的先知和使徒走过 而且在后来的各个世代中 各样背负十字架的神秘主义者 改教先驱 清教徒 福音派基督徒和宣教士也走过 而神秘主义者 唯一有别于普通的正统基督徒之处在于 他们有更加深刻的信仰经历 他们生活在真实的属灵世界之中 能在自我及周遭的世界中 默默地 深深的 甚至有时是 充满狂喜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他们的属灵经历并不新鲜 甚至自打有了时间和造物开始 就存在这种经历 这是通过与永恒的圣子 联合而得到的 对上帝极其亲密的认知 并且这种认知 是超越理性知识的 陶树并没有被神秘主义者 这个词吓到 神秘主义这一概念 简单说来 指的就是操练与上帝同在 其中蕴含的信念是 人的内心无论何时 都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 无需借助任何外在的仪式 他认为 这是基督教信仰非常核心的信念 并且与上帝同在是上帝的儿女 所能拥有的最甘甜 最能使灵魂得到满足的经历 陶树非常欣赏 十七世纪的法国圣徒费奈隆 他那极有说服力的讲演 为当时的属灵教育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并且他还仗义输财 救助了西班牙战争的许多受害者 费奈隆是个认识上帝的人 他明白上帝活在他的心里 这就像鸟飞在天上一样 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在上帝的旨意下 他完全伪身 满有能力地带领信徒过属灵生活 有些所谓神秘主义者的男女信徒 往往会有些出格的举动 但费奈隆身上 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问题 神秘主义著作 哈帕和罗出版社出版了 费奈隆的著作对基督徒的忠告 并更名为基督徒的完全 这下陶树高兴坏了 他专门写了篇文章 号召宣道生活的读者购买这本书 读读看吧 他写道 要满怀期待地读这本书 如果你并不可目 那么读了也不会有太大收获 你要下决心认识上帝 在读之前先祷告 并默想上帝的道本身 在读这本书之前 你要先预备你的心 如果像读其他书那样 只是翻翻而已 那么读了也没什么用 要存着一颗敬虔的心 读这本书 心中要有安静而谦卑的期待 最好是独自读它 因为在亲密的朋友 也常会扰乱你的心境 使你无法专心 在读费奈隆之前 先要抛开试试 把自己献给上帝 当纷扰试试都沉寂离去之后 就可以开始了 郑重一点吧 费奈隆希望他的读者 是严肃认真的 现在流行一种莫名其妙的观念 认为信仰应该既提供救赎 也提供娱乐 如果你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那么就干脆不要读费奈隆 因为这本书是写给可慕上帝之人的 要慢慢读 每天千万不要超过一张 要是你很快读完这本书 你就错了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需要钻研 默想 留心 祷告 并且 趁着这本书仍然在你内心做工时 反反复复多读几遍吧 桃树经常前去探寻那些内在生命的大师 以滋养他自己的内心 他满怀深情 久久地坐在那些属灵教师的脚前 恭敬而感激地从他们的源泉那里汲取活水 他抬头感谢上帝的恩典 因为那些男女圣徒教导了他 使他能够更加渴慕上帝 这些大师包括劳伦斯弟兄 库萨的尼古拉 艾克哈特大师 弗雷德里克 威廉 费伯 盖恩夫人 桃树对于老师只有两个要求 首先 必须真实地认识上帝 就如卡莱尔所讲的那样 他对上帝的认识不能仅仅是捕风捉影 其次 上帝必须是他的一切 桃树发现 与耶稣基督的情义是需要培养的 所以他经常长时间独处 桃树经常提醒我们 你可以在神学上所向披靡 像拿着机枪扫射一样 但同时 鼠灵生命像枪管一样 空空如也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他更注重 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而不是系统神学 对于他来讲 与上帝的关系 是如此真实 如此令人无法抗拒 因此他能够完全倾心于此 他所羡慕的鼠灵生命大师 被他亲切地称为 能体会上帝的灵魂 也就是为上帝内心充满火热 对上帝的渴慕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多年之前 桃树说 我曾向上帝祷告 求他使我的心思敏锐 能够察觉到他告诉我的一切事情 接着 我又求上帝用先知的油膏 磨我的头 使我可以把领受到的一切 向世人宣扬 护照当代先知 桃树在给年轻的传道人讲课时 经常呼吁他们加入他的火热的新团契 参加这个团契的人 应该心甘情愿地付上代价 并且和他一样 以神秘主义者的方式开展事工 他发出了一个关于当代先知的特别呼召 他发现当代教会里 有许多优秀的人过着无瑕疵的生活 他们就是那些非常杰出 被圣灵充满的圣经教师 我从他们的事工中获益匪浅 并为此申表感谢 他说 但是我相信 在各个时代 上帝都会呼召一些他特别拣选的人 赋予他们特殊的恩赐 使他们能够满足自己时代的人的需要 这些人明白上帝对于时代的心意 因此从容不迫地讲出他们的信息 从某种意义而言 这些人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先知 为了跟从主 你必须要付上一切 桃树告诉这些年轻人 如果你想要成为上帝 在这个时代的代言人的话 付出的就会更多 教导圣经是许多人都会的 而且许多人都在做 也做得很好 许多牧师通过教导圣经建立教会 并且做得非常好 虽然我们确实需要圣经的教导 和教导圣经的人 但是每个时代都对先知有强烈需要 在每个时代 这些人都是从灵而生的 被上帝的心酒灌满的小群体 他们向着有耳不听之人 清楚地传达着上帝的信息 桃树一直强调 教导如何敬拜上帝是很重要的 要引导会众 他倡议 主日敬拜不能只停留于表面 而必须有内涵 并且要庄重 要让会众学唱一些古老的圣诗 那些荣耀上帝的 有内涵的圣诗 在一次圣经大会上 桃树向一群年轻传道人 讲述了他的一次经历 有一位传道人朋友 和我一起步行到树林中去 打算在那里读经祷告 他在一棵倒下的树木边停步 然后就睡了过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于是我就像耶稣所做的那样 独自走远了一些 然后跪下读经 我读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扎营那一段 上帝要他们把营地拼成一个美丽的菱形图案 就在那时 我见到了上帝 如此真切 就像我从没遇见过他一样 于是就在那个树林里的圣所 我低下头敬拜上帝 那次经历后 我对于廉价的宗教快乐几乎完全失去了兴趣 那些人云亦云的宗教说辞再也无法吸引我 因为我已经与独异真神面对面了 在我生命中 上帝成了我唯一关注的对象 在事工生涯中 桃树很早就察觉到先知的恩高已经浇灌了他 这时他谦卑下来 不但如此 还催促他跪下祷告 在刚到芝加哥的那几年 他经常带着本圣经 一大早坐电车去密歇根湖 花整整一天与上帝独处 桃树能够讲出先知的话语 是因为他曾在祷告中与上帝摔跤 他享有二十世纪先知的美名 也确实履行了先知的职责 就如一些人的观察体会 他是福音派的良心 不仅在他那个时代 在以后的时代亦是如此 桃树心得 有些人用全部时间休息教义的空中非人大法 却丝毫不肯脚踏实地学习与上帝同行的功课 他们另辟蹊径 先是在神的主权的横杠上晃动脚趾头 来个双空翻 又把永恒的法令抛来抛去 最后在预定论之谜上练习弯腰动作 可能这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吧 但我不知道这是否能使他们更加圣洁 或者更像耶稣 我们不应忘记托马斯 肯培那充满智慧的名言 感到内疚却不明所以 好过清楚明白 但无动于衷 我曾在鲁本 托里博士去世前不久 听过他的一次讲道 是关于圣灵的 他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 声音颤抖 但那是我听过最好的讲道之一 这么多年过去仍然令人回味 其中有一句话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 不要因为想更多地得到圣灵 而烦恼 我们要寻求的 是让圣灵更多地得到我们 如果圣灵能够完全得到我们 我们就能够完全得到圣灵 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一个著名步道团的讲台上 有这么一行字 先生们 我们要见的是耶稣 这是对讲员的温柔提醒 提醒他专注于中心 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讲台是用来传讲上帝之道的 一旦用作他图 就会失去荣耀 让我们在讲台上坚持传讲圣经 把那些笨蛋赶得越远越好 第十四章 诗人和诗歌 陶树没有上过大学 却得到圣灵亲自的教导 耶稣说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陶树真的验证了这个应许 我觉得今后恐怕 不会再有他这样的人了 伦纳德、雷文希尔 诗人雪来 对诗的定义是 最快乐、最高尚的心灵 所刻画出的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阿纳托尔 法郎士则把优美的诗笔 作波动我们心灵之弦的秦功 他不仅倾诉了诗人的心声 也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 诗人往往需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 方能写出如此的加剧 华兹华斯曾说 他卖诗换来的几个小钱 还不够买根鞋带 大魏王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天下 少年时就打败了巨人戈利亚 让让世世代代的小孩子为之欢呼雀跃 他和约拿丹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 更传为千古佳话 但是现在看来 这位伟人最高的成就 竟是他的一首微不足道的小诗 诗篇二十三篇 这位财思敏捷 落笔有神的诗人 长担着竖琴吟诗作曲 留下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佳作 这首小诗只是其中之一 但他在时光长廊中久久回响 桃树既爱诗 也爱写诗的人 因为这些人和他一样 看从生命中美好的事物 为了心中的重担 而轻看钱财 甘愿设弃安逸生活 他们冥思苦想 夜不能寐 最终后激勃发 迸发出令人称觉的加剧 桃树本人较少尝试诗歌创作 但也写过一些诗 其中两首由麦卡飞配曲 曾在不少场和现场 天父之道 取取自舒伯特的圣母诵 天父之道 光中之光 永远的赞美 唯独归于你 你永远的能力伟大 你圣洁的心香甘甜 你从创世前的黑暗中 造出阳光和春天 你以天地为居所 多么壮美 多么永恒 这是天父之道 天父之道 真神上帝 道成肉身 成为真人 降生世间 踢经斩棘 经受则打 甘愿承受耻辱和伤害 是要拯救世人 我们的罪孽和苦难 是如此真实 除你以外 我们别无良有 请你用救恩 遮盖我们 使我们忧伤的心灵 得以释放 天父之道啊 天父之道 听我们祷告 求救我们远离魔鬼的试探 求温柔看顾我们的灵魂 以免罪恶和撒旦 胜过我们 征战的基督啊 你胜过绝望 胜过地狱的深渊 当你再来 领走你救赎的子民时 将有无比的喜乐 那时万稀必要跪拜 承认你的王权 这是天父之道 我心深处 取取自马斯奈晚歌 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呼求 上帝啊 我向你呼求 求你眼面 不要看我的罪孽 我的眼泪虽如泉涌 但污秽太重 眼泪怎么能够洗刷 我的内心充满愧疚 我因痛苦而心碎 我终日哭泣不止 在孤单的长夜里 陪伴我的只有悲伤 我已误入歧途 越行越远 但求你不要舍我不顾 主啊 因为我盼望你的道 求你照着你的恩典 拯救我的灵魂 现在就拯救我吧 免得我死亡 主啊 你对我的恩典 如天高海深 你是信实的 你赦免了我 现在我活着 是要颂养你奇妙的爱 你拯救了我 用你的恩典 使我属于你 啊 上帝赐下了无比的喜乐 我永远属于你 陶树在晚年编辑了一本诗选 他逝世后不久 由基督教出版社 以奥秘派诗歌选集 为名发行 这成为他晚年的文学成就之一 陶树爱诗 无论是信仰类的 还是世俗类的诗歌 他都喜爱 他的爱诗之心体 现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 有好几本他出版的书军 以导词作为每章的开始 一诗作为每章的结束 心爱的诗人和诗歌 在写信仰类诗歌的诗人中 桃树特别偏爱山水田园诗人 比如能从造物的奇妙中 感知上帝的华兹华思 虽然许多诗人的诗作 都以天地造物为始 以上帝为终 桃树却认为应该 以上帝为始 以天地万物为终 他虽然受山水田园诗人的启发很大 但仍然认为 真正的基督徒 再读到这些诗时 心中难免会失望 因为这些诗所提到的上帝 是经过诗人 肆意诠释的上帝 并且身影模糊 几乎无法与大自然的力量区别开来 这样的上帝 并不是在圣经中通过 耶稣基督所显明的上帝 宇宙的圣灵和智慧啊 你的灵魂是永恒的意念 是你赋予了天地万象生命 并使他们生生不息地运转 华兹华思续曲 桃树认为 圣经中的先知和诗人们的视角 比山水田园诗人们的更好 因为首先看见的是上帝 他们被信仰的力量 引领到上帝的宝座前 从那里俯视受造的大千世界 他们深爱着天地间的造化 但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出于创造他们的造物主的缘故 他们遨游于天地之间 就如在上帝的花园中穿行 所见所闻都令他们感受到造物主的存在 他们在狂风骤雨中见到上帝 在电闪雷鸣中也听见他的声音 巍峨的群山向他们诉说着上帝的大能 安稳地盘石提醒他们 上帝是避难所 虽然桃树在天地造化中 清晰无比地见到了上帝 但更吸引他的是新天新地 而不是现在的世界 在一篇名为将来的世界的社论中 桃树提醒 我们都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之中 并且有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为我们开路 为我们预备地方 这实在是难以言喻的奇妙 他提醒我们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 那是一个胜过死亡 没有恐惧 也没有伤人之物的荣耀圣诚 在这篇社论中 他以克鲁尼的伯纳德的几句圣诗作解 耶路撒冷的荣光 是选民的荣光 是我们所爱的一项 是将来的一项 是我们心中急切的盼望 凭着信心 我已经看见了你 就在此地 我分明遥望到你城墙的轮廓 于是我的心为你燃烧 我奋斗不息 心潮澎湃 满心向往 对新耶路撒冷以及上帝的国度 桃树的态度确实是奋斗不息 心潮澎湃 满心向往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这句经文一语道出桃树 长期以来的兴趣所在 他渴慕上帝 这不是说他尚未认识上帝 他已经找着了上帝 但仍然深深渴慕他 圣伯纳德曾以音乐般的语言描绘过这种神圣的纠结 因此深得桃树之心 哦 我们品尝你 生命的良 但仍然盼着保尝你 我们畅饮你 活水之源 但心灵仍然干渴 盼望你来 使我们得满足 弗雷德里克 费博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桃树在奥秘派诗歌选集中 收录了他的二十首诗 费博一心寻求上帝 因此上帝清楚地向他显现 于是他的生命为之燃烧 更加火热地敬拜上帝 正是费博对上帝的极度痴迷 使得桃树爱上了奇人奇作 桃树在费博的作品中 找到一首献给圣灵的圣诗 桃树觉得这首诗 是古往今来同类作品中的巅峰之作 他很奇怪 为什么没人为这首圣诗谱曲 以便在教会送唱 或许是因为他自问自答 这首诗所体现的 对于圣灵的个人经历太深入 太亲密 也太炙热了 因此无法在现代敬拜者的心中 引起共鸣 爱的全员啊 你实在是真神上帝 你穿越时间的永恒 你自有永有 远非受造 从圣父和圣子那里流淌而出 真光 真爱 真神上帝 我不敢凝视你奇妙的神性 和你神性的奇妙作为 费伯的另外一首圣诗 桃树也很喜欢 是颂扬上帝的永恒的 伟大的上帝 你不曾年少 在你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结 荣耀在你里面 住在你平静的心中 无论岁月如何沉积 都不会超越你的永恒 亲爱的上帝 你自己就是你的永恒 桃树提醒我们 不要把这篇圣诗 混同于一般的诗歌 读过就算了 伟大的基督教真理 和谎言的迥异之处在于 我们有着更好的宗教理念 这六行诗中所表现的思想 就像雅各的天梯那样 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加清晰 也更令人满意的上帝观 费伯在整全的上帝观 这一点上 成为桃树的良师 桃树不仅喜爱描写上帝的诗 也喜爱描写人生经历的诗 桃树明白 十字架的道路 是遭世人厌弃的 人一旦背起了十字架 世人的责难也就随之而来 分别为圣的基督徒 在人生经历中 必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仇恨 很少有人能够幸免 但在他们离世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距离的拉远 他们给世人的印象 往往会变得稍许柔和 于是乎 他们活着的时候 憎恨过他们的人 或许会在他们死后 转而称赞他们 约翰 为私理和卫理工会的遭遇 就是这样的一幕其景 从历史记载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初所承受的骂名 他们的完全成圣主义和生命中 自然洋溢出来的喜乐 令人感到自残行贿 因此有些人急于驱逐他们 他们在世的时候 许多人轻见他们 嘲笑他们 把他们视为世间的渣子 使他们到处受逼迫 处境艰难 但是现在我们吟唱他们的圣诗 修整他们的目的 桃树经常引用特撕铁根的一首圣诗 名为天路客之歌 这首圣诗为那些缺乏人关爱 被人忽视 行走在荒野之中的圣节旅行者们 提供了安慰 也鼓舞了他们的信心 圣诗的最后一节如下 我们这样跟随他的脚步 跌跌撞撞 盘山而迟处 茫然四顾 旷也不知路 天降冰雹 地亦荒芜 卑微渺小 莫我肯顾 受人轻见 遭人毁霸 咬紧牙关 莫莫无言 前路茫茫 不知何往 唯有歌声 依然嘹亮 孩子 前行 继续前行 桃树是如此解读 这节圣诗的 世界如此庞大 纷乱嘈杂 黑暗深重 滚滚红尘之中 真正的圣徒和其难觅 但我们知道 人越是像耶稣 新闻记者愿意报道 他的可能性就越低 无论他多想赢得世人的尊重 都难以避免他们的责难 这个忙碌的世界 甚至可能从来不曾知晓 他的存在 除非听到他的歌声 桃树非常关注传递神学观念的诗 例如在一篇名为改善或是去除 的社论中 他写道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基督信仰不仅仅要求 我们改善自己的问题 而不去除我们的罪 基督拯救的工作是有双重意义的 世人因为罪与上帝隔绝 基督则将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 并使他们与上帝和好 不再彼此隔绝 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一致认同 信徒的罪必须得到完全的捷径 他们的本性才能得以更新 如此才能与上帝建立团契 不少圣诗的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且有过认真的思考 感谢上帝 他们找到了答案 托马斯 宾尼深感这一问题的重要 并在一首显为人之 但很有属灵深度的圣诗中 提出了这个问题和解决之道 桃树引用这首圣诗如下 永恒之光 永恒之光 灵魂须何等圣洁 才能进入他的光中 如何才能不恐惧战惊 而是带着平安的喜乐 得见他的面 而仍存活 啊 像我这样的人 生来本性黑暗 心思也是幽暗 我如何能在无法言说的那一位面前 站立地稳 我赤裸的灵魂 又如何能够承受 这自有拥有的光芒 唯有一条道路 能使人坦然无惧 进入到那崇高的所在 就是那一次的献祭和牺牲 圣灵的大能 上帝的中宝 桃树显然对一些诗人特别欣赏 比如费薄 但由于他涉猎的诗作极多 因此他喜欢的诗人中 有不少是显为人知的 他似乎特别喜欢挖掘那些埋没已久的诗人 比如 在《认识至圣者》一书中 他引用了一首希腊圣诗来 呼应主题 在其他著作中 他也曾引用过小奥利福 温德尔 霍姆斯 克利斯汀纳 罗瑟提 钦层多夫 查理 魏斯里 盖恩夫人 汤姆 摩尔 以撒 华兹 丁尼生等人的诗 其中一些人 或许未必能 基身专家学者 给出的大诗人 榜单 但桃树珍视的是 他们对上帝所存的 那一份爱慕之心 有一位桃树钦佩的诗人 这人在圣诗方面造诣 或许不如他的 其他成就那么高 他就是宣道会的 创始人 宣信博士 宣信在中年时 身体很不好 当时他心情十分沮丧 以为自己 再也无法侍奉上帝了 就在那段日子里 宣信偶然听到一首 黑人灵歌 歌词深深触动了他 后来他将其改写为师 并配取作为圣师送场 我主耶稣 万主之主 他的作为 无人能及 宣信找了个地方疗养 用很长一段时间 寻求上帝 上帝最终完全医治了他 经历这次患难之后 他又不辞辛苦地 侍奉主三十五年 正是对上帝 无限大能的信心 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桃树援引了约翰 暴林的诗强调这一观点 全能者 在你面前 我在尘土中 屈身下跪 就连隐藏的天使 也要向你屈身下跪 我心安宁镇静 我敬拜你 因你的智慧完全 并且与我永远同在 真是我的良友 桃树直言不讳的社论 和他推荐的诗作一起 刚柔并济 两相补权 共同揭开人性的光景 令人进入至深的敬拜 确实 敬拜上帝 为上帝奉献 深刻体验上帝的同在 这些就是桃树的目标 而正是透过诗歌 他真正得以达到 桃树心得 在这个工业时代 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 就是一心着迷于各项发明 却忽略了自己心灵的需要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更不是单靠机器 人的心灵是需要滋养的 因此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先知和诗人比工程师 或发明家更重要 朗费罗和惠帝 哀于我们而言 远比爱迪生和福特 更重要 伯恩的诗歌 与苏格兰而言 也远比瓦特的蒸汽机 更重要 有些人发明出一套理论 声称 鉴于复兴 总是伴随着歌声的翅膀而来 因此 若是想要复兴 首先就得开始歌唱 复兴和歌声 的确经常结伴而来 但歌声是复兴之果 绝不会是复兴之音 人们不会因为歌唱而复兴 只会因为复兴而歌唱 是我们内心的冷淡 使得我们不再喜乐 并失去歌唱的热情 一旦人的心灵复兴 嘹亮的歌声 很快就会由心发出 想要通过 叠叠不休的述说来 获得上帝不允许 我们拥有的东西 这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早就该学会这一点 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苦苦哀求 而手足无措 只要是在他旨意之内的东西 他都愿意慷慨地赐给 按着他的心意 祈求的人 但是夜以继日的进食和祷告 并不能说服他改变 自己发出的御令 第十五章 家庭生活 二十世纪后期的福音派基督徒 把陶树视为毫不妥协的信心伟人 立场坚决地反形式主义者 对抗世俗化的致命武器 路易斯、金博士 陶树在撰写宣信博士的传记时 特别强调不为尊者会的重要性 他向作家群体发表演讲时 也一再提出这个观点 过于渲染赚主的美德 而对他的污点隐晦不言 就是作为 陶树在他家庭生活中的表现 有着自相矛盾的方面 青少年时代 陶树生活在偏远的农村 有艰苦劳作的经历 那时陶树的母亲 承担所有的家务活 照顾所有的孩子 父亲则一门心思 铺在农活上 这塑造了陶树的家庭观念 虽然城市教会侍奉 和农村生活 有着极大的不同 但是陶树依然认为 他的妻子在家庭中 应当承担的角色 在本质上和母亲当年差不多 上帝是陶树毕生追求的目标 对上帝的渴慕使得 他必须把所有其他事 都放在第二位 耶稣曾置地有声地宣告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他也曾说过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因此陶树在某种程度上 觉得自己不能因为家庭 而过于分心 影响他认识上帝 陶树是个工作狂 他享受埋头工作的乐趣 并从中获益良多 到了不得不屑一阵子的时候 他就会感到愁烦 甚至情绪波动 他从来不度假 也及少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有一回 陶树难得有了一段 较长的空闲时间 结果他居然趁此机会 把自己的牙齿拔了个精光 那次他大约有五个星期 不用讲道 按照他的脾性 可能真的以为 自己再也没机会讲道了 这次痛苦的经历之后 他再一次应邀讲道 麦卡飞在聚会时宣布 我们将要聆听 由一口假牙带来的真理 过去的五周 我一直在休假 陶树没精打采地回应道 有些人利用休假的时间爬山 也有些人去海滩 他顿了一下 然后环顾听众一周 而我去的是牙科诊所 陶树事工繁多 这极大的影响到 他的家庭生活 他经常受邀外出讲道 在外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多 当他回家之后 又总是在卧室里阅读或写作 是妻子艾达负责把六个儿子拉扯大的 陶树觉得这是做太太理所当然应尽的义务 陶树经常应邀在各种大会上担任讲员 因此很少顾家 他偶尔会帮着太太烫衣服 前提是太太答应在他干家务的时候 在一旁为他读书 这是一幅滑稽的画面 想象一下吧 陶树博士穿着褶边围裙 满条丝里的烫衣服 而陶树太太在一旁的摇椅上坐着 大声朗读费朗索瓦 费奈龙血的基督徒的完全 买车没用 对上帝的渴慕令陶树 实在难以对物质有多大兴趣 1934年 他甚至连车都不想要了 出门全靠公共交通 他几个儿子 已经快到能拿驾照的年龄 他对他们解释说 他无法承担他们考驾照 修车 汽油费等各项支出 更重要的是 他们自己舒舒服服地开着车 教会中有许多人 却连七分钱的电车票都买不起 这让他情何以堪 另外 陶树解释 我发觉 从家里到教会坐电车 只要半小时 而且在电车上不受打搅 可以趁机读会而书 有一回 陶树向朋友吐露实情 我不希望儿子们 到了可以开车的年龄后 为了抢车开吵架 多年后 在他生日的那天 教会的全体会友 赠送给他一辆全新的轿车 但他表示实在没必要 并当场把这辆车奉献给宣交事工所用 不过 陶树的鼠灵需要和物质欲望 在一个地方是可以重叠的 那就是书店 特别是旧书店 陶树在经过旧书店时 总是忍不住停下来进去看一眼 碰到难得的休息时间 他总是会泡在芝加哥的旧书店里 浏览那些历代先贤所住 尘封已久的古籍 陶树还在印第安内波利斯 墓会的时候 有一次邀请好友扎姆拉齐尔博士 在教会的多场 步道会上讲道 一天下午 陶树拉着他去市中心 看到一家书店橱窗里 陈列着的爱莫生全集 皮面精装 非常精美 这两个年轻人 就这样站在橱窗前过眼影 爱莫生是个多么好的作家和思想家呀 陶树发表了一大通红论 其实他已经有了一套爱莫生全集 但他觉得自己的那套质量非常粗糙 几乎翻烂了 扎姆拉齐尔可以感觉到陶树心仰难耐 他俩终于转身离开 去别的地方逛 但没多久 陶树转着转着 就又转回了书店 要再去看一眼 那套爱莫生全集 于是他俩又过了一遍眼影 然后又走了 随后 一路上陶树三句话 不离爱莫生 终于 他说 要不 咱俩再回去看看 这么一来 陶树终于没能抗住诱惑 他俩把这套书扛回了家 刚到家门口 陶树就雀跃不已地向太太炫耀自己的战利品 孩子他爸 太太打断了他 你明明知道孩子要买鞋穿 怎么还能在这上面乱花钱 这时 扎姆拉齐尔悄悄地溜进了客房 过不久 陶树也进来了 调皮地眨巴眨巴眼睛 把自己那套旧版的爱莫生 全集大大方方地送给了他 神枪手 陶树不太重视锻炼身体 年轻时打过一阵子高尔夫 但因为缺乏兴趣 也就没坚持多久 只有一项运动 他是真的感兴趣 那就是射击 他会在阁楼上竖起一个东西当靶子 用玩具枪对他射击 不过他很少真的去射击场打靶 他最喜欢的消遣 是一个人躲起来读一本好书 有时他会买张往返票 坐三到四个小时的火车 为的是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学习和祷告 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会说 这钱花得值 再说了 我很喜欢火车 陶树一家刚搬到芝加哥的时候 住在景观大街10735号的一套普通停房里 夫妻俩把阳台改建成了儿子的卧室 当六个儿子都长大成人 离家自立之后 陶树在离教会约八公里的朗武德路 找到一所更大的房子 把家搬到了那里 陶树家没有车 所以爱达和许多芝加哥妇女一样 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 去购买日常用品 出门时还经常得拖着至少一个儿子 有一回 爱达两手抱着一大堆东西往家赶 他在街角停下 避开一辆缓缓开过的电车 儿子看到电车后感到好奇 就放开拉着妈妈裙脚的手 奔了过去 一把抓住那辆行驶中的电车 结果被电车拖行了一段距离 幸亏电车售票员及时发现 马上停车 最后就起了这位逃票的小乘客 我把您家小子交还给您了 售票员把伤痕累累的大车者 还给了爱达 我建议您回家后 狠狠揍他一顿 教养儿子 桃树很少体罚儿子 儿子们 他责备他们的时候 总是很平静 芝加哥小熊队有队归 我们家里也有家规 棒球运动员必须遵守队归 所以我希望你们 也好好遵守咱家的家规 当小孩子调皮捣蛋 需要处理时 桃树总是会把闯祸的孩子 带到自己的卧室 然后和他推心致富 桃树会和蔼地 向范氏的儿子保证 自己很信任他 然后摸着他的头柔声说 我知道我能信任你 因为你每次都说实话 既然父亲表现出了 这么大的信任 任性的儿子 往往会无从招架 把真相合盘托出 于是桃树就会对儿子说 要是他不这么捣蛋的话 该多好啊 四儿子温德尔说 每回这样的私下谈心 爸爸都会把他给讲哭了 他说 我们宁愿让妈妈打得轻一块紫一块 也不要被爸爸抓去谈心 当儿子们还小的时候 桃树会让他们排成一列 然后挨个用香皂给他们洗脸 他非常温柔细心 温德尔回忆 他的性格四平八稳 很少意气用事 在家里从来不发脾气 虽然桃树希望儿子们好好学习 开发自己的潜能 但他对他们中小学的学业 盯得不是很紧 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 温德尔在伊利诺伊大学 念书的时候 仍然住在家里 桃树会一大早就起床 专门为他做早餐 两人一起用早餐时 桃树会询问 他在大学里学了些什么 父亲对我说的那些课程 居然都非常精通 温德尔说 我经常觉得很惊讶 桃树很喜欢和温德尔 讨论书和作家 他会问我 对于他所喜欢的那些书 我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我不觉得那本书 有他说得那么好 他就会辩解说 书和人的头脑发生碰撞的时候 如果能够产生回响 这本书就肯定言之有误了 桃树从来不在家里讲道 也很少讨论信仰 他在家从不讨论教义 也不曾花功夫组织家庭礼拜之类的读经会 但所有小孩主日都必须和大人们坐在一起 参加教会的两堂崇拜 而且孩子们也会参与主日晚餐之后 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 直到桃树为晚的提醒说 洗碗的时间到了 于是大家就明白 讨论该到此为止了 吃饭时 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这些话题 单词的词意 包括原意 隐身的含义 内涵 单词的本质 语气和词感 观点的出处 以及如何把观点细分 如何证明观点 桃树有个叫斯坦利的儿子 他继承父业成为全职牧师 但并不在宣道会侍奉 桃树应邀 在儿子的案例仪式上讲道 那一刻 想必桃树是百感交集的 但他并不是会轻易流露情感的人 那回讲道的主题是 摩西和荆棘火焰 这是他非常得意的一篇讲章 曾在全国各个圣经大会中 讲了许多遍 聚会开始前 桃树博士问儿子 我是不是非得套上那件御衣 所谓御衣 指的是那个宗派的神职人员 穿的圣袍 当然不是 斯坦利说 如果你不想穿 当然可以不穿 其实你穿什么衣服 我都是无所谓的 那好吧 桃树说 我想我还是穿上吧 桃树骨子里对任何事情 都是很反叛的 所以按他的脾性 如果非要他穿圣袍 他反而会死也不穿 桃树一家都喜欢下跳棋 儿子们要是能说动桃树陪他们下一两盘跳棋 就会雀跃不已 跳棋是一项智力游戏 孩子们渐渐长大之后 再想赢他们就不太容易了 有一回 桃树本来说定要去芝加哥北城 在青年归主协会的聚会上讲道 结果那天他和儿子在棋局上杀得难解难分 心思过于投入 把要去讲道的事情给忘了 聚会的主持人看到桃树没能准时到达 以为他是在路上碰到了堵车 所以没等他到场 就开始了集会 最后快要火烧眉毛了 他急得没办法 不得不给桃树家里打了个电话 结果他非常沮丧地发现 桃树还在家里和儿子下棋 再赶过来已经来不及了 深爱独女 1939年 艾达生了个女儿 取名利贝卡 小名贝基 在接连生了六个调皮捣蛋的儿子之后 又过了九年 桃树夫妻终于中年得女 这个女儿从此成了他俩的心肝宝贝 在几年后的一次讲道中 桃树提起了这件大事 拉扯六个儿子长大 就像是养了一群蛮牛 贝基却是个很可爱的小家伙 是个优雅 美丽的小姑娘 穿着漂亮的花衣服 来到我们身边 自打我第一天 透过医院的玻璃窗 看到他红扑扑的小脸蛋开始 他就成了我的心头肉 他出生的时候 我都已经四十二岁了 桃树谈起 他俩是如何把贝基奉献给上帝的 我俩曾在教会主日崇拜中 郑重地把他奉献给上帝 但即使如此 在我的心中 他仍然是属于我的 有一天我醒悟过来 我必须要向着贝基死 向我的小脸被卡死 我必须舍下他 把他交还给上帝 如果上帝什么时候要带走他 我都必须愿意 当我做出这个可怕的奉献决定后 感觉实在是很糟糕 我实在不知道 上帝会不会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好在上帝没有这么做 在我舍下他 把他交给上帝后 其实他比以前更安全了 如果我坚持把他据为己有 就可能会危害到他 我含着眼泪松手 对上帝说 你可以得到他 我最珍贵的心肝宝贝 自那以后 他就变得非常安全了 不管贝基是属于上帝的 还是属于桃树的 他的出生时桃树 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个人曾把大部分养育责任 都丢给老婆 现在却摇身一变 成了特别疼爱女儿的父亲 他可能是太宠爱女儿了 以至于很难管教他 贝基可以任意摆布父亲 而且和别的小女孩一样 他从来不放过摆布父亲的机会 他只要眨巴眨巴大眼睛 嘟着嘴柔声说 爸爸求求你了 桃树马上会觉得 心都要融化了 要什么给什么 贝基成了桃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桃树多次在讲道中提起他 而且他去外地讲道时 总会给女儿写信 却想不到给老婆写封信 在南城宣道会 每个星期四教会里的女士 都会聚会一整天 为宣教工作和宣教室祷告 贝基出生之后 桃树自愿承担起 每周四照料他的重任 这样爱达就有空参加 周四的宣教支持活动了 到了贝基读小学的年纪 每逢周四桃树都会亲自下厨 为自己和女儿做午餐 午餐一般有汉堡包和炸薯条 贝基长大成人 组建家庭后 总是想模仿老爸的炸土豆 但一直没能成功 老爸做的炸土豆是最好吃的 他怀念地说 儿子弗雷斯特也有类似的美好回忆 他说 我仍然能闻到煮洋葱的香味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一上午在学校努力学习 之后就是这香味催促我 加快回家的脚步 然后迎接我到家 学校放假的时候 桃树总会在周四午餐后 带贝基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他绝对能算得上生物学专家 他能叫出各种花草树木的名称 他喜欢观鸟 所以对鸟类更是熟悉 散步结束后 他俩常常会去甜品店里坐一会儿 贝基会点一杯麦芽巧克力冰激凌 而桃树则点一杯香草奶昔 桃树会在贝基入睡前给他讲故事 贝基说 在跟爸爸有关的事情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给我讲的那些故事 太神奇了 他真是个故事大王 他讲过兔子侦探周游世界的 奇妙探险故事 有人偷了皇后的珠宝 于是兔子侦探发誓要把这些珍宝找回来 这个故事每个晚上都讲 一连讲了好几年 情节一直往下发展 要是我当初能录下来 该多好啊 这样的话 现在就可以放给我的孩子听了 这些都是他爱我的美好回忆 后来贝基长成了一位妙龄少女 桃树向朋友罗伯特 巴特尔吹嘘说 我要教导他关于自然 诗歌 文学的知识 这样他就没空去想男生了 不久 桃树去一个暑期圣经大会讲道 他带着贝基一起去了 有一晚 他讲完道后发现女儿不见了 于是他急忙把巴特尔叫来 小伙子 你觉得我女儿会跑哪儿去呢 桃树一脸严肃地问道 这个嘛 牧师 巴特尔开玩笑说 他可能正在考察自然界吧 让桃树懊恼不已的是 女儿确实是在考察自然界 自然界中的男生 贝基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 桃树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一天对于桃树来说 实在是个伤心的日子 贤内住 桃树是个大忙人 很难有时间留给家人 他经常因为工作需要长期出差 就算回到家 也总是把自己关在二楼的书房里 不是读书就是写作 这使得他的家庭关系有些紧张 爱达承担了照料儿女的大部分重任 正是他的无私付出 才使得桃树在事工上有好的发展 爱达为人和蔼可亲 总是笑眯眯的 他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知书达理是个贤妻良母 正因为他日夜操劳 承担了众多家庭责任 他的丈夫才得以摆脱日常琐事的缠绕 一心扑在事工上 如果桃树背后没有爱达 这位伟大的女性 她就不可能在基督教界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 爱达是个尊老爱幼的人 她经常外出探访教会中不太被关注的人 还固定参加周四的姐妹宣教祷告团契 还在师班侍奉 爱达的家务特别繁重 那个时代还没发明免运烫的面料 所以每星期光衬衫就要洗运四十多件 虽说家里有个烘干机 但这毕竟也是件累活 由于家里得准备六个男孩子的食物 所以她很希望买一台冰箱 丈夫却总是把钱花在买书上 有一回她难过地说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爱达是农家女出身 她在后院开辟了一个菜园 在她的金庚细作之下 蔬菜收获颇风 餐桌和厨房都放满了 堆都堆不下 她也非常擅长针线活 她和背积的衣服大多是她亲自缝纫的 除了这些家务之外 她还能抽出时间带儿子们去动物园 外出野餐或进行别的活动 晚上等到孩子们入睡之后 她开始弹钢琴 并用她深沉的女低音歌唱 她与宣道会的宣教士们频繁信件往来 时常为她们祷告 所有这一切 陶树和许多在外忙碌的丈夫一样 坦然接受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有时候 爱达过于操劳 对忙个不停的丈夫 觉得有些忍无可忍 陶树是个广受欢迎的奖员和作家 这更增加了她的挫败感 虽然陶树经常对她的需要和感受不闻不问 恍若不知 但总体来说 她俩仍然维持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要不是爱达为家庭付出了一切 陶树在她的侍奉中 绝不会获得如此成就 等到儿子们都成家之后 爱达才感到如释重负 这么一来 她总算能消停下来 和已婚姐妹们聊聊家常 她非常欢迎儿子们来串门 总是为此感到心满意足 圣诞节假期 对于陶树家的人来说 是非常特殊的日子 因为一年之中 只有这段时间陶树 可以一直和家人待在一起 虽然家里一直很拮据 但他们总能想方设法 让孩子们感到圣诞节很特别 儿子们都成家之后 一到圣诞节 爱达就更忙了 当然也多了一份期待 当儿子们携七带子回来 全家聚起来 足足有二三十人 挤满了一个大屋子 而媳妇们也会有说有笑地 帮着爱达预备圣诞大餐 所以 爱达总是盼着圣诞节 那是一大家人团圆的好日子 焦友知道 陶树故意把自己的朋友圈缩得很小 他是个独来独往的人 有人说他有顿时倾向 其实并不尽然 他只是对于友谊非常谨慎 比如 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 他也不会让他们知道 他们对他究竟有多重要 陶树觉得 若想完全跟随上帝 友谊也是必须舍弃的事物之一 人从来不是陶树关注的重点 他关注的重点在上帝那里 陶树经常说 要是你想把上帝当朋友 就必须甘愿舍下世间的朋友 他觉得 世间的朋友和上帝是没法比的 他从来不让任何事物拦阻他和上帝的关系 他循规蹈矩的遵照 圣经的教导 贴下一切所有的 为要跟从耶稣 即使是在教会里 陶树也避免与人们有过多接触 他通常在会众场第一首圣诗时才进入会场 散会祝福之后 他不去欢迎参加主日崇拜的人 而是躲进办公室 等到人们基本散尽才出来 他曾说 如果有陌生人非要走过来和他认识一下的话 他会觉得那人莫名其妙 但也能勉为其难地应付一下 爱达的处事之道和陶树完全不一样 因此 陶树家还算是比较热情好客的 至少在主日是如此 爱达会给陶树派活 让他一起款待客人 爱达的厨艺很好 擅长做土豆猪排 几乎每个主日他都会做上一大桌子菜 在主日上午的聚会中 他会现场合计出一个客人名单 邀请一些人去他家吃饭 所以 每当星期天的晚餐做好后 围着桌子吃饭的少则十几人 多则二十多人 陶树忙活了一个上午后 很少和爱达一起招呼客人 但他负责洗碗 而且会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干 他来洗 儿子们把洗好的碗擦干摆好 搞不明白 陶树洗碗究竟是为了服饰 还是为了避开客厅里的一大屋子人 总之 他磨磨蹭蹭洗完碗后 客人也都走光了 陶树心得 当上帝大展身手 开始打造一个货真价实的好基督徒时 他会硬生生地让这人突然失去一切他 误以为安稳的避风港 失去上帝之外的其他依靠对象 上帝要把这人牢牢地关在上帝自己里面 若非如此就只能放弃他 任凭他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基督徒 在追求平衡的灵命和平衡的生活时 人们所遭遇到的一大阻碍事 虽然眼前的画卷美好无瑕 但我们打量这幅画的眼神总是朦朦胧胧的 眼神恍惚的时候 人会误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头 在远处山巅上横行的怪兽 但定睛一看 那只是一只爬过窗格的甲壳虫 近在咫尺 对这一点 艾伦 泼的读者都会有印象的 有害或者空洞的交谈 是灵命复兴的一大障碍 这类谈话远比我们以为的更让圣灵担忧 因为它会毁坏渐渐增长的灵命 这么一来 在一周生活中失去了的敬虔心态 就不得不靠主日崇拜来恢复 结果我们总是周而复始 不断重复上个主日的努力 以光复在这些毫无益处的谈话中 被侵蚀的属灵地盘 旁人眼里的桃树 大会印象 一、959年 宣道会在纽约州的布法罗举办会议 我当时还是个年轻传道人 看到陶树博士坐在宾馆大堂中 就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并请教他如何处理 与教会治理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他给我的建议是 绝对不能让治理委员会手 持属灵螺丝刀在你背后上下捣固 因为他们总是想要校正你 我自己就曾经因为被这样校正了 结果讲到信息失去了平衡 宣道会同公伦纳德 布赖特牧师 陶树经常在辩论中进行折战 在我印象中 他的观点每次都能主导宣道会 全体大会的投票结果 让大家就某一问题做出最终决定 他一般会事先准备一份提纲 将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列明 分发给所有人传阅 并以他雄辩的口才 不遗余力地参与讨论 虽然在辩论中 他的态度未必总是很和气 但是他张口挖苦人的情况 我只见过一回 他真是把人挖苦得无地自容 陶树经常在辩论中进行折战 在我印象中 他的观点每次都能主导宣道会 全体大会的投票结果 让大家就某一问题做出最终决定 他一般会事先准备一份提纲 将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列明 分发给所有人传阅 并以他雄辩的口才 不遗余力地参与讨论 虽然在辩论中 他的态度未必总是很和气 但是他张口挖苦人的情况 我只见过一回 他真是把人挖苦得无地自容 陶树一言九鼎的微信 在全体大会中最能体现 1946年 宣道会讨论是否加入 美国福音派协会 虽然议案已经正式提出 但陶树站起来 只用了几分钟 就把这个议案给否定了 直到他去世 这件事都没获得重新讨论的机会 陶树对于会议中旷日持久的争论 总是非常不耐烦 有一次我们在温尼伯召开大会 讨论是否应该在总部设立专门的教育办事处 聘任专职的教育负责人 讨讨论久拖不绝 一直僵持到会议结束那天的下午 所有人都精疲力尽 恨不得越早脱身越好 我离开会场时 正巧看到陶树一边摇头 一边从屋子里走出来 走近我时 他说了一句 每年我开完全体大会回家以后 都会进食祷告 跟上帝说 下次我再也不去了 但每年的全体大会中 他都照旧 坐在老位子上 基斯 贝利博士 陶树始终持守宣道会的精神 并且终身在这个宗派侍奉 但是他崇高的内心境界和非凡的事工成就 却并不局限于宗派 而属于上帝的普世教会 宣道会同公威廉 布赖恩牧师 第十六章 妙语连珠 我和许多人一样 认为认识至圣者一书 是基督教经典之作 这本书我百读不厌 每读一次 都感到陶树仿佛正站在我面前 与我交谈 督促我 鼓励我 要我更加尊崇我所侍奉的上帝 大卫兰博博士 陶树不喜欢别人给他贴上 神学家这个标签 当芝加哥教会有意请他担任牧师时 教会治理委员会邀他面谈 治理委员会成员中 有一位非常关心教义方面问题的人 弟兄 他问这位三十岁的牧师候选人 您持有什么样的教义 陶树毫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宣道会案例的牧师 就这么一句话 终止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从没上过神学院 这没准是件好事 陶树曾经说过 这样我就能够像枝蜜蜂 从百花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花蜜 比方说他曾与天主教特拉普派的修道士托马斯 谋敦保持书信往来 陶树觉得人身上的标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人生方向才是最要紧的 他说如果有人硬把他的眼镜架在我的鼻梁上 逼着我用他的眼光看待事物 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一视同仁 爱上帝所有的儿女 陶树曾经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经文 讲过一系列道 在最后一讲的开场白中 他表示 我想告诉大家 凭着之前讲过的真道 我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 但另一次 当他讲解因为迪玛贪爱 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王铁撒罗尼家去了这节经文时 则没有表明明确的立场 他说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 迪玛现在在天上和圣徒们一起谈树琴 另一些朋友则认为 他现在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 我无法判断 我只能说 圣经最后一次提及迪玛时 他正走向错误的人生方向 就这样 陶树搁置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 曾有人问格雷厄姆 斯科洛基究竟是加尔文主义者 还是阿米念主义者 他是这么回答的 当我祷告时 我是个加尔文主义者 当我讲道时 我是个阿米念主义者 陶树在接受提问时说 我赞同斯科洛基的观点 卖咖啡与陶树配搭的时间最久 合作上最默契无间 他在事工上和陶树有一致的意向 并且受他熏陶很深 我和陶树第一次打交道的情景 历历在目 我去参加师班带领人的面试时 陶树正在旧堂的楼上带领成人主日学 参加的人很多 于是我也旁听了 他当时正在教导哥罗西书 他说 像狄茨太太那样的人 愿上帝祝福他有个好记性 你不可能找出他有圣经里提起的任何一项劣迹 就像你不可能抓住天使长之头子赌钱一样 桃树此言一出 所有听众都哭笑不得 上完课后 他和我聊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是个有名的牧师 好多人都想担任他教会的师班带领 所以我很紧张 不知道他肯不肯录取我 不过当他把谈话转入正题时 却非常和蔼 他把我领到师班的藏书室参观 向我展示教会的藏书 然后问我是否懂这个懂那个 我只好告诉他 我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学吗 这么一来 他决定适用我一个月 就从那天起 他俩开始了一生之久的友谊 调侃穿着外表 凡是认识陶树并与他在芝加哥 共事过的人都知道 陶树是个很怕冷的人 总是毛衣不离身 麦卡菲曾取笑他 说他身上的红细胞和白细胞正在打仗 他穿毛衣是为了照顾好双方的伤员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 有一次 麦卡菲对陶树说 你每年一直要到7月31号才会脱下毛衣 但到了8月1号又会穿上 陶树想想说 还真是这么回事 算你说对了 一天 麦卡菲去陶树办公室 陶树对他说 麦卡菲呀 我昨晚洗澡时发现了一件事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陶树博士 这我哪知道 麦卡菲还以为陶树发现自己身体有样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陶树一本正经地说 我昨晚洗澡时 发现自己忘了穿毛衣 前文提到过 陶树到教会办公室后 总是会把西裤脱掉 然后换上那条祷告专用裤 但祷告专用裤的后面已经脱了线 撕开了挺大一个口子 有一次麦卡菲故意问他 陶树博士 你穿这条裤子的时候 怎么判断有没有穿法 陶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洗手间 有一回麦卡菲去洗手间时 发现里面挂着一条陶树儿子 弗雷斯特的毛巾 这条毛巾已经泛黄了 于是麦卡菲则问他 你怎么也不洗一下 麦卡菲呀 陶树回答说 都有二十个人用这条毛巾擦过手了 可是嫌他脏的只有你一个人 陶树出奇地喜欢小孩 有一次他和麦卡菲去教会附近的餐馆吃午餐 在路上看到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 独自在人行道上玩耍 于是陶树停了下来 你多大了 小朋友 小男孩头也不抬地说 我三岁了 你怎么会只有三岁呢 陶树表示不相信 他一本正经地追问小男孩到底几岁 小男孩终于抬头白了陶树一眼 大声说 我真的只有三岁 绝不可能 陶树还是表示不相信 你不可能只有三岁啊 谁能只用短短三年 就把自己弄得这么脏 幽默地传到人 我本无心说笑话 谁知笑话逼人来 陶树有着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他常常希望有所收敛 但并不总是很奏效 当他疲惫的时候 谨言慎行的自我要求 就会有所放松 麦卡菲曾说 我可以通过陶树讲道时的风趣程度 来判断他是不是累了 如果听到的会众都忍俊不禁 就说明他累了 有一次 陶树受邀前往纽约州的布法罗讲道 他要从周一晚上开始 连续讲道一星期 主日一讲完道 他就乘坐长途列车赶赴布法罗 周一快黄昏的时候才到达 他累得不行 后来担任宣道会主席的路易斯 金牧师当时正在这个地区牧会 金牧师邀来一位长老会的老太太 一起参加周一晚上的聚会 这位老太太曾读过陶树的书 所以很想亲耳听听她讲道 我从没见过陶树如此谈笑风生 金仍然记忆犹新 从头到尾 他的谈吐都非常逗乐 简直是难以自艺 那位长老会的老太太带着假牙 他不得不用一本圣诗 挤顶着自己的假牙 以免笑地把假牙喷出来 陶树在一次宣道会 全体大会中担任主讲嘉宾 那次会议的主持人后来说道 我负责把陶树介绍给与会人士 所以想知道该如何介绍他 曾有人提醒我 若是我介绍得不妥 他在开始讲道前就会对我还以颜色 所以我索性跑去问陶树 我该怎么介绍他 然后应他的要求 我向大家宣布 接下来由陶树博士讲道 这介绍如此干脆利落 惹得与会者哄堂大笑 在哄笑声中 陶树缓缓走上讲台 站好 不动声色 直到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 刚才那位弟兄可能没记清楚 陶树说 我告诉他这样介绍 接下来由陶树弟兄讲道 当时芝加哥有一些比较偏心派的教会 常邀请葛培里来不到 为此 芝加哥的基要派牧师召开会议 商议对此事应该采取的立场 陶树在基要派信徒终声望很高 因此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他们讨论了很久 陶树独自靠墙而坐 不时做些笔记 最后他站起来请求发言 好极了 陶树博士 会议主持人回应说 我们很想知道 你对这件事的意见 主持人先生 陶树开讲了 声音轻柔 大家不得不测耳聆听 我要说的是 我和葛培里会过面 他曾专程来我的办公室登门拜访 令我深感荣幸 我不完全同意葛培里的观点 这和我不完全同意任何人的所有观点 没什么区别 但我想要提醒诸位一点 我们可能会急于 把洗澡盆里的脏水倒掉 结果把孩子也一起到处去了 桃树顿了一会儿 以便大家完全理解他讲话的含义 现在 弟兄们 我们不要那么紧张 就算你们让全美国的所有 基要派基督徒排成排 大家齐声不道 他们对美国所造成的影响力 也未必急得上葛培里轻易轻嗓子 于是葛培里获得了与芝加哥大多数大型保守派 教会合作的机会 与罗伯特 布朗牧师的友谊 陶树与内布拉斯加州 奥马哈市的罗伯特 布朗博士是挚友 布朗博士是牧师合唱团的发起人 多年来 这个合唱团的现唱一直是宣道会 全体大会的保留节目 陶树偶尔会在合唱团练唱时 偷偷混进去烂鱼冲树 但每次都被布朗博士逮个正着 然后被赶走 陶树 每当布朗发现他 就会冲着他吼 你来合唱团凑什么热闹 快走 我真受不了你 于是陶树满脸是笑 慢慢悠悠地晃了出去 他很爱开这个玩笑 乐此不疲 而布朗似乎也很喜欢 和他这么闹 布朗在全体大会开会时 非常活跃 他能说会道 别人都望尘莫及 在一次事物性讨论中 布朗又发表了一通红论 说得天花乱坠 午餐休会时 陶树和卖咖啡经过大堂 看到布朗身边围着一大堆年轻传道人 走 卖咖啡 陶树说 我这就去会会他 于是他俩穿过大堂向布朗走去 布朗啊 陶树说 我想问个问题 但你得保证听了后不抓狂 你能保证听了之后不抓狂吗 这当然 陶树 布朗不耐烦地说 你到底想问啥 好吧 布朗 陶树慢慢说开了 我是想问你 你究竟想说什么 你刚才说了一大堆 说的都是什么呀 一句也听不懂 陶树眨了眨眼 又飞快地补充说 布朗 注意哦 你说过听了 以后不会抓狂的 趁着布朗还没反应过来 陶树捂着嘴偷笑 肩膀一耸一耸地走开了 心里很未把布朗说得晕头转向 而得意 在许多事情上 陶树和布朗的观点大相径庭 他俩都喜欢批评对方 经常过上几招 但他们是君子之交 和而不同 互相尊重 很尤雅亮 在另一个场合 大会主席介绍陶树时 极尽赞美之能事 简直把他捧上了天 陶树走上讲台 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说的是 求上帝赦免大会主席 刚才讲了那番话 也求上帝赦免我 因为我听了他那番话后 忍不住在心里沾沾自喜 有一回桃树病了 被家人逼着去看病 医生诊断 他得的是蓝尾炎 要他把蓝尾切除 但他死活不肯 我说大夫啊 您为什么老想着动刀子呢 我是不会让别人割我身上的东西的 结果手术没有做成 一年后 陶树和这位医生偶遇 打过招呼之后 陶树提起了割蓝尾的救世 大夫啊 您瞧 陶树说 一年前您要把我的蓝尾割掉 我不肯 现在您看 我这不好好的吗 哦 这样啊 医生没好气地嘀咕说 那是因为您的蓝尾 已经自己逃走了 陶树是个爱思考的人 虽然冥思苦想很花时间 但是他仍然坚持独立思考 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当音乐家艾拉 格里克在南城宣道会 负责音乐施工时 有一回 陶树走出办公室 溜达到格里克的钢琴边上 在他身边坐下 格里克呀 陶树向他诉苦 我的脑子里肯定长草了 已经整整一个星期 没什么新想法了 陶树不参与探访工作 是众所周知的 他在受聘担任牧师之前 就向治理委员会 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 他认为既要承担探访工作 又要在讲道上符合大家期望的标准 他无法做到 他的探访对象仅限于重病缠身的教会会友 有一件事在当时就不静而走 到如今更是广为流传 有一次陶树从外地讲道回来 在回家途中 接他的人提起教会一位长者刚在医院 动了个小手术 正在休养 由于正好经过这家医院 陶树提议顺路探望他一下 当这位长者见到桃树进门 脸色一下变得苍白 不会吧 莫非我的病情很严重 我得大病了吗 他吓了一大跳 马上扭过 头问他太太 你保证医生没有向我隐瞒病情 灵光乍现 桃树是个机智的人 他的拿手好戏事 只用寥寥术语 就能幽默地阐明问题 他与儿子通信时 有时会以一个玩笑来告知他们一件严肃的事 然后加上一句呵呵呵 在连生了六个儿子后 桃树家中终于盼来了个女儿 于是他给儿子弗雷斯特写了封信 报喜 报告 制造商名称 桃树夫妻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型号 1939年版至尊吃奶鸡产品 发布日期 7月27日晚上8点 产品种类 千斤净重 3.7公斤 产品简介 流线型外观 粉色皮肤 棕色眼睛 双下巴 短脖子 圆脸 和哥哥巴德 出生时一个模样 配套家用纺织品 白色可换洗的座位套 产品名称 带定 母亲状态 良好 容光焕发 父亲状态 疲惫 正在恢复中 缓过来的可能性一半一半 哥哥状态 听到妹妹出生 他们乐翻了天 到现在还没落地 所以具体情况不详 生产成本 高昂 被住 16岁以下儿童不准进入医院 因此除了洛厄尔和爸爸外 家里其他人都暂时无法见到新生儿 得等到十天之后 结果 四个小孩对政府条令表达了强烈不满 罗伊吃过早饭后 就像兔子似的跑得无影无踪 他溜出去向街坊邻居报告这个喜讯 温德尔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只石膏做的巴黎斗牛犬 就捡来 放在前院里 小狗克里蒂克对着这只假狗汪汪大叫 要把他赶出自己的领地 他们认为 昨晚发生的这件事在有趣程度上 可以排第二位 幽默不等于嘲笑 陶树在一篇社论文章中 这样阐述他的幽默观 显然 欣赏幽默这件事本来并不坏 上帝造人时已经给我们设计了幽默感 因此 但凡世人或多或少都拥有这项恩赐 幽默感的源头 就是理解和把握不协调境况的能力 但幽默和轻浮是两回事 这个社会培养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这是他所受的最大的咒诅之一 这咒诅已经在教会里拦阻了许多人们早就该得着的属灵福气 我们都见识过那些玩世不恭之徒 他们嘲笑一切 把什么都娱乐化 这样的态度在世俗世界里就已经够糟的了 在基督徒中间更是不能容忍 但我看不出沮丧的价值 也不认为发自善意的欢笑有害处 我只是希望 我们能认认真真的与人子、先知、使徒同心同行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合一的快乐 这是属灵的标志之一 桃树心得 每一位得救的人都对上帝心存亏欠 因为在他仍是罪人的日子里 上帝不愿对他说只此一次 不可再犯 而是一直为他开启恩典之门 罪人唯一的希望 就是上帝在一段时间内不去定他的罪 上帝暂不审判 罪人就有机会悔改 转回正道 但如果他继续犯罪 终有一天会触及极限 到时将受到永远的审判 把自己说成是大罪人 是典型的自吹自擂 就让我们想入非非吧 直到觉得自己真成了个强横的叛贼 跟着米尔顿笔下的撒旦一起 指导上帝的大宝座 其实我们只是虚张声势 以掩饰我们可悲的软弱 人犯罪确实会毁了自己 并给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虽然人的罪行在伤害自己和别人时很管用 但用来对抗上帝是无济于事的 上帝有着无比的大能和无穷的资源 再大的罪恶都伤害不到上帝 在棒球界 有些球员会小宇宙爆发 也就是说 他们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超过平时水准的能力 但这些球员竞技状态不稳定 所以没有经纪人敢与他们签约 经纪人需要的是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应付下来的球员 如果把牧师的讲章形容为光 那么陶树在讲台上发出的一定是激光 这光能够刺透你的心 在你的良知上课下烙印 并使你的罪孽显明 令你不得不呼求说 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 答案永远是一个 降服于耶稣 认识上帝 效法耶稣 沃伦 威尔斯比 面临抉择 桃树正在面临抉择 这可能是他所面临最艰难的选择 三十多年了 芝加哥南城宣道会一直是他主要的岗位 是他属灵的家 是他感到最自在的地方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 暴动和种族骚乱在芝加哥愈演愈烈 教会周边地区的治安严重恶化 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由于治安问题 许多会友不敢去教会参加主日敬拜 尤其是晚间的敬拜 还有许多会友为了安全考虑举家搬迁至市教 于是 大多数大型教会也随着会友一起签到了市教 南城宣道会是少数尚未搬迁的大型教会之一 但教会治理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 他们必须签离市中心 对此陶树表示认可 搬到郊区是无奈之举 但也是唯一的办法 然而 二十二年前 他经历过建堂的种种波折 至今仍心有余悸 如今 他已六十二岁 不想再受一次这种折腾了 所以陶树表示 不打算负责教会搬迁计划的实施 这个计划所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恩赐 上帝没有给他这种恩赐 从二十五年后的今天看来 大型教会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只需增聘一名同工 让他专门负责即可 但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宣道会的传统 牧师需势必公亲 所以 按照陶树的思路 只有年轻力壮 并且拥有他所缺乏的那方面恩赐的牧师 方能顺利推进这个计划 出于这个考虑 陶树向教会治理委员会递交辞呈 治理委员会收到他的辞呈后 马上炸开了锅 坚决不同意他辞职 之后又过了一年 发生了种种情况 使陶树更加确信 教会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 毕竟在这家教会侍奉了三十一年之久 要走谈何容易 陶树凝视着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 书架上摆满了书 那都是他一本本寻觅而得的 与他相伴多年 在寻求上帝的路上 这些书指引着他的方向 在通往属灵世界的朝圣之旅中 这些书正是他一路种种干苦的温暖纪念 放在乌角的沙发 是他长时间跪下祷告和敬拜的地方 他灵性上的无数次挣扎和得胜 都发生在这里 在这个内室的圣所中 独自面对上帝时 他得到了数不清的祝福 这个斗士中也曾有过许多 令人敬畏的属灵经历 在这里 上帝曾离他如此之近 在这里 他积累了如此多对于上帝的了解 这座曾在1928年 向他敞开怀抱的芝加哥城 如今已经大变样了 这位南城宣道会的牧师 也早就令人刮目相看 他出道芝加哥时才31岁 默默无闻 如今却已经闻名天下 伦敦著名的牧师钟马田 多年来一直想请他去英国讲道 他在宣道生活发表的社论 也在英国报纸 信仰生活上同步刊登 他的书已经有了多国一本 畅销海内外 他成了福音派团体中的知名讲员和先知 声望如日中天 陶树在需要做出抉择时采取的办法 是与上帝单独商量 直接求问他的心意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天 甚至好几年 但陶树仍然坚定地寻求上帝的心意 必须做出决定的那天上午 陶树在办公室里任凭思绪纷飞 他想起了这些年来的许多人和事 这座教堂本身就承载着他的不少回忆 难道这一切真的已经到了要了结的时候吗 离别的时候是否真的已经到来 他又该往哪里去呢 哪里找得到像芝加哥这样的地方 多年以来 陶树一直希望从幕会的服饰中退下来 集中经历编辑 宣导生活 还有担任大会讲员 或许现在正是时候 陶树已经幕会达四十年之久 或许现在上帝可以让他从这繁重的事工中解脱出来 求问和祷告过后 方向逐渐明晰 至少第一步该怎么做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把整件事归纳了一下 以罕见的形式递交给教会的治理委员会 罕见发送日期为1959年6月27日 我身为这一小群人的牧者 在此侍奉我们众人的主 大牧者耶稣基督已三十年有余 如今看来 时候已到 我必须舍下这份令我倍感愉快的工作 离开这间教会 我特此请求辞职 他对治理委员会表示 辞职主要基于两大缘由 首先 由于牧养教会而不得不放弃另一些属灵事工 令他感到遗憾 第二 他认为教会的牵纸计划若想成功 就需要另一种事工方式 教会治理委员会明白 桃树去意已决 难以挽留 并且 他在此事上向上帝所求的验证太深 太令人信服了 实在无法辩驳 治理委员会不得不接受他的辞职申请 但同时表示 如果他改变主意 仍然非常欢迎他回来募会 桃树辞职这件事一公布 马上有许多教会邀请他去募会 但桃树都装聋作哑 他觉得自己应该集中精力写作 并担任大会讲员 当时宣道会的总部设在纽约 宣道生活的多数员工 也都住在纽约 所以桃树打算搬去纽约 好离总不进邪 有一件事 他自己很清楚 那就是不退休 他辞职时 曾告诉芝加哥的会众 只要我还拿得动圣经 就会坚持一直讲下去 他举以色列人的祭司为例 说他发现祭司从三十岁开始侍奉上帝 到了五十岁就退休 这么一来 真正全身心侍奉上帝的时间 其实只有短短的二十年 但是桃树补充说 先知有所不同 先知是不退休的 所以我也没打算退休 我还要更换新轮胎 这样我可以走得更快 也走得更远 林音道教会的努力 在邀请桃树的众多教会中 有一间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的林音道教会 林音道教会是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大型教会 此前刚刚加入宣道会 规模在当时的多伦多排在第二位 排第一位的是奥斯华 史密斯创建并牧养的民众教会 桃树拒绝了林音道教会的邀请之后 该教会治理委员会成员 马上去找他们的地区监督威廉 纽厄尔商量 如何才能把桃树请来募会 他们仔细商量考虑 如果桃树肯来的话 需要他承担哪些职份 会议结束时 地区监督说 我想或许有办法把桃树请过来 请为我祷告 我先和他通个电话 纽厄尔先生向桃树博士 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 主日来林音道教会讲道 如果只是讲道的话 我去哪都成 桃树这样回答 于是他俩拟定了具体日期 桃树最后不忘提醒他说 有言在先 我可不打算来你们林音道教会幕会 在那个主日 桃树走上讲台开始正道 开场白事 我要先和大家说清楚 我没打算来你们这儿幕会 对此 会众都笑而不答 桃树在上午和晚上的敬拜 各讲了一堂道 两堂都人满为患 还来了许多大学生 对桃树的讲道 大家都反应很好 晚间敬拜结束后 地区监督纽厄尔邀请桃树与治理委员会谈一下 您看这样如何 会议开始后 纽厄尔开门见山 既然您不肯来我们这儿幕会 只要您每个主日来讲 两堂道就行 您肯不肯呢 我们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可以承担日常的牧养工作 他负责处理一切事情 您不用参加治理委员会会议 参与探访病人和电机仪式 也不用参加郊游 剪彩什么的 只要每个主日讲两堂道就行 其他时间 您可以编辑宣道周刊 桃树听了后 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 他没想到 临音道教会开出的条件这么好 看来真应该考虑一下 至少从表面来看 这样的条件实在是难以拒绝 好吧 他终于表示 要是你们说话算话 不要求我承担过多的侍奉 让我有充足的时间为杂志写稿 不干扰我的工作 不干涉我的讲道内容 你们要是都同意的话 我会认真考虑是否过来 这么一来 治理委员会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请教会全体会众为此事祷告 桃树又得做出抉择了 他对于讲台侍奉 可谓是驾轻就熟 对于多伦多的大学 他也非常感兴趣 他和校园团契曾有多年的合作 而该团契在多伦多大学的事工非常兴旺 此外 在多伦多 福音派基督徒的声音相当微弱 奥斯华 史密斯在当地基督徒中 算是一位出类拔萨的人物 但他常年出差在外 驻留多伦多的时间很少 所以 会众很少有机会听他讲道 而林音道 教会地处市中心 一向以福音派教义 以及对生命近身的重视而闻名 一周还未过半 桃树就已经做出决定了 他打电话给林音道教会 告诉他们自己接受邀请 愿意担任该教会的讲道牧师 在那里工作几个月 桃树仍然希望搬去纽约 因为宣道生活的办公室在那里 但这几个月 后来被无限延长了 桃树极其享受在多伦多的侍奉 最终留在那里近四年之久 教会对于他的侍奉反响非常热烈 几乎每个主日教堂里都坐满了人 他的大会讲员事工也进展良好 在尔顺之年 桃树讲道的数量没有减少 质量也没有下降 如此看来 班来多伦多是个明智的决定 桃树心得 当我说一间教会是死的时 我不是只会众对圣灵的催促 无动于衷 回应冷淡 而是指更加糟糕的情况 在这些基督徒的言行中 根本找不到有圣灵存在的迹象 认识上帝是人所能拥有的最辉煌的财富 但是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中 都仅有一家机构独家经营着 和上帝有关的传播事业 并且这家机构还不怎么努力 圣徒们有着一个荣耀的共通点 因此他们构成了一个神秘的 目光远大的共同体 他们都在举目瞭望 希望得以一瞥在那极遥远处 天上大君王的美丽 我心里怀着大喜乐 谦卑地宣布 我正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 这个共同体 是世上最古老 最庞大的教会 是为十字架而心醉的教会 是为上帝而着迷的教会 古时的属灵伟人 都不愿在信仰上选择好走的道路 也不愿把未曾付上代价的东西 轻飘飘地奉献给上帝 他们并不追求安逸生活 而是追求圣洁 他们的血泪犹新 永载史册 我们生活在一个歌舞升停的年代 但我们有祸了 因为我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安逸生活 旁人眼里的桃树 使功效果 1979年 我在英国待了一个月 在诺丁汉 我遇见了一些在当地留学的华人学生 我应邀去他们的宿舍吃饭时 一位女生拿着一本书跑来问我 你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吗 这本书正是桃树的超越的基督徒 而且是由我编辑并作序的 于是我就把书翻到序言那一页 向他们展示我的署名 你猜结果怎么着 他们对我一下子奉若上宾 桃树在宣道生活的助理编辑 安妮塔、贝利 我在桃树墓会的芝加哥教会 聚会了八个月后 就回到了家乡 当时我遇到些麻烦事 得以返乡对我而言算是种幸运 在芝加哥时 虽然我信主不久 但不肯错过教会聚会 而且奉献的心智很强 桃树讲道中的一些信息 完全说中了我和我家乡的近况 虽然后来我无法在芝加哥聚会 但之前我在听道中得到的收获 已经足以让我在农场的卧室中认识上帝 我当时思乡心切 希望回去向大家分享基督 是如何进入到我生命中的 埃斯特 金 第十八章 进入完全 我曾有幸与桃树博士交流 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复兴问题 他向我表示 他非常盼望能在有生之年 亲眼目睹上帝列天而降 赐下无数的祝福 在我们这个时代 能够促进属灵复兴的 非桃树博士莫属 虽然我与他相识不过短短几年 他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因为他有很高的属灵修养 对治圣者有真知灼见 和他相处时 只需很短时间就能感受到 他的确是个与上帝同行的人 他既是宣道会终极具威望的领袖 也是很有洞察力的作家 他的文章有着非比寻常的深度和广度 他凭着属灵的权柄 满怀对普世教会的爱 发出切合福音的疾呼 毫不妥协地传讲正道 欧福德博士 陶树离开芝加哥几年后 教会邀请他回去参加新唐的县堂里 他们在距离旧唐三公里以外的地方买了地 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新教堂 陶树应邀在县堂里上讲道 感到十分荣幸 在建堂项目地实施过程中 惠众经常给他寄去照片 以告知他建堂的进度 现在亲眼看到落成的教堂 威然屹立在自己面前 他不禁感慨万千 没能留下来侍奉 直到新唐落成 实在是件憾事 他对弗朗西斯 蔡斯袒露了自己的心迹 新教堂比我想象的漂亮多了 最后的奉献 斗转星仪 日月如梭 陶树在多伦多除了讲道和杂志编辑的事工外 还写完了他的钢顶之作认识至圣者 这本书总结了他对上帝属性的研究结果 他还编译完成了奥秘派诗歌选集一书 其中收录了桃树喜欢的许多圣徒的诗歌佳作 他原本还打算写一本关于敬拜的书 已起草了若干章节 但尚未完稿 他就被接于主同在了 所以这本书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 其实从他的第一本书可目神算起 直到最后一本 他一直都很痴迷于敬拜这一主题 1962年夏季 他回芝加哥参加宣道会的敬我一生特会 在大会上 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开始 向来自整个北美地区 约一千二百名年轻人讲道 同年 美国福音派协会向桃树发出邀请 希望他去参加他们1963年的年会 在那里讲道 基于个人理由 桃树对这个协会一向敬而远之 美国福音派协会成立后不久 即1946年 宣道会曾考虑过加入这一协会 但桃树以监客的发言阻止了议案的通过 直到桃树逝世17年后 宣道会才重新考虑加入该协会 你们是想拍我的马屁 还是真的想听我讲道 当确认福音派协会的邀请 是出于真心实意后 桃树放心地接受了邀请 并在该协会的年会上讲道 1963年5月 桃树开始感到心口疼痛 他日夜忙碌 但除了在芝加哥幕会期间 曾因心脏病发作 而暂停讲道 几个月外身体一直都还过得去 因此并没太在意 那时他已经66岁了 宣道会原计划于5月15日召开全体大会 而桃树也本应于5月19日晚上 向全体大会成员讲道 多年以来 他一直负责在全体大会的主日晚间 敬拜中讲道 他在向同胞弟兄讲道时 总是力求有最出色的表现 因此全体大会成员也都非常期待 接下来 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以至于无法在5月12日那天讲道 那天正是他生命的终点 爱达在5月11日的夜间 去医院探望丈夫时 桃树还说自己第二天 一早就得出院 因为得按时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参加全体大会 在探访的时候 一位护士知道桃树很喜欢孩子 就抱了个小孩走进病房 让桃树抱一抱 晚上10点 爱达与桃树吻别 桃树很快就入睡了 又过了一小时 护士进来查房 发现他心脏病发作 已经形成了冠状动脉血栓 虽然医护人员奋力抢救 但回天乏术 那天午夜过后不久 也就是1963年5月12日 距离桃树上一次讲到 还不到一周时间 他的灵魂已然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他的追思会在多伦多 和芝加哥两地分别举行 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 有个叫埃利特的小地方 亲友们把他安葬在这里的一个小墓园里 在他的墓碑上 墓至名只有几个字 属神之人 女儿贝基在葬礼上的致词 很符合他父亲的风格 或许他说出了桃树的心声 我不难过 因为我知道爸爸现在很快乐 他的一生就是为了现在 桃树的一个儿子这么评价父亲 他为了基督而燃烧自己的生命 这是他希望走的道路 他心里清楚 人生的终点正在慢慢来临 他生前谈到这件事时 无喜亦无悲 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自己 我们知道基督在他里面 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都有上帝的美意 桃树的挚友弗朗西斯 蔡斯应邀在芝加哥的追思会上致词 他说 在基督徒的追思会上 桃树博士经常会说 啊哈 因着上帝的恩典和良善 他完全了 确实如此 阿们 我的好弟兄 现在你也完全了 再见 我们虽然分别 但不久就会再相逢 桃树终于不必再渴慕了 大功告成 他已经进入了完全 桃树心得 徒弟一直无法出师 是师父莫大的耻辱 我们应该教会人们 自己去仰望上帝的帮助 独自行走天路 他们越早单飞 越早不需要我们 就越表明 我们的教导工作做得好 我们面临着一种很大的试探 就是希望徒弟离不开我们 但是我们得学会享受一种痛苦的快乐 就是眼瞅着徒弟赶上我们 甚至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 如果我们抛开先入为主的偏见 就会发现 所有上帝的儿女 其实都是一家人 彼此很相像 我们还会发现 无论人如何高声捍卫 自己的基督信仰 多么经常回应牧师的呼召 若是他心中缺乏十字架的印记 他仍是非常不幸之人 是暗夜中失丧的灵魂 从一个人的公开祷告中 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 他的灵魂深度 想要认识真理 我建议你读不带注释的圣经 并时常把两个膝盖 搁在地板上 对于那些有着密密麻麻注释的 圣经版本 你可得提防着点 以色列的拉比 曾在圣灵末世的经文上 不断添加注释 结果引申出越来越多的教义 并且这些教义占据的页面越来越大 最终淹没了圣经经文本身 有些人会因为我那些无害的脾性 把我说得焦头烂额 但那些真正困扰我的极大的软弱 他们视而不见 甚至还当成是美德 后继 圣徒传记是怎么写成的 传记作者提笔作传之时 就如踏入了神圣庄严之地 只有采取最严谨的专业态度 才能承担记录传主生平的重任 你的笔下所呈现的是 传主的整个人生 而且 众多读者都要借着你的文字 勾勒出他们对传主的观感 得出他们对传主的定论 所以 传记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 要是索利之传误导了读者 导致他们对传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 那简直是犯下了无法原谅的错误 在传记作者之中 基督徒作者尤其应以罪求实的态度 仅最大的努力为读者展现传主的真实人生 但在公众之中 甚至在基督徒之中 都已经有了一种对名流的追星效应 这实属不幸 利用传记作品吹捧名流的情况屡见不鲜 基督徒读者对于名流的兴趣之浓厚 和世俗大众别无二致 如果传主仅仅是个好人 那么他的传记就吸引不了太多读者 如果传主是个大人物 读者就会多一些 而要是传主名气很小 那么传记就一定畅销 所以在读者看来 传主的名气比传记本身更要紧 这显然是世俗流行的观念 事封所及 传记作者难免受到这样的试探 就是将传主包装成为某类名流 以吸引大量读者 但我若把桃树描述成一个基督教的名流 非把这位属灵之人惹恼不可 更不用说会完全误导读者了 所以传记作者可谓重担在肩 作者需要对传主有深刻的了解 并将他的人生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于事 且所呈现的 必须是全貌 不能缺边短角 当我了解桃树其人之后 我为他的事工感到深深的欣慰 若我硬生生地把桃树和他的事工分开 那么不仅桃树的个人形象会显得虚而不实 读者也会对他的事工产生误解 真相就是如此 是桃树这个人成就了他的事工 而不是桃树的事工成就了他这个人 更不是任何其他因素 使桃树声明显扬 正是因为桃树与上帝的关系十分亲密 他在事工中才会完全被圣灵掌管 他所做的事也是源于圣灵的感动 桃树曾这样说过 如果一项事工不是由敬拜开启的 那他就不能算是属灵的事工 他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事 都必须出自对上帝的敬拜 如果想更多地了解桃树的事工 以及他的事工具有怎样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 我们就必须了解他这个人 包括他与上帝的关系 桃树生前经常发表 关于写作艺术和技巧的演讲 他还是公认的传记名家 曾为宣道会中两位很有影响力的领袖 宣信博士和宣教士宅府民牧师历传 因此他也经常受邀就如何为基督徒历传发表演讲 作为传记作者 我必须尽可能搜集传主的一切资料 并充分加以利用 要是我能有桃树关于如何为人作传的演讲录音就太好了 但目前尚未找到 我手头所有的只是这些演讲的讲稿 这是一本桃树的传记 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尽量符合桃树为圣徒历传的理念 下面我就简要地谈谈他对历传有哪些看法 在任何课题上桃树都有其鲜明的观点 而且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观点会引发哪些争议 桃树的观点并非轻易得来 而是阅读大量资料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到的 无论在私底下还是在公众场合 桃树都是个爱思考的人 他经常提倡说 人在思考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 应该是花在阅读上的两倍 而他自己身体力行了这一原则 圣徒传记对于桃树来说是个重要的课题 他对于成就事工的人兴趣浓厚 经常会对他所读书籍的作者寻根究底 进行一番考究 他对诗人很感兴趣 总是希望尽量了解诗歌背后的故事 桃树经常这样挑战我们 去了解这个人 这样你就会了解他的事工 对于圣徒传记 桃树有个主要的观点 就是这类传记往往都是不真实的 虽然这么说有点耸人听闻 但桃树确实有资格这么说 圣徒传记之所以不真实 倒不是因为传记作者胡编乱造 然而并非只有谎言 才会导致传记失真 例如当作者过分渲染 传主的善行和美德时 就可能导致传记失真 这和利用暗房技术处理照片 是一个道理 有时候传记作者对于传主的善行 和美德太过强调 以至于整本传记都在为传主歌功颂德 对于传主的错误和过失则丝毫不提 这好比雕塑家在为某人造像时 将这人身材、长相中的瑕疵完全隐去 他诉出的雕像不可能逼真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早期传记 就是个好例子 大部分这类传记都完全没有提及 他有任何措施之处 因而没能忠实刻画出美国首任总统的真正形象 同样 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 通篇都在描写传主的错误和失败 而对他的善行 美德丝毫不提 那么结果也会如此 作者塑造的形象将是失真的 圣徒传记如果将传主的污点引而不报 就是作为 通常情况下 这些污点恰恰能够说明传主的特质 如实描写传主的污点 反而显得真实 读者如果无法了解传主的真实形象 在了解传主的事工时 心头反而会蒙上疑云 把传记当作吹捧文章来写 当然是大错特错 但除了闻过是非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更糟糕 那就是为了市场而写作 还有些时候 传记作者利用传主的生平 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这么一来 所有与此目的冲突的信息 都会被隐瞒 如果传记的写作目的是要证明某些观点 这样的话 传记往往是经过精心粉饰的 读一读许多邪教创始人的传记 你就会知道这一点 那些作者写传记的目的 就是为了表达 及证明一些特定的观点 为了这一目的 他会把与这些观点 有冲突的内容修改一番 甚至完全不提 陶树强调 基督徒传记作者 必须坚持最起码的六个原则 对他的读者负责 首先 传记作者的态度必须客观 在写作传记时保持客观是很难的 有时作者与传主的联系过于紧密 以至于彼此之间界限模糊 为此 陶树甚至提出如下的建议 我们不妨请卫力工会的作者 为加尔文历传 请长老会的作者为乔治 福克斯利传 请天主教的作者为马丁 路德利传 第二 传记作者对于传主既不应带有偏见 也不应预设结论 这很难做到 但是如果传记作者想要诚实地描绘传主 这是最基本的态度 传记作者既不应为传主隐瞒 也不应为传主申辩 他不用为传主请辩护律师 也不用为传主请控方律师 而他本人更不应该像个律师 他应该是一位对自身技能要求 颇高的肖像画家 第三 传记作者必须实话实说 编造内容的传记 只会阻碍读者对传主的认识 并且归根结底 会使得作品失去影响力 无法对读者产生激励作用 每当我们阅读圣经中的人物故事时 都会受到激励 因为即使真实的人物并不那么完美 但毕竟我们读到的是真实的他 陶树提出此原则时曾说 有见于此 我一般不去读传主的亲属所立的传记 之后他又提醒说 我们切不能以对先辈歌功颂德的方式 拔高自己 传主的亲属在为传主立传时 往往有着自己的盘算 并且在呈现传主生平时 也许会因顾及家族形象 而缺乏实话实说的态度 第四 传记作者必须让读者感受到他的幽默感 人人都喜爱幽默 即使最严肃的人也有他幽默的一面 只不过在公开场合有所掩饰罢了 陶树发现 要是我们没能发现一个人的个性特点 就说明我们还不了解这个人 每个生命或多或少都有些特别 而这些特别之处就是点燃幽默感的所在 问题是 对传主了解的越深 往往越难以发现他的个性特点 其实正是因为人人都有独特之处 每个生命才会如此生动 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如果传记作者对传主境如泰山 诚惶诚恐 就会使读者感到厌倦 其实传主既不像传记作者想象的这么好 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坏 所以 如果你在发现传主的过失时 紧张到笑不出来 那么你就是还没准备好 为他立传 第五 传记作者必须尊重读者 传记作者应该明白 读者都是有智慧的 能够理解他写的内容 因此 传记作者只需为读者提供事实 而无需带读者下结论 就让读者自行判断吧 传主生平的事实 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作者不需要为此增加注视 或予以解释 越是尊重读者 作者就越倾向于 仅仅为读者呈现事实 并且努力 使自己的表达方式 更加艺术化 更有技巧性 最后 桃树博士相信 传记作者必须把传主的整个人生 呈现给读者 而不是好像在为他写复告 因此 传记的内容应该指于传主的生平 至于传主如何被风光大葬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这已经和传主本人无关 而仅仅是旁人的事了 桃树在结束这一系列演讲时 检讨了自己在这几方面的错误 他说 我需要检讨 因为我本人也曾违反自己所立的原则 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 在这几个方面都需要改进 而最好的检讨 就是不再重蹈覆辙 我可能同样违反了桃树原则中的一两条 但我和他一样 也会检讨 也要改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